是,属下拜见郡主,拜见郡王爷 徐佑的嘴角又抽了,而沈薇则嘚瑟地朝她投来得意的一片 听见没,郡主可是排在郡王前头的 沈薇心里感慨万千 当初她组建少年兵的时候,不过是想着为西江留下一丝火种 她自己都没想到她能收获他们的忠心 这帮小崽子能千里迢迢到京城来找她 她无疑是很感动的 起来吧,还等着我搀扶你吗 沈薇笑骂,待他们站起来,她随手就折了根树枝 来吧,让我瞧瞧,你们都练到什么程度了 房中理和李志又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喜和默契 拎起拳头就朝沈薇攻了过去 沈薇一闪身躲过一个,手里的树枝刷的就抽了出去 逼到后头的李志只能后退 房中理和李志,你攻上路,我就攻下路 你攻左边,那我就攻右边 配合得可默契了 沈薇自然看出他们的进步了,心中十分欢喜 可他们配合得再默契,也没有站到沈薇的一片一脚 沈薇甚至只站在原地,没怎么动 只一只手,用树枝就抽得他们手忙脚乱 早在沈薇说话的时候,徐佑就示意将黑将白清场 示意,现在留在院子里的都是最心腹的人 沈薇目不转睛地瞧着,双手紧钻,可兴奋了 哎呀,她姐姐真厉害啊,真不愧是她姐姐 想起姐姐以前收拾自己的那些手段,她的小腿都不由疼了 而相较于沈薇的紧张兴奋,徐佑就随意多了 几乎是一搭眼,她就瞧出,这俩少年的水平比一般人是要出色很多 但跟从千军万马中历练出来的沈薇比,那压根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大约有一刻钟,沈薇刷刷两树枝抽在方中理和李治的身上 说了招式,满意地望着他们 不错,功夫没落下 方中理和李治抹了一把脑门子的汗 在对比气定神仙,连汗珠子都没出一个的沈薇 不由得面带愧色 比起郡主,手下远远不如 郡主也才十五六岁,比他们也就大了两三岁 而且他们还是男儿 二打一都被郡主逼得节节败退 这让他们觉得很羞愧,也更崇拜郡主了 他们都是西江边城长大的男儿 那边本就鸣风彪悍 对女子的约束也不像京城这般严厉 他们才不管郡主是男儿还是女儿呢 只要是有本事的,他们就服气 沈薇瞅了瞅这俩人,心中有些想笑 这俩还想着能胜了他 真是志向远大呀 他能说若非遇到天代的机缘 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胜了他吗 江白,你带他们俩下去收拾收拾 回头咱们再续话 沈薇吩咐道,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小河怎么跟我说 若是让我知道你们这些兔崽子是私自上京的 那后果,你们懂的 沈薇十分温柔地威胁着 方忠理和李志立刻头皮发紧 再次确定这就是他们的四公子 下手黑 整死人不偿命的四公子 如假包换 对上沈薇似笑非笑的目光 他俩这才意识到 他们只是一枪孤勇地就来了京城 似乎忽略了四公子的脾气 这俩小子忐忑不安地下去收拾了 沈爵就立刻蹦了过来 扯着沈薇的袖子哀求道 姐,姐,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太崇拜你了 你教我几招呀 我要是太怂 不是丢你的脸吗 刚才他可是瞧得清清楚楚的 虽然那两个少年兵不是姐姐的对手 但比他呀,却是强上很多的 同是年纪相仿的少年人 这激起了沈爵的好胜心 沈薇哪里不明白弟弟的心思 勾额勾纯道 这些日子不都是欧阳奈教你吗 他俩也是欧阳奈教出来的 你若是比不上人家 那得愿你自己不够努力 而且,你丢的只会是你自己的脸 你姐姐我脸皮厚着呢 不怕 嘴上虽然说着不介意 那打亮的目光却让沈爵头皮发麻 大友,你给我丢个脸试试 看我不收拾死你的架势 我可是你亲弟弟 就不能给开开小赵 沈爵不死心地嘟囔着 这沈薇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行啊,等搬去郡王府 你有空就过来呗 顺便跟少年兵们过过招 别觉得自个儿学了三招两拾 就老子天下第一 你呀,火候差着呢 沈薇早就打算好了 既然少年兵们都来投奔他了 他总不能不管吧 郡王府那么大 也修了盐武场 索性把少年兵全都弄到郡王府去 这样还能省下不少侍卫呢 至于怎么让少年兵过了名路 为他所用 和养他们的经费 这都不是问题 前者就丢给他颇受盛宠的夫君 这后者嘛 他这么大的家业 还养不起区区四百少年兵吗 收拾完毕的方中理和李志 一进屋就主动承认了错误 郡主,我们错了 这是两人在下头商量好的 郡主是何许人也 当初在西江的时候 硬是带着千把人 就横扫了西凉上京啊 还把西凉王和一众大臣 都给逮回来了 在郡主面前 还是老老实实地认错 有啥说啥才是上策 他们就是变得天花乱坠 也得郡主能相信呢 沈为哼了一声 哼 这事是谁牵头的 你们家里都知道吗 我大堂哥知道吗 阿黎 你爹方将军知道吗 我俩 两人垂下了头 面对这一连串的发问 他们只能摇头再摇头 心里嘀咕的 哪敢让他们知道啊 若是知道了 我们还走得成吗 你俩倒是长本事了 说说吧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 在西江侯府不是带得好好的吗 怎么就想着来京城了 他们都听你俩的 还是你俩把大家伙忽悠来的 沈为继续问道 两人对视了一下 风中里老实说的 郡主 您走了之后 虽然大家还如往常一般操练着 可却十分茫然 好似失去了目标 以前还可以说上阵杀敌 建功立业 现在大庸和西梁停战了 咱们操练得再好又有何用 不仅我跟阿智两个有这样的困惑 大家伙都有的 所以我跟阿智提议来京城时 大家都是赞同的 嗯 我们来京城也是想郡主您了 我们是您一手组建的 您带着我们历练 上阵杀敌 我们就服您一个 而且京城的机会不是多一些吗 大家伙其实都想着 能挣个钱承出来呢 李芝抢过话头说 对对 我们都可想郡主您了 您在西江的那些日子 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反正我们现在对西江来说 就是鸡肋一般的存在 多我们不多 少我们自然也不影响大局 于是大家伙一和解 就趁着出城训练的机会 就来京城了 方中李又道 沈薇杨良眉梢 李芝接过话 硬着头皮道 我们是瞒着来京城的 若是说了 估计就来不了了 不过我们有留下书信 至于教练们 开始我们也是一起瞒着的 我们悄悄离开 被他们觉察追了上来 我们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他们被我们说动 就跟着一起来了 路上我们都是咒服夜出 尽量不惊动别人的 即便有时候迫不得已 需要白日赶路 我们也是伴坐标局的 现在教练带着大家伙就驻扎在城外的一处小山坡 让我们俩进城来找郡主您的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事情全部交代了 然后搭了着脑袋等沈薇的裁决 两人心中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哪怕被郡主削层皮下来 他们也是不后悔的 沈薇点了点头 嗯 还知道你们这么多人就在一起打演 还知道乔装打扮 到时没把我交的还给我 行了 别搭了这脑袋了 这来都来了 我还能再把你们都撵回去啊 你们都是奔着我来的 我自然不会不管你们 这样吧 你们先到郡王府去安置 那是我和郡王爷的府邸 不过 至于怎么不引人注意的进城 那就是你们自个儿操心的了 反正 以日落为界 日落之前 你们要全都想办法到达郡王府 到时 我会派你们欧阳师傅 在郡王府门口等着点人 若是少了一个 哼 沈薇给了一个你们知道的眼神 方中理和理智大喜 真的 一言为定 几千里的路程 他们走下来了 进个城 找到郡王府 还不是小意思吗 郡主这最后的考验 一点都不难呢 属下等保证 一个人都不会落下 他俩派着胸脯说道 沈薇又点了下头 行 那你们去吧 记住了 欧阳师傅 只等你们到日落时分 沈薇又提醒了一句 那语气中的不怀好意 让方中理和理智都心头一紧 难道郡主又要出什么花样 来为难他们 沈薇才不管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心理暗示呢 那俩被江白送出去之后 他就盯上了徐又 只是盯着 一句话也不说 徐又被他盯得颇不自在 只好道 好了好了 为父知道微微的意思了 为父这就进攻还不行吗 沈薇顿时就露出了笑脸 扯着徐又的袖子撒娇 夫君真好 若是不顾及他弟弟在场 早就相闻奖励了 就是这样 沈薇也被酸了一把 脸上红彤彤的 比着两个厚脸皮的当事人 还要不好意思呢 徐又进攻 给他媳妇谋福利去了 沈薇这才得空 拉着弟弟说话 得知沈薇被婆婆掌锅 赌气跑回娘家的事 她一点都不觉得诧异 那永宁侯夫人御氏 就是个势力蛮不讲理的 当初姐妹溢嫁 也是她提出来的 不过是瞧着沈氏 是刘氏亲女 能带过去一大笔嫁妆 结果事出意外 沈薇的嫁妆只算一般 没让她满意 她可不就露出 恶婆婆的嘴脸了吗 沈薇呢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有刘氏护着 有老太君偏着 沈薇头十五年 过得是书心滋意 这也养成了她跋厚的性格 一天两天的 她或许能忍 但日子长了 她肯定会和御氏 针尖对脉盲干起来的 只是没想到 那御氏这么没素质 居然长过了儿媳 连宫中的各位娘娘主子 惩处太监宫女 都不搀连 这御氏真来猛事业啊 晋王妃跟她比起来 真是文雅多了 你是说 永宁侯世子 没有来接神学 他们府上也无人过府 赔礼道歉 沈薇比较诧异的是这个 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呀 中我侯府 比永宁侯府强上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 依这御氏的势力 他不该这样啊 别说这事 神学错处不大 就是全是神学的错 为这儿子的前程 御氏不是该主动上门 赔不是的吗 难道说 这御氏脑子犯抽了 妄想着以此拿捏神学 或是中我侯府一把 毕竟 奸人们的想法 和正常人那是不一样的 谁知道他们心里 赚着什么龌龊念头啊 沈爵点了点头 嗯 都有两天了 祖母和大伯母 都十分生气 听说吴姐姐 又把屋子给砸了 她的脸上露出 幸灾乐祸的神情 沈薇见状 抬起的手 在半空顿了顿 那你怎么看这事 沈爵道 这事明摆着 是永宁侯府那边的错 这般打咱们的脸 自然不能轻易了结 沈爵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虽然他不大喜欢吴姐姐 也乐意看了他倒霉 但这事关系到 中午侯府的脸面 哪怕他不想 替吴姐姐撑腰 也得把这巴掌 给抽回去 当中午侯府 是好欺负的吗 沈薇很欣慰 赞许地冲沈爵点点头 你能这般想就对了 咱们跟学姐 是不大对付 但你要记住 无论咱们怎么吵 怎么闹 那都是在府里 是咱们自个儿的事 但永宁侯夫人 苛带了学姐 那就不一样了 你作为娘家兄弟 若是不给她撑腰 无动于衷 这让外人怎么看呢 外头还以为 咱们中午侯府 软弱可欺呢 软外还需安内 好多世家大族 都是从内部败落的 你回去后 不妨寻寻那位世子 问问她 是不是瞧不上 咱们侯府 你吴姐姐 嫁在他们府上 是主子 是世子夫人 不是可以随意 打骂的奴才 问问她 是不是想要和离 沈爵郑重点头 姐 我都明白的 沈爵笑了一下 拍拍她的肩膀 你也不晓了 说到底 这事还是咱们三房的事 咱爹行事不大靠谱 祖父年纪大了 这样的小事情 就别去烦他了 作为咱们三房 敌长子的你 可不得出头吗 你别跟那些酸如穴 后宅的事啊 有时候都能酿成大火 咱娘 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你得知道 后宅撮没人 弄死人的手段可多了 你多了解一些 将来娶了妻 也不亦被人蒙蔽 沈爵语重心长地说道 沈爵再次点头 姐 我都记下了 他要成为他祖父那样的人 才不是他爹那样的糊涂蛋呢 沈爵发泄过后 只剩下伤心了 一双眼睛 肿得跟桃子似的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没想到 夫君能那么绝情 他都在娘家住了两天了 夫君居然都没有登门来接 就连派个媳妇子过来都不曾 这让他的脸往哪割呀 妹妹对上府里的堂妹表妹同情的目光 她就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不 她不信夫君会这样对她 应该是她婆婆拦着夫君不让她过来 对 就是这样 这么一想 沈爵的心里好过了一些 随即 一颗心又提了起来 她不在府里 府里头那几个夭夭饶饶的 岂不是更加无所顾忌了吗 尤其是那个赵飞飞 做出一副天真无邪 冰清玉洁的样子 问谁呢 不就是想着给夫君做妾吗 自己回了娘家 可不就便宜了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 沈雪揪着帕子咬牙切齿 不行 她得尽快回到永宁侯府去 可夫君不来接她 怎好灰溜溜的回去 她那个粗俗不讲理的婆婆 岂不更看不起她了 此刻她真是左右为难 心里煎熬得很 老太君和许氏也是气得牙痒痒 他们本想着 第二日五姑爷就会登门来接人 到时 他们这些做长辈的好声说说她 让她给雪姐赔个不是 这事也就过了 谁知 一连等了两天 五姑爷也没过来 永宁侯府连个鬼影子也没见着 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儿媳妇不要了 还是瞧不起我们中午侯府 许氏自打进了中午侯府的门 就没被这般打过脸 母亲 咱们不能再等了 明示啊 儿媳妇就使人去永宁侯府问责 问问他们 咱家雪姐这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 值得玉夫人张口就骂 抬手就打呢 若是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就别怪咱们仗势欺人了 许氏皱着眉和老太君说道 其实许氏也不是很想管这事儿 学姐只是她侄女又不是她亲闺女 可三房的主母不是进了小佛堂吗 作为侯夫人的她不管谁能管 总不能让外人看中午侯府的笑话吧 成 明儿个让秦嬷嬷跟着一块儿去 老太君也很生气啊 就没见过这样不要脸 没规矩的人家 魏世子是个好孩子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娘呢 老太君这是和神学想到一块儿去了 都觉得是御事拦了魏锦鱼 而老侯爷正在外院训斥儿子呢 瞧瞧你给你闺女找的这门亲事儿 这就不是个名里的人家 不是我中午侯府瞧不起人 这个永宁侯府比文家和许家那差了 不是一行半点儿 沈洪轩脸上善善的 儿子虽然跟永宁侯交好 但这门亲事不还是阮氏在氏定下的吗 老侯爷更生气了 你还有脸说 这本是微镜的婚事儿 被刘氏动了手脚 换给了学姐儿 你居然就默认了 有你这么偏心的爹吗 若嫁过去的是微姐儿 你看他能哭着跑回娘家吗 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 没那个能力手段 就老实点找个省心的人家家了 学姐妄图别人的东西偏偏又拿不住 丢人 老侯爷是越说越生气 儿子蠢就罢了 孙女也是这个样子 这是要活活气死他吗 满京城你还能找到那么糟心的人家吗 做婆婆的掌柜儿媳妇 你母亲那么不着调也没做过这等事情 他大骂学姐儿的时候把中午侯府放在眼里了吧 沈红轩的脸色更不好看了 迟疑了一下 道 是不是学姐儿做了什么不妥的事情 五姑爷还是挺不错的 他试图为永宁侯府分遍一二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楼 老侯爷恨不得能把这个儿子给掐死 屁的不错 律师担子外面光 白让了一副好模样 他老子娘是个没见识的妇道人家 那他作为永宁侯府未来的继承人 还不知道给月家来赔礼道歉的吗 别说学姐儿没做什么不妥的事情 那就是做了 当婆婆的也不能掌柜儿媳 这是打脸 打学姐儿的脸 打中午侯府的脸 打你沈三老爷的脸 更是打我沈平娟的脸 老侯爷的语气越加严厉 赶紧的 让永宁侯府把学姐儿接回去 看着老子就心烦 他们若是不想接那就合理吧 我沈平渊的孙女还不吵架 是是 儿子知道了 沈侯萱虽然觉得 他爹这般形势不太妥当 但看他爹气成这个样子 那满肚子的话是一句也不敢说了 中午侯府一出手 永宁侯府 可就遭了殃 包括永宁侯在内的几个主子 可糟心了 先是中午侯府的嬷嬷 上门问责 那两个穿着体面的老嬷嬷 需要的端着架子 眼底全是不鲜 说出的话也句句刺心 这满京城 我们三夫人一心敬好佛祖 还不知道呢 若是知道了 在佛祖面前嘀咕几句 搓磨我们姑奶奶的人 还不得被天打雷劈啊 小姐妹 这便是大户人家得脸嬷嬷的能耐 西洛人都不带个脏子 就能把你气得一佛升天 而佛出世了 玉氏被气得手都直哆嗦 有心想要说儿媳的不是 却又无从说起 那沈氏虽说态度上 对她不大恭敬 但也确实没犯过什么大错 且而闹这一出啊 又观赦到菲菲的闺遇 所以她只能嚷嚷着 这就是你们中午侯府的规矩吗 这动不动就跑娘家 沈氏呢 让她回来 有她这样做人儿媳妇了吗 秦嬷嬷把下巴一抬 我们中午侯府的规矩 确实跟你们永宁侯府的规矩不大一样 我们侯府做婆婆的 对儿媳可没有非打即骂的 即便有了不妥之处 也是好言分说 我们府里的姑奶奶 也没有受了委屈 你来顺受不吭声的 那些不吭声的小媳妇 都是娘家示弱 那没办法才憋着 我们老侯爷说了 我们府里的姑奶奶 完全没必要 只管把腰杆子挺得直直的 府里的爷们在外头 拼死拼活地打拼 为的不就是这些姑奶奶 在夫家能过得舒心吗 这般气炎嚣张的话 堵得浴室眼前一黑 继续晕倒 扶着她的外甥女赵飞飞 十分担忧 上前温柔地与中午侯府的两个嬷嬷 分辨道 嬷嬷们有礼了 婊嫂可还好 贵妇可能是误会了 姨母带婊嫂好着呢 婊嫂是姨母滴滴亲的儿媳 永宁侯府 以后还要交到婊嫂手上 姨母还指着婊嫂孝顺呢 姨母哪里会磕带了她去啊 姨母早就想接婊嫂回来了 这不是身体不是耽误了吗 婊嫂没有生气吧 一副忧心忡忡又担忧不已的模样 把个十大体的表姑娘形象演绎得十分到位 但这两位嬷嬷是何等的眼力啊 一搭眼就瞧出这表姑娘是个什么货子 后院那些姨娘妾室不都是这般模样吗 许氏身边那个嬷嬷眼皮自己翻 哟 这又是哪位呀 老奴记得 永宁侯府没有这么位主子 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 冲什么大半算呢 她是许氏的陪嫁嬷嬷 跟她主子一样 尤其厌恶表妹之流 赵飞飞的脸顿时通红 大大的眼睛里盛满了泪水 又倔强地咬着嘴唇 好似受了多大屈辱似的 把御事给心疼的呀 怒声喝道 这是本夫人的外申女 自然是这府里的主子 是你等奴才能欺辱的吗 那嬷嬷一点都不胆怯 还挺了挺腰板 永宁侯夫人这话老奴可不敢当 老奴可有一句话 欺辱了贵外甥女 这罪名可不能随便乱扣啊 狗屁的主子呀 不是想爬那位世子爷的床吗 即便抬了姨娘 也不过是半个主子罢了 这好好的表姑娘不做 非上赶着去做奴才 真是开了眼露 这姑娘脑子抽了吧 要知道 只要这个赵飞飞 做了卫世子的妾 那便不能以亲戚论处 到时 那乐子可就大了 秦嬷嬷刻薄的目光 在赵飞飞身上一缩 接过话头就道 这位便是贵府那位表姑娘嘛 真是久闻大名喽 男女七岁不同其 表姑娘都十三四了吧 就这般不必闲的 跟外男共处一室 成何体统啊 我们中午侯府可没有这规矩 也不愿我们姑奶奶 气得回了娘家 碧姨的目光 阴阳怪气的话 赵飞飞虽有些小聪明 可到底是年纪小 哪里受过这个委屈啊 只觉得难堪极了 捂着脸就哭着跑出去了 于是这回是真的要气扎废了 指着两个嬷嬷怒骂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老货 跑到我们永宁侯府来作为作福 来人给我插出去插出去 真是气死她了 永宁侯府是落魄了不假 可还轮不到两个奴才来指手画脚啊 这样自尊心极强的御事实在受不了 连后果也不管 直接就吩咐人把他们打了出去 慢着 秦嬷嬷轻蔑地冷笑一声 用不着永宁侯夫人动手 您这永宁侯府的地儿啊 老奴还不屑彩呢 我们五姑奶奶这事啊 您给句准话 若是瞧不起我们中午侯府就直说 咱们也不是那死去白赖的人家 我们老侯爷说了 贵府要是实在嫌弃咱们五姑奶奶 那就何离 他老人家的孙女还不愁嫁 何离 休想 御事的声音猛地扬高了起来 暴怒着 甚至还想着何离 他这般不忠不孝不咸的 还想要何离 想都不要想 休书 只能是休书 秦嬷嬷脸色都没变下 端着那趾高气昂的范儿 行啊 别管是何离书还是休书 只要有您侯府敢给 咱们中午侯府就敢接 麻烦御夫人快点 两个嬷嬷刚昂着头离开了 御事气得一阵阵发晕呢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这是哪辈子早的孽 去寄门这么个狡价惊 世子呢 世子回来了没有 赶紧叫他写了羞说 咱们这妙容不下审慎那尊大佛 夫人息怒 夫人消消气吧 御事身边得力的丫鬟和嬷嬷 赶忙劝说 他们哪敢去找世子爷呀 夫人这分明说的是气话 世子夫人是那么好修的吗 世子夫人的娘家 可是中午侯府 跟他们这落魄的永宁侯府 可是一个天一个地呀 所以 世子夫人的腰杆子 才挺得那么直 虽然夫人是做婆婆的 但那又怎么样呢 修不修世子夫人 别说夫人做不了主 那就是世子爷也做不了主啊 这事还得侯爷说的算 夫人您快别生气 中午侯府那等粗鄙的人家 能有什么治理的奴才 您和他们一般见识 不是自降身份吗 来 夫人 喝口茶 消消火 新妇嬷嬷端着茶杯 送到御氏手上 御氏此时哪有闲心喝茶呀 手一挥就把茶杯碰到地上 茶水和瓷片四处飞溅 御氏也不管 物资气呼呼的道 我这哪是娶的儿媳妇 分明是个祖宗啊 本夫人作为婆婆 还得反过来瞧儿媳的脸色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小贱人 既然有本身回娘家 那就一直住着吧 指望着她去赔礼道歉 去接 休想 小生吩咐丫鬟 收拾地上狼藉的心腹嬷嬷 心道 自古婆媳就是天敌 不是婆婆搓磨儿媳 就是儿媳来头势大 不把婆婆放在眼里 夫人和世子夫人这对公婆 显然属于后者 但闹到今日这个局面 也是夫人自个儿做出来的 想当初 世子夫人出嫁过来的时候 对夫人也是极尊敬孝顺的 可夫人就是瞧世子夫人不顺眼 这日子久了 可不就把世子夫人的一颗心 给抹冷了吗 其实他们这些做奴婢的 看得分明 夫人不就是嫌弃 世子夫人嫁妆太少吗 夫人怎么说起气话来了 世子爷和世子夫人 对您可都是十分孝顺呢 虽然知道婆媳不合 做下人的却不得不劝 我的鱼儿自然是十分孝顺的 至于审氏 他不气死我就不错了 御氏猛拍着椅子把手 想起了哭着而去的外甥女 去瞧瞧 菲菲怎么样了 可怜的孩子 真是受了本夫人的连累 遭了无望之灾了呀 御氏在屋子里咒骂了半天 才慢慢消了火气 正在此时 永明侯背着手进来了 御氏一惊 侯爷怎么回来了 可是有事 这可还不到放牙的时辰呢 永明侯沉着一张脸 先是瞅了瞅御氏 然后一挥手 把屋里的下人 全都打发了下去 御氏就更奇怪了 侯爷 真出事了 脸上不满担忧 永明侯这才看向御氏的 鱼儿媳妇回了娘家 你咋不使人去接 御氏心里咯噔一声 侯爷这是知道了 向来不关心后院的侯爷 怎么知道沈氏回了娘家 是哪个不要脸的小妖精堕得嘴 他第一个念头 就是后院那几个女人不安分了 侯爷这是听哪个说的 鱼儿媳妇不过是回娘家住两天 怎么就惊动侯爷了 御氏扬着笑脸说道 侯爷也是的 就这么点小事 就不能等晚间再问 还值得侯爷提早从衙门回府 他称怪着 永明侯文言 眉头就皱了起来 依然盯着御氏的脸 这是回娘家住两天吗 我怎么听说 是你这个做婆婆的 打了鱼儿媳妇呢 她面前挂不住 才跑回娘家的 御氏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不见了 哪有侯爷说的那般严重 不过是鱼儿媳妇不懂事 却谁小小的惩罚了一下 所以你就当着满屋子奴才的面 掌握了他 永明侯把话头抢了过去 面对着自家侯爷 咄咄逼人的视线 御氏顿时心虚起来 色力内忍般的嚷道 妾身作为婆婆 教教儿媳规矩怎么了 沈氏那般的张狂 张口就与毁了 菲菲的亲衣 妾身管教她一二 怎么了 动不动就使性子 跑回娘家 这是没把妾身 该没把咱们 永明侯府放在眼里呀 永明侯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不大高兴的道 怎么这里头 还有菲菲那丫头的事啊 御氏趁机天油加醋的 把事情说了一遍 气哼哼的道 那沈氏好歹毒的心思啊 菲菲才多大 不过是个孩子 把鱼儿当亲身兄长 一般亲戚 怎么到沈氏嘴里 就成了有了窝啸心思了 御氏不满地指责着 对这个外甥女儿啊 她可是另有打算的 菲菲那丫头长得漂亮 是极好的联姻对象 府里头的几个庶女 一来没有太拿得出手的 二来跟她不是一条心 抬举她们 还不如抬举菲菲 至少她以后得适了 不会忘记她这个姨娘 不会忘记她这个姨母 所以她压根就没想过 把外甥女给儿子做妾身 永宁侯却不赞同地道 鱼儿的媳妇说得对 菲菲都是大姑娘家了 就这么常常住 鱼儿屋里跑 想什么样子 你也不说说她 反倒纵着 太不像话了 于是一夜 不服气地道 侯爷 鱼儿跟菲菲 那可是嫡亲的表兄妹 菲菲去找鱼儿 也不过是请教师叔学问的 就是亲兄妹 七岁还不同心呢 永宁侯沉声道 她是个最端方不过的读书人 她一个女孩子 读些女界 孝经之类的书 就行了 请教什么师叔学问 这不是耽误鱼儿 服气功课吗 胡闹 太胡闹了 瞧着御师的脸色不大好 永宁侯想了想 又道 你那外甥女儿 若实在想学诗文 你给她请个女夫子便是 这点开晓 我永宁侯府 还是能复担得起的 若是赵菲菲在此 一定会特别糟心 她摸得谁压得 想学诗文呢 人家是罪汪之义 不在师叔 在表哥也 那妾身 就先谢过侯业了 御师一听 顿时动了心思 菲菲那么凌厉 若是学上一年半载 到时混个什么 才女的名声 潘青也更拿得出手啊 永宁侯点了点头 然后道 虽说沈氏脾气冲了些 但归根到底 这事是你的不是 也不用等明天了 就今天吧 你领着鱼儿 去中午侯府 把沈氏接回来 让鱼儿 豪生给她洗碗 赔个不是 御师眼睛猛的一睁 如被踩了尾巴的猫 妾身拒绝沈氏 她躲她的脸呢 侯业您是不知道啊 上班上 中午侯府的嬷嬷 已经来咱们府里 耀武扬威过了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要妾身说 既然闹成这副样子 还不如秀了 那沈氏来的安神 咱们鱼儿 宣问好 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永宁侯摔茶杯的动静 给打断了 羞了沈氏 你多大的脸呢 你个蠢父 你不瞧瞧 中午侯府 现在是个什么形式 老侯爷身为太傅 不仅是文官之首 还神德圣上信任 你要修了他的孙女 你这是给我永宁侯府找货的 永宁侯的脸色可难看了 你当中午侯府还是二十年前的 你信不信 你这边修了沈氏 人家那边立刻就能嫁入高门 满京城想跟中午侯府联姻的多了去了 若不是本侯跟沈兄是知交 他能放心把闺女嫁入咱们府里 你这个做婆婆的 还想拿捏人家闺女 本侯见着沈兄都觉得气短 其实他本在衙门当差呢 亲家沈兄寻了过来 他惊喜之下热情招待 哪知沈兄支支吾吾的 跟他说了闺女在夫家受了婆母的磕代 已经回家两天了 而且还暗示老侯爷生气了 连河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永宁侯大惊 这事他压根一点消息都没听说呀 一中午侯府现在的势头 沈兄能遵约把闺女嫁过来 他是十分感激的 不管是哪个闺女 反正都是沈兄的嫡女变成 他这辈子虽然不大得志 但还是盼着儿子好 给儿子寻了这么一个得力的月家 他也是很得意的 儿子本身就有能力才选 月家再拉扯一把 真心永宁侯府的日子只日可待 妹妹想到这儿 他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 审视这个儿媳 他虽然见得不多 但印象却不错 宫顺有规矩 听说还通失文 在对比自个儿老气的德行 永宁侯是一点都不信 御氏所说的话 你不许接 难道让本侯去啊 永宁侯责问道 你个蠢父 是想毁了鱼儿是吧 你不想想 老侯爷是圣上的亲戚之臣 只要他在圣上跟前 稍稍暗示一下鱼儿内围不休 鱼儿还有什么虔诚啊 于是顿时大惊 有 有这般严重 永宁侯喘着粗气 比你想象中的严重多了 在圣上留了不好的印象 鱼儿还能好吗 你就做吧 把你儿子的前程做没了拉倒 永宁侯可遭了大心了 他怎么就取了这么个蠢货啊 以前是拿捏妾室 现在又拿捏起儿媳妇来了 他还能做点正事吗 侯爷 妾身去 妾身亲自去给那审氏赔不是 玉氏慌忙喊道 此时 他再也顾不上什么脸面 什么婆婆了 儿子是他的女林 也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 为了儿子 别说让他去赔不是 就是下跪 他也得捏着鼻子去呀 永宁侯的脸色 这才好了一点 吩咐道 去瞧瞧世子爷 在不在府里 若是不在 去国子见 去找一找 未免夜长梦多 还是赶紧把沈氏接回来吧 永宁侯夫妇 不知道他们的儿子 比他们更糟心 魏锦鱼 虽然仍是国子见的学生 但学到他这个伙后 也不是日日都需要来国子见的 今日 他带着自己最近做的几篇文章 来到国子见请教夫子 顺便跟同窗切磋一耳 弹性正浓吗 他那小舅子找了过来 张口就问他 是不是要跟他吴姐姐合离 沈爵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姐夫 你们家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们家若是实在瞧不上我吴姐姐 祖父说可以合离 亲家母这般戳梦我吴姐姐 是为了哪般 掌果儿媳 这事别说 世家大族里头没有 就是装虎人家也不常见呀 我们中午侯府的爷们还没死光呢 吴姐姐都回家两日了 贵府不闻不问 什么意思 你给句准话承播 他的老天爷呀 这话的信息量可真大呀 魏锦鱼只觉得 彭川们看他的目光顿时怪异起来 被小舅子找到学堂里来 他的脸上也火辣辣的 他想找个僻静的地方说话 可那小舅子偏使不肯 我们中午侯府的人都是直性子 事无不可对人言 有什么咱就光明正大的摆出来说说呗 吴姐夫 亲家母是为了啥事打我吴姐姐的 沈爵一脸诚恳地问道 我家吴姐姐虽然有些小性子 但规矩向来是极好的 对长辈也是孝顺 府里头祖母最疼的就是她了 魏锦鱼觉得 射在他身上的目光更烫人了 只好耐着性子解释 爵弟 你误会了 是姐夫我跟你吴姐姐办了几句嘴 实不关母亲的事 众目睽睽之下 魏锦鱼又不傻 怎么会承认他母亲打了他媳妇呢 自然是把错处揽到自个儿身上 小夫妻间半嘴吵架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沈爵却不打算让他如愿 家里头长辈也问吴姐姐了 吴姐姐只会哭 死活都不说一句话 还是祖母 瞧见他脸上的巴掌印 审了他身边的丫鬟 据说庆家母对我吴姐姐的嫁妆不大满意 吴姐夫 有没有这回事 不等魏锦鱼回答 他又接着说 我吴姐姐的嫁妆也不少了吧 虽说比不上最好的 但比一般的也要出众一些呀 请家母这些事想要多少 吴姐夫你说个数 我回头跟长辈们说去 再补吴姐姐一些 总不能因为些身外之物 让姐姐在夫家受戳磨吧 没 没这回事 平日口才极佳的魏锦鱼 干巴巴的挤住这么一句话 太丢人太难堪了 他甚至都能听到身后同窗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想赶紧离去 可他那小舅子就堵在门边 他根本就走不了 决弟 这话从何说起 女子的嫁妆 向来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你姐姐嫁妆的多寡 我们自然是不在意的 何况我未济于堂堂男儿 怎会去算计妻子的嫁妆 他义正言辞地说道 沈爵一撇嘴 有没有这回事 也只有你们府里知道 反正这话 是祖母从吴姐姐身边 丫鬟嘴里逼出来的 哦 还听说你们府里 有个不省心的表姑娘 都十三四的大姑娘了 还称天王姐夫 你的书房跑 我吴姐姐敲不过眼 就说了他几句 然后 亲家母替外甥女撑腰 就打了我吴姐姐 是这回事吧 学舍里的其他人 听到什么表姑娘 看向魏锦鱼的眼睛 顿时都亮了 有鲜艳的 也有不屑的 而魏锦鱼 则憋得满脸通红 还望绝地口下留德 怎可在大庭广众之下 损了女子的清誉 沈爵把众人的表情 尽收眼底 压根就不理 喂锦鱼那茬 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贵府的那位表姑娘 不是十三四岁 而是三四岁 也不对啊 上回吴姐姐回来 还是亲家母 正给表姑娘 相看人家呀 沈爵摆出一副 困惑不已的样子 惹得有人迟迟发笑 这我就得说姐夫几句了 女人嘛 都爱耍个小杏 吃个小醋的 表姑娘不懂事 姐夫你还不懂吗 那般孤男寡女的同处仪式 我吴姐姐瞧见了 心里能好受吗 这不也说明 我吴姐姐心里有姐夫你吗 不然她管你跟谁在一起 我吴姐姐把你放在心上了 你是怎么带她的 她都气回娘家两天了 你都没去看她一眼 你也太无情了点吧 沈爵才不管魏锦鱼难堪不难堪呢 反正她是有啥说啥 替府里的姐妹撑腰嘛 可不就得把对方的错处点出来 再把自家姐妹的委屈点出来嘛 魏锦鱼真想夺门而出啊 她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长这么大 她是头一回被人堵在屋子里 指着鼻子吗 还是当着同窗门的面 这让她以后怎么抬得起头来啊 好在永宁侯派出来的小厮 给她解了围 世子爷 侯爷找您呢 快些回府吧 魏锦鱼眼睛猛的一亮 这是她长这么大 听到的最好听的话了 沈爵剑该说的也都说完了 连忙道 吴姐夫 快些回去吧 跟侯爷和庆家母好声商量商量 弟弟就先回府 等你的消息了 一拱手 转身潇洒地走了 沈爵转身潇洒走了 魏锦鱼甚至都没有勇气 转身面对自己的同窗门 她一向注重自己的形象 打今儿起 别人会怎么看她 费了好大的劲 她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慢慢转身 一击手 让诸位尖笑了 甚至不敢去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便大步地走了出去 五月的天气 魏锦鱼却觉得浑身发冷 玉树公子 有了今儿这一出啊 她恐怕会沦为京中的笑柄 那还会是什么玉树公子啊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 母亲 沈氏 她该怨谁 魏雄 魏雄 魏锦鱼茫然地向前走着 身后传来好友洪涛的喊声 她不由停住了脚步 洪涛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脸上满是担忧 魏雄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嗯 魏锦鱼还是一副茫然的样子 魏雄 不是我说你 这事真是你家做得不地道 嫂夫人是侯府的小姐 伯母怎么能动手 动手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洪涛都不好意思说出掌锅两个字来 实在是这事太害人听闻了 婆媳处不好的太多了 可也没有听说 哪个做婆婆的这般不给儿媳脸面 谁还敢将闺女嫁过去啊 因为沈雪在京中的风平一直不错 洪涛对她印象也挺好 女人家虽多爱使个小性子 若是因为别的事 嫂夫人赌气回娘家还好说 你晚两天去接就晚两天了 可因为这事却是不成的 你让你月家怎么想 人家只能以为是你瞧不起人家 魏雄 这事你大大的做错了 洪涛真替好友着急啊 错了 魏锦鱼下意识地道 怎么就是她的错了 不是母亲和沈氏闹起来的吗 错了 洪涛肯定地点头 魏兄你当天就该登门去接 姿态放低点 任打任骂 毕竟嫂夫人受了大委屈 你态度诚恳 人家长辈心里也好受啊 面子里子都有了 这事不就完了吗 洪涛给好友分析着 魏锦鱼却还是不大明白 小舅子指责她错了 好友也说她错了 她也觉得自己似乎是错了 但她就是不明白自己错在哪 其实这也不怪她 从三岁启蒙 她就一直专心读书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后院这些事 洪涛则不一样 她是小儿子 家中还有同胞的两个兄长 她老子娘 跟她两位嫂子都不大对付 成天因为一点小事 闹得是鸡飞狗跳的 作为小儿子的她 可不得去安慰母亲吗 听兄长们诉苦 这些事她都是见惯的 日子长了就慢慢懂了 洪涛见状不由叹气 也知道好友是府中唯一的嫡子 是真的不懂后宅这些 弯弯绕绕的 便道 别的都不说了 魏兄你还是赶紧回府 和侯爷商量一下 去把嫂夫人接回来吧 魏锦鱼点了点头 多谢洪兄忠言相告 转过身 继续很茫然地往前飘着 后头看着他的洪涛 可忧心了 语书房里 雍轩弟坐在御案前 专心地辟乐奏折 监获瞅上一眼 面无表情的侄子 室内安静极了 只有雍轩弟翻阅奏折的声响 说吧 今儿你又有何事 依着侄子的性子 他能在这里坐上一天 雍轩弟只好掀开了口 徐又抬眸 向雍轩弟望去 是有点小事来着 顿了一下又道 是关于您侄媳妇的 沈小思 咋了 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雍轩弟不由提高了声音 眼睛里却带着性味 也不怪雍轩弟会有此想法 这段时间 静王府的留言和闹剧 是一出接着一出 雍轩弟甚至都不用派人去查 就知道 这都是他那侄媳妇弄出来的 沈小四是谁啊 都能把西凉国给干翻了 静王妃那个蠢妇 还想着拿捏她 瞧瞧 被掀了老底扒了皮了吧 雍轩弟是一边感叹 一边瞧热闹 心里头可酸爽了 要说这雍轩弟最厌恶的妇人 那就非静王妃宋氏莫属了 因为这个女人 她的亲弟弟算是毁了 哦 还有段氏 她对段氏虽然没啥想法 但到底有一同长大的情谊 段氏也算是间接死在宋氏的手上 雍轩弟能对宋氏有好感吗 她是一代帝王 宋氏又成了她的弟媳妇 她自然不会自降身份去对付她 但看着直媳妇对付她 瞧着宋氏吃饼 她还是很高兴的 徐幽的俊脸不由抽了一下 什么叫又出幺蛾子 她叫小四最乖了好不好 哦 是这样的 您直媳妇在西江不是组建了一支 四百多人的少年兵吗 现在那些少年兵来京城投奔他们的四公子了 这么大的事 侄儿可不得来跟您禀报一声 顺便讨个主意 徐幽平静地说道 哦 还有这事 雍轩弟有些意外 有些好奇 少年兵的事当初他是知道的 还赞扬过呢 真来了 偷着来的 哎 真是什么样的人 就带什么样的兵啊 雍轩弟一下就猜到 这群少年兵不是光明正大来的 徐幽看了雍轩弟一眼 什么叫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兵啊 这不是说他家小四不省心吗 他家小四啊 虽然爱玩了点 可也乖巧着呢 黄伯父这是对他媳妇有偏见的 都来了 在城外呢 估摸着日落时分能到郡王府 侄儿想着 侄儿和您侄媳妇 一个是郡王 一个是郡主 手底下总不能没人吧 现在少年兵不是来了吗 依您侄媳妇那个软心肠 也不好不管不问 索性就养着吧 看家护院总是能做的 黄伯父 你也不用再额外给人了 徐又说出自己的打算 庸轩帝却是把脸一沉 没好气地训斥的 哼 合着在你心里 黄伯父就是个那么小气的 四百个半大的孩子能干什么 按组织 该多少人就多少人 黄伯父回头就补给你 话刚说完 立刻反应过来 他这是啊 被他的面摊侄子给算计了 不由指着徐又笑骂的 臭小子 长能耐了啊 一个不查 竟被这臭小子带到沟里去了 这都是跟沈小四 那个鬼丫头学的 真真是哦 雍轩帝自个儿也笑了 同时心地有些欣慰 也好 阿佑这样也好 毕前什么都看在眼里 有人气多了 太爷总算是能对父王有个交代 徐又杨杨没梢 压根就没把雍轩帝的话 当回事 黄伯父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侄儿就不打扰您披折子了 您侄媳妇还在府里等着呢 他站起身就要告辞 用轩帝不耐烦地摆摆手 那走吧走吧 就知道你个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回去吧 赶紧去你媳妇跟前邀功 他打趣了一句 徐又嘴角又是一抽 决定忽略他黄伯父的最后一句话 转过身道 侄儿有空再来陪您下棋 雍轩帝的手挥得更勤了 一副不待见的样子 徐又走后 雍轩帝就把大统领徐薇叫了过来 吩咐他从禁卫军中挑些好的派到平郡王府上去 进王府里 世子夫人吴氏正心急如焚 看到四农进来猛地抬起头来 太医呢 怎么没起来 四农咬着唇 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吴氏的脸顿时就拉了下来 立身喝道 快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农才满脸委屈地道 三夫人动了胎气 王太医走不开 又动了胎气 不是有两个太医吗 他全霸着了 吴氏咬牙切齿 他望着四农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他这一台金柜怎么的 我的大姐儿 还是府里的第一长女呢 娘 难受 吴氏所处的长女冒紧 细小的声音响起 吴氏回头看了眼奶娘怀里抱着的女儿 只见她小手挣扎着 要往脸上抓去 脸上密密麻麻 起了一层红色的斑点 顿时又心疼又气愤 忙奔过去按住女儿的手 哄道 冒结儿乖啊 不能抓 抓破了就不好看了 冒结却一副难受不已的样子 娘 娘难受 娘 小脸全皱成了一团 脸上的红点更加恐怖了 吴氏这个做娘的心都快揪起来了 冒结儿 咱们等一等 一会儿太医就来了 咱们用了药 就不难受了 转头对着司农赤道 再去请 一定要给我请一个回来 快去 若是冒结儿有个好歹 本夫人 就把你们全部卖到烟花巷子去 司农等在屋里伺候的丫鬟 全都头皮发麻 尤其是司农 因为世子爷多瞧了他两眼 夫人现在正看他不顺眼呢 若是借这个机会把他 他打了个寒颤 加快了脚步 不敢想下去 已经做好了 就是下跪磕头 也要把太医给请回来的准备 抱着冒结儿的奶娘 却满脸担忧的道 夫人啊 王妃和王爷 对三夫人肚子里的这一胎 看得可几了 言下之意就是 若是三夫人这一胎 因冒结儿而出了什么岔子 该怎么办呢 吴氏的火气腾的就烧了起来 他这一胎还不知道搁哪儿了呢 不过一团血肉 还能比我的冒结儿金贵 他一个人霸着两位太医 今儿动了胎气 明儿动了胎气 比宫里的娘娘排场还大 以他这番折腾 能生下来才怪呢 他恨恨地说道 之前吴氏还只是有些不满 现在牵扯到他的冒结儿 他对胡氏的不满 立刻到了极点 连带着对婆婆也怨恨了起来 若不是他纵着 胡氏能这般张狂吗 夫人 你小声点 奶娘慌忙地左右看了看 若是传到王妃的耳朵里 想想王妃那手段 她都不寒而栗啊 吴氏正在气头上 就是王妃知道的又怎么样 难道冒结儿就不是她亲孙女 但仍是左右瞧了一眼 黑着脸道 若是让本夫人知道哪个赤里爬外 也怪本夫人手底下不留情 奴婢不敢 众丫鬟自然是跪地表忠心了 吴氏哼了一声 眉头又猝得紧紧的 不住地朝门口张望 怎么还没回来呢 这个四农真是没用 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思雨 你再去瞧瞧 那个叫思雨的丫鬟 硬生匆匆出去了 奶娘瞧见冒结脸上的红点 越来越密集 忙掀开她的衣裳 连身上啊都起了红点 顿时慌了 夫人 咱们不能只等着三夫人那边呢 赶紧使人去外头再请个大夫吧 大小姐可耽误不得了 冒结是奶娘奶大的 自然是极有感情的 见着小小的孩子满脸红点 小身子不安分地扭来扭去 她的心疼 一点也不比吴氏少 对了 大夫人 夫人 大夫人那里也有大夫 努必听下着门说 艺术颇为不错呢 奶娘忽然想起了这事 眼睛阴切地放着吴氏 吴氏只犹豫了一下 便吩咐了 去 快去大夫人那里 把大夫请来 她知道 婆婆跟大哥大嫂不对付 为了讨婆婆欢心 她自然跟那边也少有接触 但现在为了女儿 她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在吴氏的交集等待中 大夫终于来了 不是太医 是沈飞和柳大夫 吴氏派的人把情况一说 沈飞片刻都没有耽搁 就打发柳大夫过来了 她自己不放心 也就跟着一起过来了 大嫂怎么也来了 真是麻烦您了 吴氏看到沈飞的时候 有一瞬的诧异 随即便恢复了自然 沈飞摆摆手 别的话等会儿再说 先让柳大夫给冒姐瞧瞧 咱们冒姐可受了大委屈了 沈飞看到冒姐脸上 手上的红斑点 也是吃了一惊 这么小的孩子 可不是受罪了吗 刘大夫 你快看看 冒姐这是怎么了 柳大夫大步上前 先是查看了 冒姐脸上身上的红色斑点 又翻了翻她的眼皮口鼻 然后低声询问了奶娘几个问题 最后才伸出两指 搭在冒姐细细的手腕上 在这个过程中 吴氏焦急的都快要把帕子撕烂了 沈飞见状安慰她的 二弟妹放心 我家柳大夫医术好着呢 我祖父在西江中了剑毒 就是她治好的 不比太医差什么的 冒姐肯定没事 吴氏感激地看着沈飞 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玄者的心 却慢慢地放下了一些 在吴氏和沈飞殷妻的注视下 柳大夫终于收回了手 如何 可是很严重 吴氏第一时间出了声 柳大夫的脸上却带着轻松 世子夫人莫要担心 不是什么大问题 炖了一下才又解释到 大小姐的体质有些特殊 这红点是吃了或是碰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才引起的 待老朽开个方子给大小姐用了 一个时辰后 这些红点就能消了 摩氏一听没什么大碍 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 又听到冒姐这红点是吃了或碰了不合的东西才导致的 看向奶娘的目光顿时不善起来 奶娘慌忙喊冤呢 夫人啊 奴婢没有给大小姐吃用什么不合的东西 都是跟以前一样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就差指天发誓了 吴氏哪里肯信呢 沈飞却心中明白 听柳大夫的言辞 冒姐八成是个过敏体制 许多对别人来说是正常的东西 对她都是致命的 这奶娘是真的冤枉 就不知冒姐对什么东西或是哪几样东西过敏 若是不找出来 冒姐以后还会遇到这种情况 于是沈薇拦住吴氏问柳大夫 柳大夫 冒姐可是跟旁人不太一样 是不是一些对别人来说正常的东西 对冒姐有妨碍 柳大夫一边开方子 一边点头道 郡主说的没错 大小姐的体制有些异于常人 又是小孩子 抵抗力不比大人 有些东西咱们碰了没事 但对大小姐来说 却是致命的 吴氏一听到致命两个字 整个人都慌了 也顾不得去追究奶娘的责任 也忙问他 柳大夫 是哪些东西 我的冒姐不能碰 若是不找出来 他的心如何能安呢 柳大夫把方子递过去 却摇摇头 这得需要慢慢查找 看今儿个大小姐都用了什么 或是碰了什么东西 吴氏随手就把方子 递给了边上后者的丫鬟 快去尽药 然后望向奶娘道 没听到柳大夫的话吗 今儿冒姐都吃了什么 你又带他去哪玩了 碰了什么东西 吴氏 大小姐闹着不愿意吃饭 奴婢嚎哄哄才用了半碗牛乳 这牛乳也都是平日用着的呀 奶娘急急地说道 生怕世子夫人怪罪到她头上 你确定冒结只用了牛乳 没用其他的东西 吴氏冷冷地盯着她 奶娘不住点头 慌忙解释 没有了 求夫人相信 奴婢真的没有说谎啊 大小姐用半牛乳 非吵着要来看夫人 奴婢就抱着她来了 真的没去其他地方啊 对了 还有小福 小福一直跟着奴婢一起 她可以替奴婢作证的 被奶娘点名的小福 胆怯地站了出来 喂夫人 奴婢是跟奶娘在一起的 大小姐武师 是用了半碗牛乳 之后就来了夫人您这里 没去别的地方 那冒结儿身上这红顶 是怎么来的 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不用急是不说实话了是吗 吴氏沉声喝道 来人 把这两个给我拉出去打 什么时候说实话 什么时候请 事关自己的女儿 吴氏是一点也不敢 掉以轻心的 慢着 沈薇赶忙阻拦 对上吴氏不满的眼神 她道 二弟妹别慌 我再问问他们 这个面子 吴氏不能不给 大夫人问你们话了 可我老实回答 你们带帽紧 再来世子夫人这儿的路上 有没有碰什么东西 路上 奶娘和小福立刻回想起来 薔薇花 两人眼睛一亮 奇奇说道 大夫人 在来的路上 大小姐瞧见小花园里 开着的薔薇花 飞炒着药 奴婢就给她摘了几朵 对对对 冒杰儿来时 手里是攥着几朵薔薇花的 还让我给找个花瓶插起来 诺 就在那儿 博士也赶忙说道 可冒杰儿以前也是接触过薔薇花的 也没见她有何不适呀 神情很是费解 再没有其他的事了 沈薇继续问 两人齐齐摇头 再没有了 奴婢若是说谎 就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古人相信鬼神报应 这诅咒不可谓不独了 沈薇乔他们脸色虽然惊慌 眼神却是不闪烁的 便判定他们没有说谎 不由看向刘大夫 刘大夫怎么说 刘大夫想了想道 对大小姐有妨碍的东西 不是一样 单独接触牛乳和薔薇花都没事 若是同时接触这两样 就会引发呼吸困难 身上长满红点的症状 这样的例子 老朽以前也是见过的 阿弥陀佛 原来是这样啊 刘大夫的意思是 冒结儿 只要不同时接触牛乳和薔薇花 就没事 吴师松了口气 却有些不确定地看向刘大夫 刘大夫沉吟了一会儿 猜到 这是肯定的了 只是老朽不知道 大小姐是不是对别的花也不是 见吴师又紧张了起来 连忙说的 啊 只要不同时用了牛乳就没事 即便是再出现今天的情况 只要及时用药 就不会出现危险 回头老朽把这汤药改成药丸了 给大小姐身边时常备着 吴师这一下可算是放心了 真是多谢刘大夫了 又拉住沈薇的手不住地道谢 大嫂 这回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真是救了我的冒结儿 一条命啊 眼底满是感激之情 沈薇连忙摆手 拍着她的手安慰 二弟妹太客气了 冒结儿不也是我侄女吗 一家人还用说两家话 有三弟妹胡适在那比衬着 吴师对沈薇的印象 顿时好了起来 冒结儿用了药 只半个时辰 脸上的红点就开始消了 一个时辰之后 已经消了大半 吴师这次还尝出了口气 拉着沈薇的手 把她送出院子老远 至于奶娘和小福 吴师是想罚的 转念一想 奶娘平时照看冒结儿 也很用心 若是换了 女儿能不能适应不说 她也不敢保证 新来的就比原来这个用心呢 而且冒结儿体质异于常人 幸亏是提前发现了 也好让她提前做防备 若是现在不知道 以后在府外头发病了 哪里那么巧 就能请到 对此有经验的大夫呢 那冒结儿不就危险了 这么一想 吴师就没有再罚奶娘和小福 算是功过相抵了 直到吴师把沈薇和柳大夫送走了 丝农和思雨才领着太医 匆匆而来 狮子夫人 她抹着头上的汗珠行礼 这个太医姓韩 韩太医呢 本是圣上体恤徐佑 派到晋王府的 就这么一待十多年 都成了晋王府的专属太医了 哪怕后来徐佑身体好了 圣上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没把韩太医召回去 再怎么说 晋王爷也是他亲弟弟啊 这一回三夫人胡适有孕 怀象特别不好 隔三差五的就动胎起 晋王爷不仅从宫里 求了个精通妇科的王太医 晋王妃还是不放心 就把这位韩太医也派了过来 吴师的目光顿时一冷 韩太医可算是来了 带瞧着两个大丫鬟额头上的红痕 她的目光就更冷了 这该死的胡适啊 不就仗着怀胎吗 这般不把她这个世子夫人放在眼里 可恨啊 她的一腔怒火 几乎都要喷涌而出了 韩太医心中暗暗叫苦 都是卑职的不是 今儿三夫人是动了胎起不假 世子夫人身边的丫鬟去请的时候 她是想过来的 奈何三夫人死活不放人 还把王妃都搬出来了 她虽说是太医院的太医吧 但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个做奴才的 主子的吩咐不能不听啊 就这么一拖二拖 直到三夫人的情况稳定下来 她才得以脱身过来 面对着世子夫人的怒火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承受着 好在吴师还没有失去理智 也知道自己是迁怒了 便深吸了口气的 之前已经请了大嫂身边的柳大夫给瞧了 韩太医过来再复诊一遍吧 韩太医文言如蒙大赦 柳大夫的医术不在卑职之下 由她出手定是药道病除的 心中也大大的松了口气 若是大小姐真有个什么不妥 虽然不关自己的事吧 恐怕自己也是逃不了罪责的 柳大夫这时救了她呀 不提韩太医是如何复诊的 反正她是大大赞了柳大夫一番 吴师心里的火也消了大半 且说三夫人胡适这边 她靠在床头脸色苍白 一下一下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丫鬟翡翠端来一碗鸡汤 夫人您用一些吧 胡适眼底露出弦物 脸一扭 快蹲走 我没胃口 闻着味就想吐 怎么喝得下呢 翡翠很无奈劝道 夫人 您就忍一忍用一些吧 就当是为了肚子里的小公子了 鹰哥也劝 是啊夫人 这鸡汤里头搁了好几种珍贵药材 王太医说都是对您和小公子有益处的 您就喝几口吧 奴婢给您准备了蜜饯 如此劝了半天 胡适才捏着鼻子喝了小半碗 就再也不愿喝了 她嘴里含着蜜饯 闭着眼睛靠在那 胃里是翻江倒海时的难受 这让她的眉头 粗得更紧了 翡翠和鹰哥对视一眼 也不敢再劝 若是惹得夫人发火 遭殃的是他们 翡翠把碗 递给边上的二等丫鬟 示意她端出去 屋子里没了令人作呕的味道 胡适紧促的眉头 才松开了些 唉 这般折腾 何时是个头啊 胡适睁开眼睛 看着自己还没隆起的肚子 很是发愁 别人怀胎都安安稳稳的 唯独她 已经小心了又小心 还是时不时的就见红洞胎起 自个儿受罪也就罢了 她真担心 熬不过这十个月啊 翡翠和鹰哥对视一眼 夫人担忧 他们做奴婢的 更是跟着担忧 自打夫人有了身子 她俩就时刻注意着 生怕疏忽了那一点 夫人放心 您没听王大姨说吗 也有不少妇人怀胎是这样的 头三个月总要折腾一些的 过了头三个月 慢慢就好了 翡翠轻声安慰着 鹰哥也道 翡翠姐姐说的对 就拿奴婢的老子娘来说吧 怀奴婢那小兄弟时 头三个月也是各种折腾 吃什么吐什么 连喝口水都能吐出来 可三个月一过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啥都能吃了 胃口还非常好 一天都能吃上五六顿 奴婢那小兄弟生下来 白白胖胖的 咳着人喜爱了 米了米唇又接着说道 而且 奴婢听老辈人说了 越是在娘胎里折腾的孩子 生下来就越聪明 越有出现 咱们的小公子呀 将来指定是个有能耐的 他小小的拍了胡适一记马屁 被两个丫鬟这么一缝着 胡适的脸色好了许多 摸着肚子的 我呀 也不指望他有多大的能耐 能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心底却十分得意 王太医和韩太医呢 这两位 你们可得好生伺候着 我这一胎呀 还都指望着他们呢 胡适忽然说道 翡翠和鹰哥兜不住地点头 夫人就放心吧 这点道理 奴婢还能不懂吗 翡翠像想起什么似的 眉头皱了皱 有些忐忑地道 夫人 世子夫人那里 会不会怪罪啊 胡适的脸一下子 就沉了下来 哼了一声 怪罪 他能怪罪谁 也不是我想动胎气的 这不是赶巧了吗 王太医和韩太医 也是王妃亲自派来帮我安胎的 哼 管他怪谁 反正怪不到我头上来 毕竟是大小姐病了 世子夫人难免着急 奴婢就怕世子夫人 会迁怒到咱们身上 翡翠还是非常忧心的 思农过来请的时候 他就想着 有王太医在就行了 让韩太医过去瞧瞧呗 可夫人就是不许 非得要两位太医 都在跟前候着 他一个做奴婢的 能有什么法子呢 奴婢也是担心 思农和思雨回去说嘴 世子夫人恼了咱们 继而世子爷和咱们公子 再起了嫌隙就不好了 翡翠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那思农和思雨 可是世子夫人跟前 最体面的大丫鬟 两个人跪在夫人跟前 直磕头 夫人都没许寒 她一过去 这不是打世子夫人的脸吗 眼下夫人有孕 王妃骗着夫人三分 可是王府说到底 还是世子爷和世子夫人的呀 世子夫人现在忍了这口气 那以后呢 翡翠都不敢想下去了 连带着英哥 也是满脸的不安 能坐到主子身边 大丫鬟的位置 就没有笨的 秋后算账 还能不明白吗 唯独胡适 不当一回事 是本夫人让他们跪的吗 还不是他们自个儿跪下的 想着以此 来要挟本夫人 休想 这冒几儿小小的人 身边就七八个奴婢伺候着 能有什么急症 哪里就不能等等了 不过是个丫头骗子 金贵什么呀 待我肚子里这一胎生下来 哼 世子夫人算什么呀 还不是生不出嫡子 她那个好二嫂 也是个性子毒的 姨娘虽没抬一个 但通房丫头却有四个 不也没生下一男伴女吗 八成啊 是没生儿子的命 只要他能成功生下嫡子 这进王府以后 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翠翠和英哥又对看了一眼 眼底的优色更重了 夫人这是钻进了死胡同里 戳不来的 就算世子爷没有儿子 不是还能过季吗 府里可是还有五位公子爷的 跟世子爷一母同胞的 除了他们三公子 还有个四公子啊 而且王妃最疼的是四公子 可瞧了瞧夫人的脸色 翡翠和英哥就不敢再劝了 胡氏是得意了 胡氏都气得快把牙咬碎了 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私农私语是他身边的大丫鬟 就是在王妃跟前 也是给三分体面的 胡氏却这般折辱他们 这哪里是折辱丫鬟啊 分明是不把他这个嫂子 放在眼里 这还没怎么样呢 就这般目中无人 若是真让他生下府里的嫡长孙 那还有他占了地儿吗 胡氏眼底闪过阴毒的光芒 吩咐丫鬟道 去瞧瞧吴嬷嬷回来了没有 他得跟吴嬷嬷好声合计合计才是 吴氏气泪回吴氏 忍不住对婆婆也怨恨起来 他嫁过来也好几年了 婆婆虽说给了他一部分的管家权 开始他还挺感激的 谁知道一上手才知道 这靖王府啊 早被婆婆把持的跟铁桶一般 到处都是他的人 自个压根就什么也做不了 也就白当个管家的名而已 他就不信 这么大的动静 婆婆能不知道 既然知道了 却无动于衷 这时根本就没把冒姐这个孙女当回事呢 一想到这儿 他就恨得抓心抓肺的 替冒姐委屈 也替自己委屈 就如吴氏想的那般 靖王妃还真知道 两个儿媳院子闹的这番动静 甚至连吴氏从沈氏院子请的大夫也知道 她的脸色便有些不好看了 这个吴氏 王日见她行事也是很稳重的 怎么就这样急躁 靖王妃不满地道 施嬷嬷忙劝 世子夫人也是担心大小姐 一时失了分寸也是有的 靖王妃却仍捧着脸 明知道弟妹动了胎气 她不说过去帮衬一把 反倒还跟着添乱 冒姐能有什么事 怎么就不能等一会儿呢 就这么点子事 就慌了手脚 让我怎么放心把王妃交到她手上 压根就没想过 她这个做婆婆的都没去帮衬 凭啥要求吴氏做嫂子的过去帮衬呢 何况 人家亲闺女还病着呢 这不是典型的 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吗 施嬷嬷知道王妃对世子夫人 没能给她生下嫡孙 一直耿耿于怀 连带着对两个孙女也不喜 平日极少见她们 就是见了也淡淡的 她虽然觉得 王妃这样冷着世子夫人不大好 但也只能委婉地劝 毕竟她再有体面 也只是个奴才 王妃总有老去的一天 最终禁王府 还是世子夫人当家做主 她提前卖个好 以后世子夫人念在她 识圈的份上 也能善待她呀 想到这里 施嬷嬷又劝 世子夫人还年轻 王妃您多交上两年不就是了 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不是 就是看在世子爷的面子上 您也得多给她几分体面 茂吉儿到底是 世子爷的嫡长女 您这里若是没有表示 世子爷岂不是要伤心了 秦王妃眼皮子一翻 行了行了 你个老货就是心软 她若是能给我生个嫡孙出来 我能不处处捧着她吗 还不是怪她自己没本事 晋王妃嘴上虽然这般嘀咕着 到底还是使人去瞧了冒结 还送了些补品和几样精致的小玩意儿 东西送到的时候 吴氏正和吴嬷嬷说话呢 吴嬷嬷是吴氏从娘家带过来的 原是在吴氏母亲身边服侍的人 吴氏嫁入晋王府 吴母不放心 便把自己身边最倚重的嬷嬷 派过来帮着女儿 这两天 吴嬷嬷的小孙子不大好 她便告了假回家去看孙子 谁知道她一走 院子里就出了事 吴氏把事情经过一说 吴嬷嬷也挺气愤 其人太甚 夫人适合打算呢 吴氏眼底一闪 手里的帕子紧了紧 嬷嬷 我就是不甘心 我的冒结儿心结儿 多讨人喜欢 怎么就入不了她的眼呢 世子爷都没说什么 她倒嫌弃上了 胡适肚子里那团肉 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呢 怎么就比我的冒结儿金贵了 孟孟您是没瞧见 竟然冒结儿是有多危险 差点 差点就喘不过气来了 说不是从大嫂那起来了柳大夫 我的冒结儿就耽误了 说着吴氏的泪就落了下来 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啊 若是冒结儿有个好歹 这不是生生摘了她的心肝吗 既然她这般猖狂 那还是别生的好 吴氏眼底好似脆了毒 吴萌萌立刻就明白了吴氏的意思 刚要说什么呢 外头静王妃派来瞧冒解的华嫣就到了 两人对看一眼 吴氏便扬声让人进来 华嫣说了几句 王妃非常担心大小姐之类的场面话 放下东西就告退了 吴氏望着婆婆使人送过来的东西 更加来气 恨不得能把这些东西全都扔出去 嬷嬷 您瞧见没有 就这么点子东西来打翻我呢 我这个世子夫人坐着 还有什么意思 她气得胸脯急速地起伏着 吴萌萌怕她气个好歹 忙帮她顺气 哎呦 夫人哪 快消消气 不值当 气坏自个儿的身体 停了停又等 夫人的意思 老奴懂 只是 夫人听老奴一句 再等等 等等 吴氏脸上若有所思 吴嬷嬷的意思是 吴嬷嬷点了点头 小声的当 老奴瞧 三夫人怀的这一胎呀 不达对劲 虽说 也有夫人头三个月折腾 可也没像她这个折腾法呀 三不五时的就动胎起 这不正常 老奴觉得 她这一胎呀 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 夫人 您就坐等着瞧吧 何必脏了自个儿的手呢 真的保不住 吴氏再次确认 吴嬷嬷郑重点头 老奴也活了大半辈子了 啥样的孕妇没见过呀 三夫人这样 肯定是不正常的 那就好 吴氏呈出了口气 这我就放心了 就让她张狂吧 我就看她有什么好下场 吴氏心底畅快多了 吴嬷嬷眼睛一闪 又道 夫人 当务之急 您还是得急早生下嫡子才行 眼瞅着 连四公子都要娶亲了 吴氏面色一苦 抱怨她 嬷嬷 我何尝不想替世子爷生个嫡子 那苦药之子也不知道喝了凡几 可我这肚子就是不争气了 吴嬷嬷和尚不明白呢 世子夫人所受的委屈 她都瞧在眼里 她想了想到 老奴找人打听了 说是城外北边三十里啊 有个尼姑庵 两年前来了一位老尼姑 颇有些道行 尤其在夫人生子上十分的灵眼 待过些日子 老奴替夫人去求一求 能行吗 吴氏先是一喜 随后又灭露遗色 这两年 她不仅用了不少的偏方 求神拜佛的事也没少做 可心愿还不是都落空了吗 夫人放心 这一回啊准没错 这事老奴是找一个 香蕉多年的老姐妹打听的 她还带老奴亲眼去 瞧了那怀上身子的妇人 针针的 吴嬷嬷信誓旦旦的道 这样吴氏心底也生出了希望 那就有劳嬷嬷了 若是我能成功怀上身孕 嬷嬷是第一大功臣 吴嬷嬷摆摆摆手 什么功臣不功臣的 夫人 您是老奴看着长大的 老奴就盼着您好 顿了一下又道 世子爷身边啊 你也该再放一个人 老奴觉得 丝农就不错 她是陪嫁丫鬟 一家子的身体 都捏在您的手里 出不了什么幺蛾子 咱们双管齐下 您若是成功生下嫡子便罢 若是不能 不是还有私奴吗 到时您把孩子抱到跟前养着 跟嫡子有何差别呀 吴嬷嬷顺势劝道 这一回 吴氏没像以前那般抵触了 实在是接受了刺激 让她明白 若是没有个儿子 她的世子夫人的位置 都是不稳的 连带着她两个闺女 都跟着受委屈 行 就按嬷嬷说的办吧 吴氏咬牙点了头 晚上 吴氏又在夫君徐叶跟前 上了回眼药 世子爷 不是妾身气凉小 实在是 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擦了擦眼角 才诱导 也是没有看到 咱们冒简儿那个样子 妾身都吓得脑子蒙了 若不是大嫂院子里 有个医术高明的柳大夫 爷您可能 就见不到冒简儿了 说着 就嬰嬰地哭了起来 徐叶身侧的手紧了紧 最终 拍拍吴氏的后背 安慰道 你受委屈了 然后又加了一句 回头好声 谢谢大哥大嫂 这让吴氏心中十分不满 却只能把头 靠在夫君肩上 无声地流着泪 在吴氏看不到的地方 徐叶紧抿着嘴唇 眼底全是阴霾 冒简儿是她的长女 又生得浴血可爱 初为人妇的她 自然十分地疼爱 可她的母妃 对她两个女儿 却不大喜欢 这她是知道的 作为儿子 她不能说什么 就想着 母妃不喜就不喜吧 反正有她这个父亲疼着 她没有想到 母妃会忽略冒解至此 她活生生的闺女 连块是啥都不知道的血肉 都比不上 这样她怎能不气愤心寒呢 儿子 她一定要有儿子 徐叶握紧了拳头 眼底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这一夜 徐叶拉着吴氏折腾了大半宿 就为了生敌子 沈梅回到院子的时候 徐又已经回来了 她如小鸟头铃般地飞扑了过去 笑嘻嘻地在她面颊上签了两个 这是给你的奖励 家人送香吻 徐又自然是乐得接受的 不过她仍是痒痒眉的 薇薇怎么就知道事办妥了 沈薇摆出一副 本人能掐会算的样子 拍着徐又的马屁 有咱们郡王爷出马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啊 怎么样 我说的对吧 徐又瞧着沈薇那得瑟的小模样 心里顿时痒了起来 猛地把她拽到腿上抱着 对对极了 不仅事办妥了 海底夫人又多要了不少人来 真的 沈薇惊喜 徐又点头道 自然是真的 而且还都是从军卫军中挑的好手 太好了 沈薇欢呼一声就要跳起来 却被徐又牢牢地哭住 温热的唇就贴了上来 薇薇准备怎么奖赏为夫啊 沈薇眨着纯真的大眼睛 你想要什么 那纯真又妩媚的样子可魅惑人了 徐又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都起了变化 薇夫要什么 薇薇还不知道吗 晚上 她拉着沈薇的手朝自己身上摸去 沈薇心中笑骂真是个色皮 眼睛却依旧眨呀眨的 晚上 晚上怎么了 那俏皮的样子让徐又恨不得立刻把她压在身下 她是这般想的 也是这般做的 沈薇终于为她撩起的火付出了代价 还有两天就能搬去郡王府了 沈薇如快乐的小松鼠一般数着日子 她站在廊下 抬头看着高高的天空 只觉得天地开阔 一切都美好极了 就在沈薇心心念念盼望着搬出郡王府的时候 京中却出了一件大事 有人把秦相爷家的小公子秦木然给告了 告他强强民女 而且大理寺还接了壮旨 这一下京中哗然 纷纷打听是哪家那么不畏强权 居然连秦相爷的小儿子都敢告 秦木然是没啥了不起的 但他后台硬啊 他爹是当朝宰相 他姐姐是宫中的淑妃娘娘 他外甥是当朝风头最贱的二皇子殿下 这么些有分量的大人物护航 谁敢得罪他呀 明知道他是个欺男霸女的货 所到之处 大家还得点头哈腰 陪笑奉承 可现在偏有人不怕死的 把他给告了 怎能不令人侧目呢 纷纷猜测着 是不是告状的这家 后台更硬啊 沈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嘴巴都张大了 哼 这货又出来为货人间了 不是说被他吓破了胆子吗 这才几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还长出息了 以前还只是在街上摸一把捏一把 眼影上调戏调戏 现在都把人抢进府里了 这作死的凶孩子 被抢的姑娘是谁家的 沈薇问小迪 小迪是暗卫中专属刺探消息的 这段时间外头关于禁王府的各种留言 全都是他操作的 这事儿问他准没错 是承东张秀才家的小闺女 叫张元娘 今年刚十六 上头有两个哥哥 她是最小的 在家里颇为受宠 长相如何 是不是非常漂亮 沈薇继续吻 眼底充满了性味 小迪点头 虽不说是倾国倾城 但也算是个清秀的俏家人 据手下说啊 承东那一片 这个张元娘是最出众的姑娘 长得好 性子好 人还勤快 还识字 沈薇一想也是啊 若是个丑如叶叉的 也不会为其木然那小子 抢进府里去了 十六了 定清了没 沈薇忽然想起这个问题 定了 是张秀才好友家的儿子 那家姓尚 尚夫也是个秀才 算是门当户对 两家住在一条街上 张元娘和那后生 自小青梅竹马长大 去年定的婚事 成亲的日子 就在下个月初六 也不过 还有十天左右的样子 小迪把情况打探得可清楚了 真是作孽啊 这不是毁了两家人吗 姓秦的 就该添打雷劈 沈薇眼底满是厌恶 后悔上次没有废了她 对了 那姑娘不是下个月就成亲了吗 怎么没在家备嫁 咋还出来呢 定了亲的姑娘 不是该在家里绣嫁妆吗 小迪道 小门小户的人家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也是巧了 那姑娘去绣坊买绣线 回来的路上 被秦木然撞上了 秦木然就是个色胆包天的 瞧见人家姑娘长得好看 就上前调戏了几句 那姑娘是个姓烈的 怒斥了她几句 秦木然瞧惯了低眉顺眼的 咋一瞧见这性子烈的 觉得新鲜 顿时动了心思 便把人给抢了 还是张家直到日落 也没见闺女回家 出去找 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也不见闺女的踪影 都差点爆关了 最后还是那路边摆摊的小贩 瞧见了秦相府公子 抢人告诉他家的 张母当场就晕倒了 当时小迪 一接到下头人 传回的消息 就赶了过去 就引在人群中看呢 那场面可惨了 张母被救醒之后 就哭着要女儿 围观的人 也都三三两两地议论着 无辜替张元娘 替张上两家可惜 感叹着多好的闺女啊 就这般被毁了 多半配的小儿女啊 生生地被拆散了 张元娘那未婚夫叫上智 当下就红着眼睛 拎着刀 要去秦相府拼命 被家人死活拦了下来 那个文质彬彬的 书生模样的少年 脑袋直垂地 手上血肉模糊 抱着头蹲在地上 直揪自己的头发 那情景 真是让人 闻者伤心 观者落泪呀 那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 让去大理寺告状的 沈威突然问道 一般的老百姓告状 都去经兆府 张家怎么会想到 去大理寺呢 区区一个秀才 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识啊 应该是有人 给他家指了路 果然 小迪笑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哎 张家 开始失去的经兆府来着 可经兆府 一瞧他们告的是 秦相爷家的小公子 哪里敢接壮旨啊 属下奸他们实在可怜 一直到大理寺卿 赵大人是个正直的好官 便使人给他们指点了一下 我就说 凭他们家 肯定想不到去大理寺 原来是小迪 你给指的路啊 干得好 沈威恍然大悟 赵大人可是最不畏强权的了 这一下 秦相爷可麻烦咯 沈威脸上满是幸灾乐祸 秦相那老头 瞧着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不知为何 他就是瞧他不大顺眼 一点好感都无 就是就是 明日御史坦和秦相爷的奏折 估计对得这么高 小迪兴奋地比了一下 他也是个看热闹不怕风大的 而且 就他们家那小色鬼 还想肖想郡主 这旧账他还没忘呢 沈威眼睛一眨 神秘地朝小迪勾勾手指 哎 这事咱们也猜一下怎么样 扇个风 点个火 再焦点油什么的 咱把火 给夹得旺旺的 反正 秦相爷朝堂上的政敌 估计多着呢 他们隐在幕后 秦相爷能知道是哪个 小迪也是一脸兴奋 可行 回京城这些日子 每天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把他给憋去坏了 哪里有在西江的时候 又是剿匪 又是刺杀来的刺激有意思 现在郡主好不容易起了兴致 愿意带他寻乐子 他怎么会傻得拒绝呢 来来来 咱俩先合计合计 沈薇和小迪两个 就头碰头的商议了起来 在窗户底下看书的徐佑 则无奈的看着这两个凑在一起 连天都敢翻过来的女人 罢了 小四啊 这事憋坏了 就让他玩玩吧 大不了他帮着将尾巴 收拾干净就是了 而且 他昨晚似乎得罪了他 打早晨起来 这丫头就没给他好脸 沈薇和小迪小声嘀咕着 秦相府还有咱们的人吧 沈薇问 小迪点头 还有三个 一个花匠 一个外院洒扫的小丫鬟 还有一个 刚好就是请木然院子管香料的 这么多呢 沈薇有些意外 他本来觉得 能混进去一个就不错了 没想到有三个 真是太给力了 沈薇冲小迪 说了说大拇指 回头啊 你就传消息过去 让他们上心点 别让那姑娘死了 若是被人逼死了 哪个来指控起木然呢 到时候 秦相爷跟淑妃娘娘 在运作一番 指不定就让他脱了罪 嗯 最好能把那姑娘 给偷换出来 你们暗卫中 有一容高手吧 沈薇提出自己的建议 有的 小迪连连点头 平凡无奇的小脸上 满是兴奋的光芒 郡主这主意好 属下这就去办 哎妈 这真是太刺激了 若不是他还得回来听 郡主的差遣 他真想自个儿 亲自上阵 易容成那个张园娘呢 小迪下去之后 沈薇站起身 打了个哈欠 目光正好和窗户底下的 徐佑对上了 沈薇不客气地 送他一枚大白眼 外加哼了一声 这人呢 肯定是色鬼投胎 昨晚不顾他的抗议 折腾他一整夜 他这么好的体力 都被这丝磨得 忍不住求饶 以后谁要是再跟他说 这妖孽身子鼓入啊 他肯定催他脸口水 徐佑放下书走了过来 讨好的道 累了 为父给你捏捏 沈薇打开他的手 身子一扭背对着他 早干什么去了 昨晚他求他停下的时候 他干了吗 现在才来献殷勤 晚了 徐佑也不气馁 继续道 要不 为父带为为出府逛逛 你想买啥 全记在为父的账上 沈薇眼睛一闪 有点心动 随即又一想 这妖孽的私房银子 全在他这儿呢 记他账上 还不得自己还呢 于是 他哼了一声 继续背对着他 徐佑摸了摸鼻子 再接再厉 微微不是对秦相府 挺感兴趣的吗 要不咱晚上 也过去凑凑热闹 沈薇眼睛猛的一亮 依旧不为所动 小声嘀咕着 要凑热闹 我自己不回去啊 是要跟你一起 徐佑只好继续 抛出诱饵 要不 为父手底下的人 再寄给薇薇用用 真的 这回沈薇终于有反应了 实在是这个诱饵 太吸引人了 这妖孽是暗夜之皇 他手底下 那可是暗夜之王啊 比祖父给他的暗卫强多了 真的真的 为父的 还不就是微微的吗 随便使唤 随便用 为了哄好媳妇 别说是把影卫出界 就是龙卫 他也是不吝啬的 那行吧 本郡主就勉强原谅你了 再有一次 转身 前走 出门 继续走 走得远远的 不许回来 沈薇高抬着下巴 女王范儿霸气十足 是是 多谢郡主娘娘开恩 小子记住了 为了哄媳妇 清冷的贵公子 瞬间变成了 油腔滑掉的花花公子 秦相爷 是在大理寺 差役登门拿人 才知道 自己的小儿子 抢了民女入府的 顿时大怒啊 那小畜生呢 让他给我滚过来 秦相爷亲自发了话 自然有小丝飞奔着 去寻其木然 大理寺的差役可尴尬了 若是可能 谁愿意得罪 全世滔天的 一朝宰相呢 相爷谦调 属下等也是奉命办事 这苦主的家里 递了壮旨 我们大人也很为难呀 转过身 秦相爷的态度 十分可亲 赵大人的为人 本相是知道的 定不会冤枉了好人 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犬子这事 本相确实不知道 等我问过他 若真有此事 不用你们动手 本相亲自绑他去大理寺 一番话说的是 大义凛然呢 差役松了口气的同时 自然是连连称事 人家是一朝宰相 就是阻拦他们拿人 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小丝飞奔至秦木然的院子时 秦木然还正搂着丫鬟鬼混呢 被打断了 自然没什么好生气啊 哎呦喂 哪个胆子包天的 敢搅了小爷子好事 不要命了 秦木然的狗腿子 苦着脸硬着头皮上前 公子 相爷找您呢 快点吧 秦木然一听他爹找他 顿时慌了 猛地把搂着的丫鬟推到一边 跳下床 在地上找起了衣裳 还快死定了 扶持小爷跟衣 若是去迟了 他爹还不定怎么收拾他呢 门外的奴才才敢推门进来 手忙脚乱地帮秦木然穿衣裳 可知道 我爹为什么找我 不会是有心血来潮 想要考教他学分吧 他不是已经放弃了自己吗 对他爹骂他 不上进不学无术的话 他向来是不当回事的 家里有大哥一个能干的 还不够吗 他生在这样的家里 就是为了享福的 谁那烦念老十子的书啊 公子 这回事闹大了 宁左不是带了一位姑娘回来了吗 那姑娘家里把你给告了 大理寺差役上门来拿人 老爷生气了 让你赶紧过去 一个小子胆战心惊地说道 啥 你说啥 把小爷给告了 谁这么大胆子 还敢告小爷 上门拿人 喂 你们怎么办事呢 怎么还不打出去 秦木然可惊讶了 满京城谁不知道 他秦木然的亲爹是相爷啊 亲姐姐是书妃娘娘 亲外甥是二皇子 居然还真有人不怕死敢告他 不知道衙门 就是他家说了算的吗 随即 他一拍脑袋 道 哎 对了 我昨天带回来的姑娘呢 另一个小子道 在厢房里关着呢 秦木然想起来了 昨日他在路上 瞧见了一个颇为清秀的小家碧玉 他一时心痒 就上前撩拨了几句 没真想 那家人还是个个性烈的 那因愤怒而飞红的小脸 那倒树的柳梅 更惹得他心头痒痒 索性便把那姑娘弄回了府里 回了府 他就迫不及待地要一亲方泽 谁知 那姑娘是又抓又踢 死活不从 瞅着机会 还想撞墙寻短剑 弄得他是兴趣全消 直接就让人把他捆起来 扔在了厢房里 秦木然穿好了衣裳 直接就向他祖母的院子奔了去 压根就不顾身后的小厮呼喊 他又不傻 差役都上门拿人了 依他爹 那个不讲情面的性子 肯定会把他交出去的 他可不想进监狱啊 现在府里 唯一能护住他的 就是祖母 祖母救命 救命啊 我爹要抓我去监狱啊 秦木然边跑边喊 秦老太君一听 这还了得 当下就把秦木然 护在了怀里 你爹这又是要出什么 妖蛾子 乖孙不怕 有祖母在 我看哪个敢动你 一根手指头 去 把你们相仪给我喊过来 我倒要问问他 又发哪门子邪火 我怪孙是招他了 还是惹他了 秦木然呢 则趴在他祖母怀里 得意地笑了 哼 还是小爷我聪明 秦相爷来得很快 刚给他母亲 秦老太君行了礼 就迎来他母亲的怒骂 你又在朝堂上 受了谁的气 人个儿这么贵 你吓唬他做什么 有你这样做老子的吗 你要是把我的拐孙 吓出个好歹来 我也不活了 你是不是非要气死我 才成啊 而趴在他怀里的秦木然 则事事做出 瑟瑟发抖的样子 好似害怕极了 这就更让秦老太君心疼了 瞧你把然哥吓的 你小的时候 我跟你爹也是这样对你的吗 秦相爷都快要气死了 这个死小子以为找了靠山 他就拿他没办法了是吧 母亲 您可知道这小畜生做了何事 秦老太君怒瞪着他 然哥小孩子家家能做什么事啊 不外乎就是淘淘气罢了 你小时候比他还逃呢 我跟你爹有打过你吗 孩子犯了错 你慢慢教就是了 动辄又打又骂 难怪然哥见了 你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要斗威风 去朝堂上斗去 斗你老子娘跟前 逞什么威风 今儿你就是说破大天 我也不容你动然哥一根指头 听着他母亲毫无原则的偏袒 秦相爷按捺住心中的怒火 他哪里是淘气 他胆子大着呢 都敢抢抢民女了 人家姑娘家里一撞告到了大理寺 柴翼还在外头等着拿人呢 秦老太君听了儿子的话 也有些惊讶 不由看向自己怀里的乖孙子 然哥 你真抢了个姑娘进府 秦目然头也不抬得点头 嘟囔着他 我昨儿喝了点酒 一时没有把持住 秦相爷就更来火了 还学会找借口了 母亲 您可是亲儿听到的吧 你松开手让那个畜生过来 外头的差役还等着呢 秦老太君本来还有些震惊的 一听儿子说 要把孙子交出去 顿时就不乐意了 不行 谁也不能把我乖孙带走 闻听消息 匆匆赶来的董事 也跟着嚷嚷 老爷 然哥可是你亲儿子 你怎么能把他送监狱里去啊 你真是送他去死 秦相爷气得直 跺脚 哎呀 妇人之人 妇人之人 就因为你们宠着他 护着他 他才床下如此大祸 他连民女都敢抢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 人家都告到大理寺了 大理寺请赵大人最是铁面无私 派上差役上门拿人 他能不去吗 祖母啊 我害怕我不去 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 我不要去监狱啊 祖母 救我 秦穆然生怕被他爹抓走 把他祖母抱得更紧了 秦老太君和董事的心都疼得一抽一抽的 派着秦穆然的后背安慰他 好好好 乖孙不怕 有祖母在 不怕 抬头看向秦相爷 你身为一朝丞相 连这点面子都没有吗 然哥若是被差役带走下了大狱 你相爷的脸上就有光了 就是就是 老爷你是丞相 连这点小事都摆不平吗 不行 妾身就进宫去找淑妃娘娘 去求二皇子殿下 反正 谁也不许带走我的然哥 董事也跟着说道 秦相爷不由气节 合着在他们眼里 衙门就是他开的 他虽贵为丞相 却还不能一手遮天呢 那御史台的御史门 是摆着好看的吗 居然还想着把淑妃娘娘和二皇子殿下扯进来 女人就是头发长 简是短 可眼前这妇人 一个是自己的老妻 一个是自己的老娘 秦相爷再起又能如何呢 母亲 这小畜生可是犯了法 那姑娘还正关在他院子里的厢房呢 这是我能包庇得了的事吗 董事不以为然的道 不就是抢了个姑娘吗 不过是个平民之女 然哥纳了他给个名分 让他们家把状子撤了不就行了吗 秦澳台军也附和他 对 一介平民之女 能进相府这是多大的福气 你去 让他们家把状子撤了 咱台内姑娘进府 任凭秦相爷说干了嘴 秦老太君和董事就是寸步不让 死活都不把秦木然交出来 最终他无功而返 差役自然也没能拿到人 秦相爷坐在书房里长虚短贪 心腹幕僚上前献祭道 相爷 老太君和少夫人的法子 倒不失为一个解决之道啊 秦相爷皱了皱眉头 说道 大力思卿赵大人 可不是个好说话的 小儿子闯了祸 他气愤之后却还是得管 再怎么不好 那也是他的骨血呀 何况 这里头还夹着他母亲和董事呢 然哥是母亲的命根子 然哥若是有个什么好歹 他怕他母亲会挺不过来呀 木聊微微一笑 赵大人在铁面无私 还不许哭嘱 自个儿撤撞子的吗 秦相爷叹了口气 唉 也只能如此了 你去寻那家商量吧 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都答应下来 若是要银子 也给他们 务必把这事撕了了 相爷放心吧 在下一手帮您把事办好 木聊拍着胸脯保证 木聊下去之后 秦相爷越想越觉得晦气 他倒不是真被小儿子气着了 这样欺男霸女的事 哪家的顽固子弟没干过呀 京中哪个月不发生好几起 唯独他家燃哥被人给告了 还是一撞告到大理寺 这其中恐怕是有人推波助澜吧 是谁呢 是谁在和秦相府作对呀 不把此人找出来 他无法安心呢 张元娘在买秀献归家的路上 被秦木然抢入相府 又害怕又愤怒 他想了 哪怕是死也不能对不起智哥 在秦木然逼迫他的时候 他是宁死不从 直接就撞了墙 谁知他命大 没寻死成 却把头撞得头破血流 那秦木然败了兴致 直接就吩咐人把他绑了起来 他惊怒 再加上失血过多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头上的伤已经包扎了起来 有阳光从窗户射进来 估摸着应该是五十 他动了动被捆了发麻的身子 才察觉到唇上干得厉害 肚子也咕咕叫得起来 他靠在墙上开始想 自己失踪了 家里还不定怎么着急呢 即便有人看见自己 是被秦相府的公子抢了 家里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爹只是个秀才 怎么敌得过全是滔天的相府呢 还有上家 本来他下个月 就要嫁入上家为席的 现在他是没那个福分了 就算是相府大发慈悲 放他归家 他也是失了清白的人 又怎能配上智哥呢 一想到他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 张元娘就不由悲从心来 滚烫的眼泪速速地往下掉 只觉得万念俱灰 恨不得就这样死了 当然 张元娘没有死成 不仅没死成 还被人趁乱救了出去 就那会儿 大理寺差役上门拿人 秦相爷等人都聚到秦老太坚的院子里 秦木然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那个管香料的丫鬟就趁机把张元娘给救了出来 本来他接到的命令是晚上行事来着 这丫鬟也是个机灵的 一瞧机会太难得了 就提前动手 原定的计划是给张元娘弄个替身的 这丫鬟一想啊 何必多此一举呢 张元娘不见了 不就可以给秦木然扣个杀人灭口的罪名吗 当秦相爷得知被小儿子抢进府的姑娘消失不见的时候 更加确定了此事的不寻常 若是说有人针对他小儿子设的陷阱 倒未必 毕竟没有那么巧的事 估摸着是这事出来之后 有人浑水摸鱼 在后头推了一把 至于是何人 秦相爷已经放弃追查了 毕竟他的政敌也是不少的 谁知道是哪一个呀 秦相府的笑话 是那么好瞧的吗 秦相爷的眼底闪过锐利的锋芒 滚 给我滚出去 我们小门小户的 没那个福分高攀秦相府 面对着上门说相的秦相府管事 张元娘的父亲张秀才 气得手指打哆嗦 做妾 她闺女好好地正事不做 凭啥非得自甘堕落地去做老实死的妾呀 她张家就不是那卖女求荣的人家 张元娘的两个哥哥也是愤怒异常 手中拿着棍子直接就抡了上去 我妹妹呢 赶紧把我妹妹放回来 丞相府就了不起啊 我就不信 这京城这么大的地儿 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还作妾 你们就是八台大叫台后妹妹进府做正事 我们还不乐意呢 那管事来时 是在任先生跟前放了大话的 任先生就是秦相爷身边那个心腹幕僚 叫任洪叔 府里都称他任先生 你一个平民能攀上秦相府 这是祖坟冒青烟撞了大运气了 只要不傻的 哪个不知道上前抱大腿呀 谁知道 这张家父子都是不识抬决的 不同意便罢了 还敢朝他动手 真是岂有此理啊 可把管事给气坏了 管事一边躲避着棍子 一边往后退 嘴里嚷嚷着 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 想吃罚酒了吧 还正是呢 你们多大的脸 还真是敢想 既然你们不识抬决 那就等着吧 别以为你们往大理寺 递了壮旨就能如何 那大理寺青赵的人 跟我们相爷关系好着呢 我们姑奶奶可是宫中的淑妃娘娘 小小的皮肤还想撼动大树 简直异想天开 我就看你们能落个什么好 管事狼狈的离开了 张秀才扶着门发出一阵咳嗽声 张元娘的两个哥哥 忙扔下棍子跑了过来 爹 您没事吧 张家老大担忧地问 回答她的是张秀才 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 张家老二连忙帮他轻拍后背 爹 您别急 小妹不会有事的 其实说这话 她自己都不相信的 那些全臣家的顽固子弟 能有好的吗 小妹还不定被怎么折磨呢 张秀才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咳嗽 喘着气道 虽说大理寺接了咱们的壮志 可官场上向来是官官相护的 也不知能不能把你们的妹妹给要回来 没负这一辈子 行得正做得端 没做过一切亏心事 怎么 怎么咱家就摊上这样的祸事啊 说着说着 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张家哥俩连忙安慰 爹 您别急 别急啊 儿子打听了 那大理寺卿赵大人 是个好官 最是贴面无私了 那定能帮咱们主持公道 您可得注意身体 那别小妹回来了 您却倒下了 小妹下月的婚事 还得您老出面招待客人呢 不提婚事还好 一提起婚事 张秀才的面容更加的愁苦 老大 一会儿去你尚伯父家看看 为父我 实在是没脸见尚兄的面了 跟你尚伯父说 他们若是要退婚 咱家 没有一丝怨言 不行啊爹 下个月就是婚期了 怎么能退婚呢 张家老二立刻反对的 退了婚 小妹这一辈子就全毁了 张家老大也不赞同 爹 小妹跟阿智从小在一块长大 他俩的感情 怎么都是看在眼里的 阿智 绝不会愿意退婚的 而且退了婚 那小妹怎么办 张秀才苦涩一笑 难道为父想退婚吗 阿智这孩子 打小就懂事人意 待元娘又好 是打这灯笼也难找的好夫婿啊 可咱家摊上了这事 不能把你尚伯父家 也连累了呀 就是咱们赢了官司 元娘平安回来 但她毕竟 毕竟 还能嫁给阿智吗 就当 他们是没缘分吧 爹 阿智他不是那样的人 上家也不是那样的人家 爹 您跟上伯父相交了半辈子 那还不清楚她的伟人啊 他们 是不会嫌弃小妹的 张家老大道 据他所知啊 阿智现在 还被尚伯父绑在屋里 不敢放出来呢 就怕他一时冲动 再找上秦相辅去拼命啊 张家老二连忙附和 对 上家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了 就算他们嫌弃小妹 有我们哥俩在 总不会让小妹无依无靠的 张秀才依旧苦笑 却没再说什么 现在说的再多又有何用呢 还是等着大理寺的审判结果吧 原娘是她捧在手心 教养大的闺女 是好是歹 她都忍 只要人能平安回来就成 秦相辅的管事 没有把差事办好 到任先生跟前 自然是大大的上了张家一番眼药 任先生听了 没说什么 就打发她下去了 人都没了 还抬个毛线进府啊 大理寺可热闹了 城东的张秀才 状告秦相爷家的小公子 秦木然 抢抢了他家闺女 差一上门拿人无功而返 第二日 秦相府出来了个管家 反倒把张家给告了 说张家诬陷他们小公子 抢抢民女的事 压根就不存在 说得信誓旦旦的 还说 若是不信 可以进府搜查 这一下 可把众人给弄糊涂了 那秦小公子 抢抢了张家闺女 不是有许多人亲眼看到了吗 怎么转眼之间 就成诬告了 那张家闺女 到底哪儿去了 别是被杀人灭口了吧 众人一想到这一点 齐齐打了个冷战 到下午的时候 张家又递了一张状纸 除了状告秦木然 抢抢民女 还夹了一条 那便是杀人灭口 状纸上声泪俱下 哀求青天大老爷 替民做主 还他们家闺女 大理寺卿赵大人 看着摆在眼前的 两份诉状 想起秦相府 那个管家 俱傲的样子 脸上闪过气氛 对于此案 他是心知肚明的 就是那秦相爷的小儿子 抢抢了张家的闺女 昨儿啊 他派人上门拿人的时候 秦相爷明明没有否认呢 只隔了一晚 却变了副嘴脸 这其中的蹊跷 不说他也明白 不是杀人灭口 就是张家姑娘 被藏了起来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是十分棘手的 连那几个木鸡 请小公子抢人的 小贩和路人 也都闭口不言 无论怎么询问 都是摇头答不知 这让他十分的憋屈 明明知道那是凶手 却因为没有证据 而奈何不得 这让一向 那以轻正连结铁面 无私自称的赵大人 如何能不愤怒啊 尤其是那秦小公子 还在酒楼中 跟他的狐朋狗友 大肆炫耀 连赫赫有名的赵铁面 遇到了他 也得低头 不少人 包括他最信众的师爷 都劝他结案算了 何苦非要得罪秦相爷呢 得罪秦相爷 就等于得罪了 宫中的淑妃娘娘 和二皇子殿下 随便哪一个 发一句话都够他喝一壶的了 何必呢 何不卖秦相爷一个面子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多好啊 可赵大人就是不甘心的 他既然认了这个大理寺卿 若是不能为民伸张正义 这官做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于是 他就把这案子拖着 日日派人去秦相府外的转悠 期望能有所发现 郡主 咱们是不是 好心办了坏事啊 小迪有些不安地看向沈薇 埋在秦木然院子里的案子 擅自做主 提前把那张元娘 弄出了秦相府 以至于让秦相府 有机可乘 这样小迪很是不安 沈薇也是眉头紧簇 案子把张元娘提前弄出来 她当时也是赞同的 也觉得能给秦相府扣个杀人灭口的罪名 没想到秦相府反应这么快 索性推开全部承认了 反正除了秦木然身边跟着的小厮外 再没有人证物证了 要想把秦木然绳之以法 还真就不大容易呢 晚上你带几个人摸进相府瞧瞧 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重点去秦木然的院子探探 我就不信 她能把所有的尾巴都收拾干净 沈薇思索了一会儿 道 是 属下知道了 小迪郑重答道 沈薇抬起头又问 那个张元娘安顿好了吗 藏稳妥点 被情相爷找到是小事 暴露了咱们可就不妙了 一朝宰相呢 隐在暗处搞点破坏 添点麻烦就行了 暂时她还不想跟她对上 小迪点头得意地道 郡主放心吧 秦相爷就是把京城翻过来 也是找不到人的 这点自信小迪还是有的 不然他们这些暗卫也不用再混了 早就被人把老卧给掀了 当晚 沈薇一直没睡 在等着小迪的消息 她坐在灯下 手里拿着一本书 半天也不见翻上一眼 一看就知道 思绪不知飘到了哪儿去 靠在床头的徐佑 十分的怨念 望向沈薇的目光 忧愿地跟喝了十斤老醋似的 她媳妇对城东那秀才闺女 明显比对她还要伤心呢 这让她脆弱的小心肝很是受伤 非常的受伤 非常非常非常的受伤 以至于她都在想 是不是想个法子帮赵铁面一把 把那倾向的小儿子弄进大牢里去待着 这事一天没有结果 她媳妇就跟着操心 她媳妇一操上心 哪里还有功夫理她呀 对 姓秦那小子太可恨了 太妨碍她抱媳妇了 徐佑恨恨地在心里下了个决定 屋外响起了脚步声 沈薇猛地站起来 就见梨花领着小笛匆匆进来 她穿着一身夜行衣 看样子是从秦相府出来 就直接过来了 怎么样 有没有打探到什么 沈薇急急问道 小笛摇头 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劲 郡主 我们根本就不敢靠近主院 刚进去没多久就差点被发现了 郡主 秦相府不太对劲 上次咱们去的时候 相府的防卫还没这么森严 沈薇不以为然 估摸着 是上次被咱们闯了府邸之后 就加强巡视了吧 换了是她也会如此 自己家里别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怎么可能呢 小笛依旧眉头紧锁 郡主 不是这么回事 咱们的本事您是知道的 连咱们都差点出不来 由此可见 相府的防卫是多么森严 她秦相爷再是朝廷命官 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势力呀 她这是防着谁 小笛说出了自己的费解之处 听了小笛的话 沈薇也不由重视了起来 秦相府的防卫 这有那么森严吗 上次她可是很轻易就摸进 秦相爷的书房啊 即便是后来加强了 也不可能连小笛都差点陷进去啊 别人她不了解 可小笛那身轻功 那可是真是堪称鬼魅的 小笛点头 千真万确 想起之前的险状 小笛还心有余悸呢 这一下沈薇更来兴趣了 对小笛吩咐的 行 这事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歇着吧 若正如小笛所言 那她非得去见识一下不可 小笛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些什么 最终 什么也没说 就下去了 她的身影一消失在门口 沈薇就凑到许佑的跟前 一本正经地发出邀请 大公子 郡王爷 今晚的月色那么好 咱们出去溜溜吧 许佑痴笑一声 直指外头 示意她看 这小丫头还真能睁眼说瞎话呢 还月色那么好 明明外头黑漆漆的 连个月亮都没有好吗 沈薇转头朝窗外看了看 然后淡定地说 哦 刚才月亮还在的 这会儿啊 八成钻进云层里去了吧 估计这一会儿还是要出来的 还真是敢说呀 今儿可是阴天 别说月亮了 天上连颗星星都没有 徐游眼底带着笑意 没有说话 沈薇身子往前攻了攻 给句话 去 还是不去 沈薇笑得可好看了 去 自然要去 副畅副髓嘛 微微去哪儿 为夫自然就去哪儿 徐游义正言辞道 心中却副匪 唉 能不去吗 手都掐在自己脖子上 敢不去吗 真是个坏脾气的丫头啊 撒撒娇能死啊 非得搞暴力威胁 不过 她喜欢就是了 既然要去探相府 沈薇和徐游都换了一身夜行衣 为了保险起见 沈薇还弄了两个面具 扔给徐游一个 自己留了一个 徐游一瞧 哼 自个儿这面具是个猪头 嘴巴咧得老大 磕丑了 再瞧瞧她媳妇手里 则是个漂亮的小狐狸 心里顿时不平衡了 沈薇一个眼封扫了过去 你个大男人 要那么好看干什么 招风影蝶 听了前半句话 徐游很是不服 男人怎么就不能好看吗 不就是因为他长得好看 这丫头才乐意嫁给他的吗 但听到后半句话 徐游顿时没脾气了 招啥风影啥蝶呀 他哪里敢呢 一路上溜溜答答的 就到了秦相府 有徐游这个爵士高手在 沈薇自然不愿意费力气了 直接把手一伸 徐游认命地揽着他的腰 足下一点 就如落叶一般 飘进了高墙内 足下再一点 就上了屋顶 他们呢 也没有急着去 吉木然的院子 而是待在屋顶等待着 果然 不大会儿 就见假山那里 有黑影晃动了一下 他们依旧耐心地等待着 徐游拍拍沈薇的手 指着跟假山形成守望之势的大树 示意他看 沈薇定睛望去 那棵大树的枝叶 无风却动了一下 看来那树上也是有人的 此刻 沈薇的唇紧紧地抿着 全身都戒备起来 心到 小迪一点都没夸张啊 这秦相府真不亚于龙潭虎穴 不过 再是龙潭虎穴 今天晚上 他也要闯一闯 黑暗中 他的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全身的血液 都忍不住沸腾了起来 徐游放在 沈薇腰间的手 轻拍了一下 贴在他耳边轻声道 放松 微微放心 有为父在呢 沈薇一想 也是 不是有徐美男 这个逆天的妖孽在吗 他也是才知道 这妖孽打小就练就一身 内外尖绣的绝世奇功 那些所谓的江湖十大高手 在他跟前 压根就不够瞧的 若不是他体内的毒素 时不时的发作 他上次根本就不会受伤 徐游带着沈薇 巧妙的 避开了相府内的 名哨暗哨 流动哨 按着案子传出来的地形图 摸到了秦木然的院子里 刚把他屋子的窗户 捅个窟窿眼 沈薇差点没气死 尼玛 屋里正上演着 不能播的情节呢 沈薇面红耳赤 心中暗暗地咒骂起来 这个不要脸的秦木然 早晚死在女人手里 佛祖啊 菩萨 老天爷 赶紧打个雷 劈死他得了 其实 沈薇很想自己冲进去 已经结果了他 但想想这样做的后果 沈薇还是忍住了 薇薇想什么呢 徐又站在沈薇身后 沈薇惊了一下 差点没喊出声来 徐又的大手 及时捂住他的嘴 沈薇动腾不得 只好用胳膊肘捅捅他 示意他放开 可徐又却变本加厉 沈薇都快要气死了 刚还说秦木然是不要脸的 他身后这个 才是天底下最不要脸的 沈薇挣扎不开 集中生智 抬起脚踩在他的脚上 狠狠地碾搓 可一点都不起作用 徐又觉得刺激极了 还探什么相府啊 赶紧回府才是正经啊 徐又果断地抱起沈薇 施展出比近来时 还要诡异的身法 飞快地朝府外掠去 第二日清晨 沈薇睁开眼睛 徐又已经醒了 正指指头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呢 沈薇眨眨眨省的眼睛 斜思一向 玉手就勾上了徐又的下巴 伺候得不错啊 回头姐好好地伤你 那色眯眯的模样 跟大街上的顽固子地 如出一辙 伺候得不错 徐又危险地眯起眼睛 大手便漆了上来 这小丫头居然敢调戏她了 她胆子不小啊 得好生地管教一番 沈薇顿时很没骨气地尖叫了一声 双手护在自己胸前 左闪右躲 可是怎么也躲不开徐又的手 她在床上跟领麻花似的 最后干脆滚进了徐又的怀里 徐又你这混蛋快给我住手 她气喘吁吁地喊 她的眼睛像水一样清润明亮 包含着盈盈笑意 她的唇像初开的花朵一般娇艳 透着醉人的芬芳 她就在她的怀里 仰着头看着她 妩媚却又清纯 像山西间懵懂的小仙女 又像暗夜中 蒙着妖娃面纱的妖精 徐又的心顿时软得 像水草一样 整个都化成了一滩水 啊 听夫人的 拥着怀中的家人 徐又觉得自己才是完整的 圆满的 说吧 你要怎么补偿我 沈薇娇俏地指着徐又的鼻子 恶狠狠地逼问着 昨晚若不是这个色批狼性大发 说不准 她就探到什么消息了呢 这损失可大发了 不行 得让这妖孽给她补偿回来 沈薇撒娇耍泼 终于哄得徐又心情舒畅 徐又唇角高高的翘起 提醒道 这又何难 姓秦的小畜生身边不是还有几个狗腿子吗 还能每一个都嘴巴那么严实 弄出来一个言行拷打 就不幸还撬不开她的嘴 小畜生 若秦莫然是小畜生 那秦相爷自然就是老畜生了 徐又捏着嘴巴可真是毒啊 沈薇则舌 不过这个形容词她真喜欢 听了徐又出的主意 沈薇的眼睛顿时一亮 懊恼地一拍额头 对啊 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随着她的动作 前面的春光卸了一大片 徐又大大的薄了眼敷 一点提醒沈薇的意思都没有 还是沈薇自己发现 徐妖孽的目光怎么那么火热 才察觉到自己走了光 不由娇撑地瞪了她一眼 飞快地掩住胸前的风景 这样徐又无比地惋惜 沈薇得了主意 愉快地起了床 徐又虽然觉得遗憾 但也跟着起来了 当然 起床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主要是她手键 把沈薇给撩拨的 织摇花坠的 最后 沈薇忍无可忍 直接把她赶出去了 徐又给出了个好主意 再加上 明天就要搬去郡王府了 沈薇现在可happy了 亲自指挥着小厮和伙计们 往外搬嫁妆 那浩浩荡荡的队伍 让王府的奴才 纷纷侧目现眼 郡主的嫁妆可真多呀 难怪手面那么大 能跟着这样大方的主子做事 是何其的幸运呢 这么大的动静 各院子的主子自然是得了消息的 郡王爷皱了皱眉头 皱了张嘴想说什么 最终却摆了摆手 没说什么 郡王妃是满脸的贤物 就这么迫不及待 嫁妆哥在王府里 谁还能偷了她的 小家子气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世子夫人无事 才成了沈薇的情 听丫鬟羡慕得提起大夫人的嫁妆 如何如何多 只是扬了扬眉 酸话是一句也没说的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 那就不知道了 三夫人胡适 玉手轻扶着小妇 嘴里含着酸酸的梅子干 说说的话也酸溜溜的 谁让人家是圣上清风的郡主呢 又有个嫁状丰厚的亲娘 原本呀 还想着我肚子里这个生下来 能沾点光 没想到 人家是压根就没把咱瞧在眼里 你呀 也是个没福气的 她望向自己的小妇 身边伺候的丫鬟 自然都好话奉承 只说得胡适脸上满事得意 破天荒呆在府里的四公子徐长 翘着二郎腿直羡慕 哎呀 大哥可真有福气 就冲着这份嫁妆 哪怕大嫂丑如叶叉也值了 更何况 大嫂还美若天仙呢 身边的小妻立刻恭维道 四公子何必羡慕大公子呢 未来四夫人出身形象府 假装定然也是不少的 哈哈 徐长痴笑一声 很不以为然 她这位未婚妻啊 说是出身情象府 实则不过是三房的闺女罢了 也就是个有嫡出的身份 她未来的老丈人 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官 能陪送什么好东西啊 还妄想和大嫂比拟 母妃为啥非要给她定下这个未婚妻呢 她虽然顽固 却不是个傻子 若不是看在 淑妃娘娘和二皇子这层关系上 那秦颖颖长得还算漂亮 不然就是说破大天 她也不愿意去啊 她一个人多自在 想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也没人管竖着 多好啊 谁耐烦成什么亲呢 弄个女人在身边唠叨着管东管西的 烦也烦死了 那秦颖颖若是个实趣的 她倒是能给她几分尊重 若是个唠唠叨叨 爱念酸吃醋的 哼 小爷她有的是法子制的 至于靖王府仅有的数子数女怎么想 那就更无关紧要了 嫁妆从靖王府抬出 一路朝平均王府而去 虽然没有敲锣打鼓 但还是吸引了无数路人 奉拥相看 这又是谁嫁娶妾啊 这嫁妆都快赶上这中午侯府的 那个郡主娘娘了 旁边就有人鄙夷了 什么快赶上 这就是那位郡主娘娘的嫁妆 前头说话的那位不解了 那咋就又抬出来了 莫不是何礼 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人捂住了嘴巴 左右瞅了瞅道 这位人生你不要命了 没想见那嫁妆是往平均王府抬的 靖王府的那位大公子被封了郡王 平均王 圣上亲赐亲缘为平均王的府邸 今后平均王和郡主娘娘都是要住在平均王府的 嫁妆自然也要搬过去 放在靖王府算怎么回事 哦原来是这样 受教了 那人拱拱手说 街边九楼二楼临窗的位置 汉林院的汉林江臣和谢飞也在津津有味的朝外看着 池里洪庄也不过如此了 谢飞择舌感叹 听说这般大手笔的嫁闺女 除了二十年前的阮大将军府 也就是中午侯府了 而且这还是亲母女俩 谢雄真是羡慕了 可是动心了 朝中可是有好几位大人朝谢雄伸出了橄榄枝 谢雄不考虑考虑 虽然他们家小姐的嫁妆比不上这位嘉惠郡主 但也不会少的吧 谢雄还不快快取个闲内座 也免得回家面对一世冷清 江臣挤挤眼睛细血的 谢飞眼睛一血 毫不客气的反击 朝中青睐你这位炭花狼的也是不少 你就没有瞧得中呢 这位炭花狼的行情比他走敲多了 上个月还有姑娘追到汉林院门口呢 江臣微微一笑 义正言辞的道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婚姻大事岂是在下能私自做主的 关键是他还真不想成家呀 谢飞切了一声 你都知道婚姻大事不能私自做主 我便是那等不知理的 说起父母之命 谢飞顿时想起了江臣的老家 我记得江兄老家是平阳的吧 中武侯府沈家的祖籍 好似也是在那里吧 江臣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诧异的道 倒也不错 我跟那位沈老侯爷算是同乡吧 他可是我们那儿传奇的人物呢 只是平阳大着呢 我们家住在平阳县城里 离沈家的祖宅足有百十多里呢 怎么 谢兄对沈家很有兴趣呢 谢飞夹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 纷雅地嚼着 咽下去之后才到 昔日的中武侯 今日的沈太傅 从一股苦少年到今日的显赫侯门 谁人不感兴趣啊 不瞒江兄 要说起我最钦佩的人 这位沈老侯爷算是一位 沈老侯爷侠肝义胆 惊忠为国 谁人不钦佩 江臣赞了一句 放下心来 却听对面的谢飞诱荡 不是说这位嘉惠郡主 是在沈家祖宅长大的吗 江兄在老家时 就没见过这位郡主的预言 看似漫不经心的话 却让江臣的心提了起来 但面上却是无比惊讶的 哎 谢兄怎么会有如此荒唐想法 人家侯府小姐回祖宅 难道还要到处宣扬吗 而且 龟阁小姐向来都是身居内宅 哪是外男能够得亏欲言的 谢兄这是把在下当成浪荡子了 江臣有些不满的道 谢飞却是展颜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瞧江兄紧张的 我这不是开个玩笑吗 江臣却捧着脸 认真地说道 这种事情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 在下是男子 人们顶多道一句风流 可对女子来说 这可是世光归欲的大事 而且这位嘉惠郡主的夫婿 还是为郡王 谢兄这不是坑我吗 谢飞连忙安抚 好好好 是我失言了 我自罚三杯 自罚三杯 江臣哼了一声 这才作罢 心中却警备起来 已经决定 若不是十万伙计的事 绝不再和沈薇联系 看着一抬一抬的嫁妆 被抬出去 沈薇的心情 远不是高兴 这个词语能形容的 就在嫁妆抬得 差不多的时候 靳王妃身边的华嫣 又过来说王妃有请 沈薇可诧异了 这个时候靳王妃 找她做什么呀 难道是因为 知道他们明日 搬去郡王府 找她过去叮嘱几句 罢了罢了 反正明儿啊 就要搬出去了 此刻她心情好 就赏脸过去瞧瞧吧 来到靳王妃的院子 华嫣在前头 亲自打起帘子 沈薇进去一瞧啊 嘿 吴氏和胡氏也都在呢 沈薇行礼 给王妃请安 二弟妹和三弟妹也在啊 世子夫人赶忙 站起来回礼 大嫂来了 三夫人胡氏 却只是倩倩身子做个样子 那屁股压根就没抬起来 还假意惺惺的道歉 哎哟 我身子重 大嫂不会跟我计较 这些俗里的吧 沈薇差点没笑出来 据她所知 胡氏怀胎还不满三个月吧 身子就重得起不来了 这才到哪呢 就这样张狂 也是个蠢的呀 但沈薇面上却带着关切 你是有身子的人 安心坐着吧 大嫂我还能跳你这个领吗 听说你前两日又动太气了 怎么不在院子里歇着呢 咋跑王妃这来了 这一路上可大老远呢 若是磕着碰着了 叫王妃如何能心安呢 胡氏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这人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你才磕着碰着呢 这不是诅咒她吗 静王妃的脸色也不大好看 不喜地斜了沈薇一眼 沈氏你还是赶紧坐下吧 女子以闲境为美 哪来那么多的话呀 我这不是关心三弟妹吗 王妃若是不喜 那我就不说了呗 沈薇无所谓地 在绣灯上坐了下来 静王妃和胡氏更觉得赌心了 唯独胡氏的心情很好 脸上带着端庄的笑容 母妃三弟妹 大嫂这也是好意啊 三弟妹在自个院子里闲逛两步 都能动了胎气 当母妃院子这一路 可不是老远吗 这小心血总是好事 她可是巴不得胡氏磕着碰着呢 最好立刻就滑了胎 省得她一天到晚 仗着肚子里那块肉 到处给她添堵 这是静王妃的亲儿媳 她心中再不乐 也得给几分面子 尤其是在沈薇这个季儿媳跟前 她也知道 因为冒紧的事 吴氏心里憋着气不痛快呢 便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什么 吴氏也见好就收 她虽然对婆婆的偏心不满 却没想着惹怒婆婆 她不傻 怎么会做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啊 那样便宜的还不是胡适吗 沈氏 我恍惚听下头的奴才说 你们院子里 正大张旗鼓地往外抬架桩 静王妃抿了抿唇 看向沈薇 沈薇道 抬架桩倒是真的 要说大张旗鼓却是没有的 府里三弟妹还划着身子呢 我一早就吩咐他们动作轻点 别扰了府里其他的主子休息 眼睛眨了眨又倒 本来也不会这般仓促的 前两天就打算一点一点搬去郡王府 这不是赶上我兄弟来看我耽搁了吗 若是扰了王妃的清静 在这儿我给王妃赔不是了 王妃那么宽厚慈爱 定不会跟儿媳我一般见识的对吧 沈薇也如胡适那般欠了欠身 只做了个嘴把事 一句话便把静王妃的不满给堵住了 她攥了攥拳头的 好好的王府不住怎么就想着搬出去 你们还年轻 又是初出成婚 操持一个府邸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要不你们还是在王府多住些日子吧 你也跟在我身边 学学如何管家 打理术物 等学得差不多了再住过去 静王妃一副 我全都是为你着想的关怀样子 想了想又添了一句 你们四弟的婚事也定了 转眼就该过礼了 你在府里也能帮我分担一些 哦 原来是不想让他们搬出去呢 说什么叫他管家打理术物 静王妃有这么好心吗 到时他拿着自己还没学好管家当借口拖着 那他们得在姓王府蹉跎多久啊 沈薇刚要开口拒绝 就听胡适抢着说 是啊大嫂 在王府住着多好 万事有母妃操持着 咱们只管安心过日子就行 而且父母再也不分家 这可是孝道 哟 胡适这是暗示他跟徐又不孝吗 孝不孝的 轮到他一个次子媳妇说吗 瞧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还以为自己很有理呢 不过是个蠢货罢了 沈薇是这样想的 吴师更是眼底闪过不屑 看向沈薇的时候 却带上了几分真诚 大嫂若是搬去郡王府了 咱们轴离见面可就少了 冒险昨晚还念叨着 今儿要去找大嫂玩呢 祖兰搬出王府的话一句都没说 能搬出去自己当家做主 谁不愿意呢 而且大哥大嫂留在王府 与他也不利啊 他夫君虽是世子 但大哥到底占了个底掌 身上还有郡王的爵位 那这个王府的忠愧 到底该谁来管 他才成过大嫂的情 可不想和他相争啊 现在大哥大嫂主动 愿意搬出去 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三弟妹那个蠢的 和婆婆那个偏心的 才会想着把大嫂留在王府 神威对几人的心思 也猜得差不多 鸣嘴一笑 搬去郡王府是父王同意的 其实 二王跟大公子的意思 也是想留在王府 在父王王妃跟前尽孝来着 可平郡王府是圣上亲辞 哪有赐了府邸而不入住的 这是对圣上的大不敬 忠孝忠孝 忠还排在前头呢 我们大公子啊 是个最重规矩的人了 只好请王妃多见谅了 不过 王妃放心 即便搬去了郡王府 只要有空 我跟大公子 就会回来看你和父王的 沈威义正言辞地说着 顿了顿 沈威又道 至于四弟的婚事 不是由王妃操职吗 王妃管了大半辈子的家 处理这点小事 还不是游刃有余的 再说了 府里不是还有二弟妹吗 她可是出身无国公府 能干那是大家公认的 有她帮着王妃就足够了 连圣上都被沈威搬出来了 静王妃还能再说什么呢 爸爸爸 既然你们想搬出王府 那就搬吧 只要你们高兴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怎样都无所谓的 沈氏 你毕竟没有管过家 我从王府调几个能干的嬷嬷 过去给你帮忙 静王妃又道 这是阻拦不成 改为朝她身边塞人了 静王妃的人她可不要 不是不敢 而是怕麻烦 收拾起来也是很麻烦的不是 有那收拾人的功夫 她还不如在演武场上 跟少年兵多过几招呢 沈威笑道 这倒是不用麻烦王妃了 大公子说了 有莫莫莫一个就足够了 人多扯皮的也就多 麻烦 郡王府也就我跟大公子两个主子 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奴才 王妃身边的嬷嬷 都是使顺手的 还是让他们留在王妃身边吧 静王妃打得如意算盘 一样都没成 心中顿时就不乐意起来 沉着脸 没有一丝笑意 壮似伤心的道 哎呀行吧 都爱你们的意思吧 儿大不由爷了 老话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沈威眼皮子撩了撩 只当没有听见 无事旁观着大嫂跟婆婆 你来我往 心中可羡慕了 大白子不是婆婆的亲子 婆婆还是会顾及一些的 换了是她 还跟你商量 直接就把人指到她院子里来了 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那像大嫂 不乐意了直接拒绝 婆婆也不敢过于勉强 这时 胡适说话了 大嫂 弟妹跟你求件事呗 什么事啊 有事你直说 咱还用上球了 咱们都是手里 说球就生分了 沈威一本正经的道 心中却付费 这货又想出什么幺蛾子 胡适得意的摸了摸小妇 道 我这不是有了身子吗 口味也跟往常不大一样 往日爱吃的东西 现在一下都碰不得 闻着味儿就想吐 大嫂啊 你是不知道 这段时间 我是吃啥吐啥 可把一众奴才难为坏了 沈威面露同情 真是苦了三弟妹了 瞧你这小脸都瘦了 话说 折腾虽是事实 吃不下东西也是事实 但胡适的脸 却一点也不瘦 会啥呢 他本来就生了一张大胖脸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都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呗 胡适做出蛮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脸上全是得意 哎呀 这丫鬟们呀 为了让我多吃几口东西 可谓是嚼尽了脑汁 可我还是吃啥吐啥 倒是大厨房陈嫂子做的凉面 我还能吃上一些 弟妹我知道 这陈嫂子是大嫂的人 所以我就来跟大嫂商量 看能不能歌爱 把人给我了吧 他一赴我是大功臣 服里有什么好的 就该先紧着我的样子 哦 这货啊 跟沈雪一样 也是看中她的人了 她以为她是谁啊 上下嘴唇一碰 就想要走她的人 说句不好听的 沈雪好歹跟她 还是有血缘关系的 你胡适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怀孕撤不下东西 跟本郡主 有一文钱的关系吗 你若是好言好语相求 本郡主心情一好 可能就成全你了 你压得这般理直气壮的药人 但本郡主是好欺负的吗 给你 给你个棒锤 沈威面露难色 直接就拒绝了 这个不行啊 陈嫂子是我的陪房 我还指望她到郡王府 帮我管这厨房呢 弟妹不是爱吃她做的凉面吗 这样吧 弟妹找个巧手的丫鬟 跟陈嫂子学学做凉面的手艺 要么呢 弟妹何时想吃 就让陈嫂做 你使个丫鬟过来取就是了 虽然拒绝了 但沈威还是提供两个法子 供胡适选择 胡适一听沈威拒绝了 立刻就委屈起来 大嫂连这点小忙 也不愿意帮忙 好歹我肚子里的这个 也是你的侄子呀 要不 我拿人跟你换 若说之前 胡适的能不能把陈嫂子 要过去 还可有可无的 现在沈威一拒绝 反倒激起她的好胜心 一定要把陈嫂子 弄回她院子里 母妃 真不是儿媳不讲道理啊 实在是肚子里 您孙子闹着呢 她很委屈地看向王妃 沈威立刻就想笑了 就那么一团 还没发育完全的血肉 你就知道是儿子了 在自己院子里 说说也就罢了 到了外头 还一口一个侄子孙子的 若生下来不是 岂不是打脸 这人到底有多蠢啊 静王妃错了错眉头 不赞同地看着沈飞 沈氏 你弟妹这不是怀了身子吗 不过一个下人 你给了她就是 太小家子气了 扣扣缩缩的上不得台面 沈威摇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可以让弟妹院子里的丫鬟 来学做凉面的手艺 也可以让陈嫂做好送过来 反正弟妹只要能吃到凉面即可 为什么还非得要人呢 这又是所谓豪门贵族的脾气 本郡主才不惯着你呢 别人做的 哪有陈嫂子做的卫正啊 而且静王府到郡王府 还有段距离 来回跑起不麻烦 我能等 可肚子里的这个 能等吗 胡适一副好似受了大委屈的模样 静王妃看向沈飞的目光 顿时凌冽起来 硬邦邦地下了命令 沈氏 把人给你弟妹 你若是缺人使唤 我给你天上几个 胡适闻言 立刻盈盈地看向沈飞 眼底却满是挑衅和得意 一旁坐着的吴氏 吹下毛子 脸具其中的嘲讽 不要脸 太不要脸了 就没见过胡适这么不要脸的 而婆婆的偏心 她也再一次见识到了 不过 她可不以为 胡适能从大嫂手里要到人 哪怕有婆婆相帮 也不大能 这一个月 她可算是瞧清楚了 大嫂哪是个懦弱愚蠢的 分明就是个精明有手段的 不过是半猪吃老虎罢了 瞧 在她驾信府这一出一出的 婆婆可是一点便也没讨到啊 吴氏的嘴角露出机巧 沈微笑了 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剑王妃 又看了看胡适 懒洋洋地开口道 哼 吃不下东西 不过是个借口吧 原来三弟妹是看上我的人了 可你个做弟妹的 到我做长嫂的这里 来找存在感 合适吗 你释怀了身孕不假 何该全府的人都该围着你转吗 当心作过了头 招来抱怨 心情好 你叫我一声大嫂我应你 心情不好 你得叫我一声郡主娘娘 不是 你多大的脸 敢肖想本郡主的人 你不过是怀了个孕 还想上天杂的 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 今儿我把话放在这儿 人 我不会给你 凉面呢 也没有了 我还就偏不信 缺了这口凉面 你还能死不成 你仗着肚子里那块肉 想干什么 我管不着 但是 别招惹我 你就作吧 好生地作吧 什么时候把泰儿作没了 你就安分了 这话说得所有人心惊肉跳 胡适的眼睛顿时红了 站起身 就要向沈薇扑过来 被她身边的大丫鬟 眼疾手快地抱住了 夫人 夫人 你还怀着小公子呢 新王妃被胡适的举动 吓得魂飞魄散 尖叫道 胡适 你给我老实做好 抬手指着沈薇 哆嗦着嘴唇怒斥 沈薇 你是何居心 你 你 沈薇冷冷地回望着她 出口的话异常地冷漠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多好啊 你们偏不愿意 非得逼着我发脾气撕破脸才好受 本来我今天心情挺好的 也不想跟你们计较 可你们就是有本事 把我的心情弄糟糕 哼 王妃瞪我干什么呀 怎么 嫌我说的话难听啊 可这是事实啊 以胡适这般作法 王妃你还想抱孙子 哼 且等着吧 行了 今儿就到这儿吧 我提前跟王妃告个别 明儿一早 我跟大公子就搬去郡王府了 你们呢 也都不用送了 以后 初一十五的时候 我若心情好 会来给王妃请安 若是心情不好 王妃您就别等了 父王都说了 让您甭操心我跟大公子的事 您还是多关心关心二公子 三公子和四公子吧 沈威高高在上地撂下这番话 就失失然转身离开了 当晚 晋王爷就把徐又叫了过去 他望着比他还要高上两寸的长子 想到明日他就要搬离王府 住进圣上赐下的郡王府了 此时 他才深刻地意识到 这个他向来忽略的长子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已经长大了 长成了参天大树 没靠着他这个老子一分一毫助力 就自个儿挣出了前程 对心中可不是滋味了 本想说几句勉励的话 可出口却变成了 你也管管你媳妇 顶撞婆婆还不有爱逐礼 哪有这么嚣张的 徐又却面色平静地回了一句 父王 儿子聚内 晋王爷差点没被噎死 你 你 他指着徐又 说不出一句话来 聚内 又跟一个被圣上亲奉的郡王 却理直气壮地跟他说聚内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你还能有点出息吗 徐又黑亮了相谋一番 儿子怎么就没有出息了 儿子聚内又爱找谁了 儿子都二十大姐了才娶上媳妇 又是个貌美如花 嫁妆丰厚的 可不得捧在手心里好生疼着宠着 哪个又在父王面前告刁状了 就这么见不得儿子好 这不是挑活咱们父子间的感情吗 接着又道 何况儿子这也是跟父王您学的 您带王妃不也是如诸如玉 此情不渝吗 挤兑的靖王爷是满腹的话 也不知从何说起 直接就白手道 回吧回吧 赶紧回吧 别搁这儿气我了 再让他多待一会儿啊 估计他都被他气死了 他算是明白了 这个儿子就是生来气他的 徐游呢 可潇洒了 二话没说 转身就走 一个个都欺负他家媳妇 他还没找他们算账呢 他们倒个人先告状了 一群不知所谓的东西 走了两步 徐游顿住脚步 对他跌倒 明儿 儿子就不来和您道别了 王府您若是住腻歪了 您可以去儿子那儿 住两天散散心 亲王爷 连说话的欲望都没了 微眯着眼睛白手 走 赶紧走 这碍眼的玩意儿 早晚会把他给气死 大理寺卿赵承旭 正在为张家 状告秦相府的小公子 而头疼着 他派出去的差役 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上头还在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 昨日秦相府的幕僚任先生 请他喝茶 言语之间诸多暗示 接着上差的路上 他就偶遇了二皇子府的张张氏 张张氏态度亲切地 说起他大儿子来年 也该参加春委了 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赵承旭是心知肚明啊 这也让他更加气愤 可他能把案子拖三日五日 还能拖上十天半个月吗 若是实在找不到证据 他也只能憋屈地结案了 谁知 峰回路转 就在他准备屈从的时候 案子有了转机 他刚到衙门 就属下惊喜地跑过来 跟他说 大人 好事 天大的好事 有人证了 而且 还是秦木然身边的青髓小丝 赵承旭惊了一下 快说说怎么回事 秦木然身边的小丝 怎么会被处呢 别是有诈吧 还是这个小丝 跟秦府有杀父之仇啊 事实证明 赵承旭猜得都不对 这小丝呢 是别人绑着扔进大理寺的 身上还有一份证词 没看到 是何人送他进来的吗 赵承旭问道 那属下摇了摇头 没有 那小丝是从墙头外人进来的 当时属下等都吓了一大跳 但追出去 什么人都没有看到 那小丝也不知道吗 赵承旭又问 那属下还是摇头 一问三不知 赵承旭沉吟了一下 心中猜测 这是不是秦相爷的哪位政敌所为啊 不过 虽不知是何人所为 也不知此人的目的是什么 但确实帮了他一个大忙 走 过去看看 赵承旭精神一阵 大步朝里面走 哎 快快快 来了来了 哎 站好 都站好啊 一会儿声音要红亮知道吗 提前过来的蒋伯 顶着他那胖胖的大肚子 大声吆喝着 徐又把沈薇从车里扶了出来 两人抬头看向宽阔高大的府门 最上头四个银钩画铁的黑色大字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就是他未来的家 是他今后要生活的地方 沈薇心中隐隐激动了起来 这牌匾是圣上亲赐的 字不错 沈薇轻声问道 眼顶满是心上 字如其人 由这字就可以看出 当今圣上是个有抱负 有胸襟的明君了 徐又点点头 看到沈薇脸上的心上 道了一句 为夫的字也不差 沈薇差点没被口水呛着 送了徐又一个鞋眼 这人真是的 连这点小事都计较 心眼啊 比真别大不了多少 徐又摸摸鼻子 不以为意 小四是他媳妇 怎么能对着别人 露出欣赏的目光呢 要看也只能看他呀 就算那个人是圣上 也不行 他早就对他黄伯父 一口一个沈小四 颇有微词了 沈小四是他家的好不好 夫人 郡主娘娘 请随为夫 入府吧 徐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沈薇薇薇一笑 和徐又肩并着肩 手挟着手 朝平郡王府走去 恭迎郡主 郡王回府 随着蒋伯的手势 震耳的吼声 齐齐响起 大门的两侧 整齐的列着两列队伍 沿着中间的主干道 一路朝府内延伸 打投的是苏先生几个 接着是欧阳奈领着的护院 和沈家庄的后生们 然后是才从西江而来的少年兵 最后是府里伺候的奴才下人 他们都各自穿着相同的衣裳 每个人的眼里都透着激动 特有份 特有气势 郡主 郡王爷 请 苏先生穿着一身 绣着暗纹的青色衣裳 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特别的超凡脱俗 沈卫瞧着这阵势啊 真是心花怒放 呀的 都是他的嫡系啊 他不由抬手挥了一下 大家辛苦了 不辛苦 恭迎郡主 郡王回府 吼声再次整齐的响起 可怕沈卫乐坏了 这感觉咋跟大阅兵似的 咱也过了一把领导人的影啊 徐佑 以及被梨花荷花桃花 挤到一边去的江黑江白兄弟 对心情 那就复杂多了 听见没 人家喊的是 恭迎郡主郡王回府 郡主排在前头 他这个郡王也排在后头呢 若不是大门上头 挂着平郡王府的牌匾 他还以为走错地方了呢 应该是走错了吧 要不就是挂错了牌匾 这分明就是郡主府啊 再瞧瞧列队相迎的这些人 徐佑更加心塞了 绝大部分都是他媳妇的人 聊聊几个属于他的人 掺杂其中 不注意看呢 还真找不出来 这 这是肤刚不振的节奏啊 真想把颖卫和龙卫 也拉出来溜溜啊 徐欧不由朝江黑江白 投去嫌弃的目光 瞧瞧人家苏先生和欧阳奈 多会办事 再瞧瞧你俩 虽然影卫和龙卫不能陷于人权 好歹你俩也得多找几个人 来给爷称称脸面啊 这么一眼望过去 全是女主子的人 你们爷脸上没光 你们做奴才的就有脸面了 唉 真是祸比祸祸得扔 人比人 气死人 江黑和江白也很委屈啊 这事都是蒋博张罗的 有他兄弟俩什么事啊 蒋博也真是的 你说你都搞出这么大阵仗了 早就没有多找些人 来给郡王爷撑场子啊 你都一把年纪了 这么上赶着去包郡主的大粗腿 无耻不无耻 蒋博更委屈呢 他也想给郡王爷长脸呢 可平郡王府里住着的 全都是郡主的人呢 那郡王爷手底下哪有什么人呢 他可是把静王府院子里的 小丝和脖子全都弄来了 不是都在后头站着呢吗 徐游顺着蒋博的目光看过去 恨不得眼瞎了才好呢 就那么十来个小丝 外加七八个粗屎婆子 虽然也穿着展现的衣裳 但光从站姿上看 就比边上的人弱了一大劫子 被衬得跟土鸡似的 还不如没有他们呢 沈卫把徐游主仆的 眉眼官司尽收眼底 心里可得意了 他念了念徐游的手 轻声笑语道 以后啊 你就负责貌美如花 我呢就负责打怪养家 徐游嘴角抽了抽 却没有反对 回了他一句 那以后 为父就有劳夫人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瞧瞧没 实力很重要啊 一句话便奠定了 沈卫在家中的 绝对领导地位 好了 都辛苦了 这个月 每人多发两月月减 接中午 咱从外头酒楼定习面 好酒好菜管够 沈卫豪爽地宣布 众人立刻欢呼起来 多谢郡主娘的恩典 多谢郡王爷 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高兴 整个平郡王府像过年一样 走 去瞧瞧主愿 为父亲自选的 微微去瞧瞧喜不喜欢 若是不喜欢 咱们再换 徐游对沈卫的 沈卫点点头 亦很期待 徐游给她的这个惊喜 在真的站在 主院的外头的时候 沈卫脸上的惊讶和惊喜 一起闪光 风华居 跟她在中午侯府住的院子 只一次之差 不用进去 只从敞开的院门 就能看得出来 这座院子 跟她住过的院子 是何其相似了 这便是徐游给她的惊喜嘛 那她还真是又惊又喜啊 沈卫觉得 心里有个什么东西 在左窜右窜 像是要跑出来似的 平静无波的心湖 也吹起了波浪 沈卫把头 靠在徐游肩上 唇角含笑 娇好的面容 如三月的桃花一样 徐游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君若无情 我便秀 说过 徐游拥着沈卫 也往前望去 她说这话的时候 还是在西江边城 她被她缠得烦了 指着她鼻子道 别以为有了词婚 我就非你不可 你待我好便罢了 若是不好 哼 君若无情 我便秀 那今儿 我再加上一句 你若不离 我便不起 沈卫的声音响起 徐游 你若不先背叛于我 那这一生 我便陪你走下去 可好 好 徐游收紧胳膊 把沈卫圈在怀里 她的回答坚定而愚愿 这小丫头终于肯向她又卖了一步啊 不枉她费了那么多心思 虽然搬进了郡王府 但琐事千头万绪 还等着沈卫拿主意呢 沈卫的办法很简单 提拔几个高层管理 把事全扔给他们 日常事务 他们自个儿做主就行 拿不了主意的再报到他这儿 这样他就轻松很多了 郡王府的大管家 依旧是蒋博 内院则由默默默同管着 府里的侍卫交给欧阳奈带着 同时 她还监管着少年兵的训练事宜 暗卫则由沈卫亲自长着 本来出嫁前夕 她是想把暗卫还给她祖父的 没有出嫁的闺女 还带着娘家的暗卫室里的 老侯爷却没要 说给了她的就是她的 就当是给她添的嫁妆吧 沈卫都忍不住择舌呀 祖父太大方 太可爱了有没有 这只暗卫的价值 可比祖父给的私房还重呢 本着有便宜不占 是王八蛋的原则 沈卫很谦虚的消纳了 至于对苏先生的安排 则是没有安排 苏先生算是沈卫的办师 又是她的智能幕僚 哦 以前在沈家庄的时候 她还兼职干了一段时间的管家 据苏先生功能的多样性 沈卫便给了她超然的待遇和地位 看似啥也不用管 但只要蒋博 默默默欧阳奈他们 有不绝的事情 都可以问苏先生 赵承旭得了人证 立刻发文书拿人 说来也是秦木然那货倒霉啊 她若是安分待在相府里 大理寺的差役要拿她 还真不容易 可她作死跑到街上 跟人堵斗鸡去了 恰巧被路过的差役 瞧个正着 这下省了事了 连相府也不用去了 直接就上前 把人给拎了回来 秦木然被投了大牢 相府才得到消息 秦老太君跟董事 呼天呛地的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的 扯着秦相爷 让他快去要人 我的乖孙哪 这回可是遭了大罪了 杀千刀的姓赵的 不得好死 老天怎么不降个雷 屁死他 秦老太君咒骂着 然后又指着秦相爷训斥 老大 有你这样做爹的吗 你儿子都进了大牢了 你还有心情看书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董事用帕子擦着眼泪 老爷呀 你赶紧想个法子 把人个儿救出来吧 他打小就没受过这个罪 哎呦 这可如何是好啊 老爷 您快想个法子吧 可不能让我的怪孙 在牢里过夜 听说那地方可啊子了 老大 你不是相爷吗 那姓赵的官比你小 他不得听你的 你现在就去把我的怪孙 带回来 你若是带不回来 你就等着给你娘我收事吧 我可怜的怪孙 秦老太君又手中的拐杖捅着地 不依不饶 秦相爷也很恼火呀 他儿子再雄 你赵承煦招呼都不打一个 就把人给抓走了 这不是蔑视相府 蔑视他这个相爷吗 母亲放心 人格不会有事的 我让管家跑一趟大理寺 瞧瞧是怎么回事 秦相爷扶着秦老太君 好言相劝 转头又对董事的 你好生服侍母亲回院子歇着去 母亲年纪大了 你就不要跟着添乱了 秦老太君却执拗了起来 怎么也不愿意走 我不走 我要留在这里 等我的乖孙回来 你说你媳妇干啥 你赶紧让管家 去把我的乖孙带回来呀 秦相爷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他母亲安抚住 答应他 人格一回来 就送他跟前去 秦老太君 这才不情愿地回了内院 秦老太君一走 秦相爷就跟木梁商议起来 任先生怎么看呢 任洪叔沉吟了片刻 方道 秦爷 此事有些蹊跷 赵承熙那人最是谨慎的了 若是手里没有点东西 是不敢冒险拿人的 现在他们把小公子拘入大牢 恐怕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 秦相爷眼睛一闪 你是说 大理寺找到了那个姑娘 郑洪叔道 有这可能 但也有可能是别的证据 秦相爷想了想到 会是什么呢 那几个平民也都使人看着了 他们是不会赶出来乱说话的 还有什么疏漏之处 是他们没想到的呢 郑洪叔摇了摇头 等吧 等小公子回来就知道了 可惜他们没有等来秦木然 只有管家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 哭散着脸道 相爷 这下长 不好了 小公子身边的小厮 有人叛主了 他只证小公子 抢了张家姑娘 大理寺不放人呢 什么 叛主 是哪一个 秦相爷的脸色十分难看呢 管家磨了一把头上的汗珠 是二牛子 他有些心虚的道 小公子身边的亲随小厮 大多都是经他手安排过去的 他怕相爷追究责任呢 二牛子是哪个 可是家生子 他的家人呢 老子娘呢 秦相爷询问道 管家脸都白了 磕磕巴巴地回答 回向爷 二牛子是家生子 没错 可他家没人了 怎么会没人呢 秦相爷皱着眉头 提高了声音 管家硬着头皮打 回向爷话 二牛子的爹呀 原是府上马房当差的 养马呢 他是一把好手 但就是有个爱喝酒的毛病 有一年冬天呢 他喝多了 掉进河里淹死了 那年二牛子才六岁 他娘呢 是针线班子上的 大前年也去世了 本来他还有一姐姐 两个月头难产 孩子大人都没保住 他家是毒户 书外全没一个 现在他家就剩他一个人了 管家的声音越说越低 最后一咬牙 索性主动交代了 相爷 那二牛子是奴才派到小公子身边的 奴才 瞧他是个机灵的 谁知道他 他竟是个白眼狼 哎呀 都是奴才的错 是奴才认人不清 您惩罚奴才吧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二牛子机灵倒是不假 因为他爹死得早 他娘一人托两个孩子 还得当差 难免疏忽对他的教导 他小小年纪便洗得一身泼皮气性 吃喝玩乐倒是把好手 也不知他哪根神经没搭队呀 居然提着菜拎着酒来走他的门路 想到小公子身边当差遣 管家虽不怕二牛子 却不想得罪他 他那时想 小公子是个爱玩的 二牛子呢 是个会玩的 说不定啊 这二牛子就入了小公子的眼 他这贱人的 也脸上有光博身 这也是一份人情啊 于是他就帮了这个忙 果然 没多久 二牛子就入了小公子的眼 演员成为小公子身边的第一心腹 管家跟着呢 也没少得好处 可谁能知道 这二牛子居然就判了主呢 秦相爷看着跪在地上的管家 谋中飞快闪过什么 只说了句 起来吧 下次当心点 事情已经出了 再训斥管家也于是无补啊 何况 管家也不过是个失察的过失 谢谢相爷 谢谢相爷凯恩 奴才记住了 管家大喜过望 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 站到边上 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 相爷 这事有些棘手了 任洪叔紧锁着眉头 若是别的证人还好 偏这个证人是小公子身边的 对小公子的事情特别地清楚 他若是招任些什么出来 对小公子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不过是个奴才 情相爷冷哼一声 老虎不发威 都当我是病猫呢 哼 使人给那二牛子带个消息 让他翻供 还有 给人格安排个单独牢房 从酒楼顶着席面送进去 他要让赵承煦那个龟孙子 怎么把他儿子抓进去的 再怎么恭恭敬敬地送出来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当他情相俯是好欺负的吗 秦木然刚被带到大理寺的时候 无比的嚣张啊 高扬着头叫嚣着 哼 知道小爷是谁吗 知道小爷的爹是谁吗 知道小爷的姐姐和外甥是谁吗 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居然敢抓小爷 赵体面呢 把你们赵大人给小爷喊来 管着牢房的牢头乐了 这瘪犊子的小子 都进了大理寺的大牢 还如此的嚣张 赵大人好歹也是大理寺卿啊 那圣上亲人的朝廷命官 是他一个白山小子 能随意吆喝的吗 那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爹 你姐姐 你外甥是谁 那我哪里会知道啊 牢头眼睛一翻 跟看白痴似的 我不管你是谁 进了大理寺的大牢 便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犯人 金钱本钱 老是跟老子待着 他才不管你是谁谁家的公子呢 到了他的地盘 就得按他规矩来 牢头把秦木然推进牢房里 哗啦的一声 把牢门锁上了 秦木然被退了一个猎牵 反身便扑到牢门上大喊 开门 开门 放小爷出去 来人 快点来人 放我出去 可任他喊破喉咙 也无人答应 这秦木然呢 这才慌了 瞧着这肮脏的牢房 他的心底生出恐惧感 这种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 逐渐的增加 等他爹秦相爷安排的人 给他换了牢房 他整个人都有些不对劲了 抱着腿 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得了消息的秦相爷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垂下的眼眸中 闪过沙椅 因为这场官司 朝中弹劾秦相爷的折子 如雪片一样 罪名便是 孝子不言 纵子行凶 连雍轩帝都惊动了 还特意把秦相爷 召过去询问 秦相爷跪地请罪 臣 臣那小儿 被家中老母 交惯坏了 臣惭愧得很 不过 犬子虽不学无术了一些 但违法乱纪的事 却是不敢做的 雍轩帝也是做父亲的 自然能理解秦相爷所说的 他想到秦相的长子秦牧远 不到若贯便文采斐然 还有宫中的淑妃 这些年也是极稳妥的 这满京城的 哪家还能没个不成器的呢 他的脸色便好了一些 还安慰秦相的 爱卿不用担心 大理寺卿赵承煦是个有能耐的 定能很快查明真相 还令公子清白的 此刻的赵承煦正焦头烂额呢 只过了一夜 不仅秦牧然改了口供 拒不承认自己之前 招任抢了张家姑娘入府的事 连那个叫二牛子的小厮 也翻了口供 说之前招任的是被驱打成招的 他家公子压根就没抢过 什么张家姑娘 这可把赵承煦给气坏了 大理寺监狱戒备森严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都能传递消息 由此可见 他这个大理寺卿啊 做得多么失败 那个秦牧然又恢复了神器 叫嚣着让他放人 喂 小爷早就说过 什么张家姑娘 小爷根本就不认识 小爷是冤枉的 还不快点放我回府 瞧瞧这什么破地方 小爷一刻都不想多待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都敢冲着他这个朝廷命官 腰五喝六的 可想而知 赵承煦的心情了 他面无表情的一挥手 带下去 放人 好不容易把他弄进来的 这么轻易就放了 想都不要想 查 给本官继续查线索 赵承煦狠狠地道 艳过还留声呢 他就不信 他找不到别的证据证人了 沈薇穿着一身短打衣裳 在演舞场上揍人 还有一个很高大上的名称叫 考教 沈薇说了 一别几个月了 看看他们有没有认真训练 沈薇说这话的时候 脸不红心不跳的 可理直气壮了 其实 他不过就是找个借口揍人罢了 一个个的翅膀都还没硬呢 主意就这么大了 都敢从西江偷跑到京城来 虽然对他们的到来 沈薇也是很高兴的 但沈薇还是觉得他们欠教训 这些熊孩子就得好好收拾一顿 得让他们知道 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才行啊 不然一个个都觉得 天老大他老二 放出去了还不是给他惹祸的 要知道 这可是京城啊 门牌匾掉下来砸三个人 其中两个得是权贵 另外那个是宗室 所以他得把他们的气焰给揍下去 让他们知道低调做人 沈薇说考教的时候 是面带微笑的 少年兵们除了早就领教过厉害的 风中礼和礼制 均觉得理所当然 四公子变成郡主娘娘了 他们都觉得有些不大适应 瞧着这个跟他们年纪相仿的女子 笑意盈盈地站在那 怎么也跟记忆中英明神武的四公子 对不起来啊 所以他们都轻敌了 唯独抱着双臂站在边上的欧阳奈 嘴角抽了抽 心道 这 这郡主的无耻 真是多年如一日啊 他这个昔日军中出名的勇武汉子 都不是他对手 何况这么一群稚嫩的少年呢 他望向少年兵们的目光可同情了 还有几分幸灾乐祸 果然 开始还是一对一的考教 慢慢的 便变成了沈薇一个对两个 四个八个 最后发展到所有的少年兵一起蜂蜂而上 沈薇灵巧的如一只花蝴蝶一般 在少年兵们的围攻中 左突右击 身形飘忽如垫 出手干脆利索 在四百少年兵中游刃有余 不多会儿 少年兵们便纷纷倒地 唯独沈薇还翘生生地立在场中 看着一地哀忧哀忧直叫唤的少年们 沈薇脸上神情郑重 怎么样 还觉得自己很厉害吗 这么多人 连我这个姑娘家都打不过 我就不知道你们哪来的傲气 哪来的优越感呢 起来 全都给我站起来 也得站好 随着沈薇的一声断喝 地上的少年兵们 如上了发条一般 哼的一下就蹦了起来 迅速列成八队 整齐地站在沈薇面前受训 没有一个敢叫唤的 沈薇心中闪光满意 却仍沉着脸 胆子肥了是吧 主意挺大了是吧 都敢招呼都不打 就偷偷跑京城来了 若是路上出了点什么事 这责任谁来担 我教过你们 作为一名士兵 最重要的便是听从命令 你们都往那狗肚子里去了 是不是 在你们身上 我画了多少心血 你们就是这般回报我的 沈薇的目光 从他们的脸上慢慢划过 只把他们问得 纷纷地垂下了头 愧疚得恨不得 找条地缝钻进去 随着沈薇的一声声训斥 少年兵们 又找到了四公子的感觉 是啊 无论是男是女 是四公子还是郡主 这个人都是他们最最崇拜的人 郡主对他们的期望那么的高 他们却滋生了骄傲情绪 还有什么脸面来见郡主呢 郡主 我们错了 您罚我们吧 领头的方中 李和李志率先站了出来 其他的少年兵们 也都上前一步 单膝跪下 郡主 您责罚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您怎么罚我们都行 沈薇静静地望着他们 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身上划过 凡是被沈薇注视的人 都忍不住挺直脊梁 沈薇的嘴角勾起 半声才到 都起来吧 待他们重新列队站好 沈薇继续说道 少年时 谁没有犯过错误啊 我不怕你们犯错 但犯了错之后 你们要知道 错在什么地方 相同的错误 不能再犯第二次 这一次 我先给你们记着 以后你们就留在京城 留在郡王府 明儿我便使人 登记造册 你们正式归于我名下 但你们要给我记清楚了 这里是京城 你们行事要低调 切不可无故与人逞凶斗勇 更不可生出娇奢心思 能做到的留下 不能做到的 站出来 我送你回西江去 少年兵们 脸上闪过激动 一个个站得更加笔挺 无一人站出来 沈为满意地点了下头 很好 既然无人站出来 那就好生地 在郡王府住着 每日勤家操练 你们也都知道 我是个大方的 给你们无论是吃的 还是用的东西 都是最高级的 你们 可别让我失望啊 定不负君主期望 少年兵们 齐齐吼的 用他们稚嫩的声音 吼出了他们的承诺 还有报复 沈为这才放心离去 有这么一对少年兵 在府里摆着 他的安全感会增加不少 尤其是 在秦木然身边 那个小厮 不明不白地 死在大理寺的牢狱之后 沈为的不安 就更加强烈了 他再次对全臣 有了清醒的认识 意识到丞相爷 绝不是他以为的 那么无害 想也是啊 一朝丞相 皇子外加 怎么可能无害呢 其实 这真不怪 沈为轻敌 实在是那回 夜叹秦相府太容易了 以至于 他对秦相爷此人 有了错误的判断 但现在 他不会了 自那晚和徐又 一起再叹秦相府 沈为就觉得 秦相府 有一种违和感 之前相府里的戒备 太松散 现在又太森严 森严的 不下皇宫大内了 这就有些奇怪了 皇宫的西边 是冷宫所在 关着一些 犯了事的公妃 平日很少 有人涉足这里 徐又 雍萱帝最宠爱的侄子 晋王府的大公子 年后裁缝的平郡王 却出现在了这里 他身边一个人都没待 一身月白锦袍 在这颓败的景致中 显得格格不入 徐又在冷宫最边上的 一座宫殿前 停住了脚步 他抬头看了看 有些斑驳的宫门 守门的侍卫过来行礼 见过平郡王 徐又没有说话 直接晾了晾手中的令牌 抬脚就朝里面走 那侍卫退到原来的位置 丝毫不敢阻拦 与其说这是一座宫殿 不如说这是一座破破烂烂的院子 花木风涨着无人打理 地上落满了树叶 好似多长时间没有清扫过 整座宫殿到处都透着颓败的气息 老远就听到正殿里传来剧烈的咳嗽声 徐又心中意紧 不由加快了脚步 走近了 就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 殿下 你好些了吗 你都咳嗽半个月了 再这样下去 可不行啊 且身去求救门口的侍卫 痛容易二吧 一个女子忧心地说 无 无事 不要去求他们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离我远一些 小心过了病期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许师生病了 听着便底气不足 太子哥哥 徐又在殿门口轻患着 殿内的一对夫妻模样的男女 一起转头 那个男子 约莫二十多岁的样子 轻瘦 肤色苍白 整个人都靠在软榻上 显得神情艳艳的 唯独一双眼睛 清澈透亮 那个富人模样的女子 身上穿了一件 半旧的酱紫色衣裳 头上挽着一个简单的发际 除了一根银簪 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哦 太子妃 徐又对着他拱拱手 那夫人赶忙还礼 眸中闪过喜色 是大公子呀 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阿佑 你也该开口了 不过是个废太子 没准给你招来麻烦 软榻上的男子 嘴角勾出一抹嘲讽的笑 神情却非常平和 像是在说别人 而非自己的事情 我这里等先也没有个人来 也只有阿佑你 还能想起来看看我 以后啊 你也别来了 这里晦气 谁这染了 谁倒霉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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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说着又咳嗽了起来 徐又快步上前 走到他身旁 抬手就搭上他手腕 那手腕纤细而苍白 里头的血管 都看得一清二楚 别白费力气了 我这个破烂身子 也不过是熬日子 哪天真的熬不下去了 也就解脱了 男子眼着唇 气喘着说道 徐又不为所动 只专心地诊脉 那男子健壮 也只好无奈地由他去了 那个妇人 一直满脸担忧地 站在一旁看着 看向踏上男子的时候 眼中是明显地心疼和轻慕 太子哥哥只是受了风寒 喝上几日药就好了 徐又收了手淡淡地挡 立下角落里的老太监 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含着泪哀求 哎哟大公子哎 求求您想想法子吧 好歹给殿下弄点药过来 这殿下都咳嗽了半个月了 不能太拖下去了 他们居然敢断了您的药 徐又一听太监所言 再加上之前听到的对话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圣上都没有定您的罪 他们倒作奸起您来了 不行 这事我要禀报圣上 徐又气愤地攥紧拳头 便是再落魄 再是被圣上幽禁 那也是龙子奉孙呢 是圣上的亲子 却被底下的奴才 作奸至此 怎能不让徐又气愤 青年男子却拉住了徐又 你呀 不是都封郡王了吗 怎么还像小时候 那般的冲动 没有用的 不过是有人 见不得我好罢了 我已经这样了 何必为了我 触弄父皇呢 他的脸上一片清冷 这让徐又更加难过了 外头谁不说他沉稳 唯独这个仁爱的兄长 还当他是那个 孤立无援的冲动孩童 好 我不去 回头我悄悄地想法子 弄点药给您送进来 一旁的妇人大松了口气 对着徐又郑重的行礼 切身多谢大公子了 这些日子 每每听到自家夫君的咳嗽声 他的心就紧揪起来 他身边的嬷嬷 想了无数的法子 也没能弄得要来 他几乎都要绝望了 还好 大公子来了 他心中充满了感激 徐又连忙避开 私下看看又道 回头我再寻些东西送过来 您这里太简陋了 您也别担心 我来您这里 圣上是知道的 也是远了的 望着这位堂弟执拗的眼神 男子叹了口气 没有拒绝 他看向妇人温柔地道 照顾了我一夜 你也累了 回房歇会儿吧 我跟阿佑啊 说说话 那妇人明白 这兄弟俩是有话要说 便公顺地退了出去 阿佑 我恍惚听说 你娶了妻 是哪家的龟秀啊 青年男子 目光柔和地望向徐又 眸中满是欣慰 徐又想起了沈飞 心情也愉悦起来 是老中午后的孙女 三房的嫡长女 她今儿出门前 还听她嘀咕 要收拾那帮少年兵呢 也不知道收拾得怎么样了 青年男子看到 徐又唇边的笑 心中无比的感慨 一晃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个曾经满身力气的堂弟 都娶了媳妇了 那便是阮大将军的外孙女了 弟妹一定长得倾国倾城吧 她打趣了一句 徐又摸了摸鼻子 认真说道 是挺好看的 关键是 弟弟我心愿与她 她带弟弟我意识很好 青年男子便笑了 那真的得恭喜你了 一定要好生过日子 像江氏 但自己也是情深义重的 陪着自己在这里 过了十年的苦日子 是自己对不起他呀 徐又点头 想了想又当 太子哥哥 你也别泄了气 我瞧着圣上这两年的态度 松了一些 我想想法子 帮您求求请 看能不能让圣上 把您放出来 青年男子摆摆手 唉 你别费那个力气了 即便是父皇那里松口了 那些人 也不会轻易妥协的 何况 母后都不在了 我出不出去 又有什么区别 这幽名殿 也挺好 清静 我都住习惯了 顿了一下 又当 不过 有件事 还真得请你帮忙呢 江氏有了 在这种环境下 能怀胎已数不易 也许维兄我这辈子 就这一次 做父亲的机会了 江氏陪着我 吃了十年的苦 哪怕我不在了 我也希望 他身边 能有个孩子陪着他 阿佑 维兄求你 一定要帮着 保住这个孩子 他的声音很轻很轻 脸上满是祈求 时又微微惊讶 握住青年男子的手 正中的道 太子哥哥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住 您的孩子的 你也再好好想想吧 就是为了孩子 你也要振作起来啊 他的声音也很轻 因为他知道 太子妃这十年 都未有身孕 少不得外套 那些人的手段 他们是看不得 太子哥哥有子嗣啊 若是此时被他们知道 太子妃有了身孕 那后果 他都不敢去想 青年男子的眼睛闪了闪 若有所思 许有也不催他 只耐心地等待着 许久 才听到他苦笑一声 阿佑 我尽力吧 可是能不能熬到 重敬天日那一天 他也不敢打包票啊 能得这么一句话 徐又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太子哥哥自己不放弃 他再在上山那儿 悄悄鞭鼓 再让龙卫悄悄照看着 情况总会越来越好的 他现在长大了 手里有了势力 不再是一个被关在静王府院子里 饱受病痛折磨的孩童 不再是那个被太子哥哥 护在身后的孱弱孩子了 该是他为太子哥哥 做些事情的时候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徐又道 哦 太子哥哥别担心 回去后 我想法子弄个大夫 来给您和太子妃嫂嫂瞧瞧 青年男子却白手拒绝了 唉 你能想法子 送些药进来就行了 大夫啊 太打眼了 徐又的脸上 便出现几分羞难 没事 您弟妹 我家小四 鬼主意最多了 他准能想出办法的 顿了顿 眼睛亮晶晶的 像身怀一宝 迫切想要向人炫耀似的 太子哥哥您是不知道 我家小四 可是个奇女子呢 我能封这个郡王 还有他一半的功劳 西江不是大劫了吗 西凉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老巢都被咱们给掀了 西凉王和一干大臣 全都成了俘虏 这都是我家小四的手笔 太子哥哥 我跟你说啊 徐又像个碎碎婆娘似的 显摆起他家小四的 丰功伟绩来 青年男子或惊讶 或赞叹 两个人不时地发出 会心的大笑 殿外 本该在房里歇息的僵尸 却站在这里 他的脸上挂着甜淡的笑容 眸中却充满了泪水 殿下有多久 没有这样高兴地笑了呢 事态炎凉 自殿下被废了太子幽禁在这里 那些曾经奉承他们的人 一个都不见了 唯独大公子是个有良心的 只有他不怕遭了连累 过来看望他们 只要他来 殿下就这般高兴 只是 大公子自个身子骨也不好 大半的时间都在山上养病 一年能过来两三回 都是多的了 娘娘 您昨儿都累了一夜 该歇歇了 僵尸身边最幸福的老嬷嬷 满脸担忧地劝道 娘娘现在可是有双身子的人了 这里的条件又是这样 一个疏忽可能就是要送命的呀 僵尸擦擦眼泪 点点头 在老嬷嬷的搀扶之下 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 回来了 听到外头丫鬟给徐又请安的声音 省微就放下手上的书册 因为天热又是在屋内 她穿了一件藕合色的家常衫子 头上光秃秃的 只有一根碧玉簪子把头发挽起 腕上带了只玉镯 翠绿的水头 衬得她的玉腕更加的硬白 徐又嗡了一声 便挥手打发屋里的丫鬟下去 她来到省微身边 把她搂在怀里 头哥在她肩膀上一声不吭 省微眼睛一闪 这是怎么了 受了委屈还是刺激 怎么了 不高兴啊 嗯 徐又声音闷闷的 沈微眨巴了下眼睛 顿时就扭转了什么 玉手捧上徐又的脸 哪个人你不痛快啊 来 跟本郡主说说 本郡主啊 替你出气去 看不打得她满地着牙 小下巴一抬 特嚣张 徐又虽然知道 沈微是在逗她开心 阴郁的心情 也因此好了几分 大手点了点 沈微的鼻子 点头道 好 微夫就等着微微 替微夫出气了 走走 本郡主倒瞧瞧 是哪个不张眼的 沈微做事 叫扯着徐又找人拼命 被徐又一使劲 又按在了怀里 微微 她的声音 透着无限疲惫 又似乎还夹杂着愧疚 沈微眉梢一条 疲惫 愧疚 莫不是 这次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吧 沈微刚要炸毛呢 随即又很快 否定了这种猜测 徐又待她如何 那可真可谓是 如猪如玉 而且 她大部分的时候 都在她眼皮子底下晃悠 就是想做坏事 也没时间啊 看来 是因为别的事情了 沈微也不催她 只乖乖地窝在她怀里 安静地陪伴着她 许久 徐又才打破沈静 慢慢地开口 微微 我今天去瞧太子哥哥了 她病了 也没有药 状况很不好 太子哥哥 沈微一正 她记得当朝太子 是圣上的第四子 比徐又要小好几岁的吧 徐又一听 便知沈微是误会了 解释道 不是现在这个太子 是 是先前的太子 承皇后所出的慌张子 徐又用了先前这个词 她实在说不出废太子三个字 哦 你说的是十年前 被圣上幽见的那位太子啊 沈微顿时想起了苏先生 给她科普的知识 她知道圣上是有一位结发皇后的 而且 这位皇后还给她生效了长子 便是徐又口中的那位太子 只是 在十年前 朝中似乎出了一件什么事 成皇后暴毙 这位太子爷 也被圣上幽禁了起来 此后 朝中便无人再提起她了 沈微也仅仅是知道 有这么一位废太子存在而已 嗯 徐又点了点头 她被圣上幽禁在幽明殿 日子过得很不好 整个人 都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 沈微谋中闪过了然 幽禁嘛 日子能有好过的吗 从天堂跌到地狱 这落差是个人都无法接受 再加上 底下太监宫女的抬高踩低 能熬十年已经不错了 各那些心胸狭窄些的 气性大些的 早就把自己个儿给憋去死了 你跟这位太子爷的关系很好吗 沈微比较诧异的是这一点 要知道 徐又自小就是个病病歪歪的 极少出院子 大一些就去了山上养病 一年到头 也不能在京中待几天 没有什么朋友不说 连跟府里的兄弟也都淡淡的 怎么就偏跟这位太子爷交好了 沉默了一会儿 徐又才到 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五岁之前几乎没怎么出过院子 成日喝药 但似乎也没什么效果 我记得我五岁那年的冬天 我病得快要死了 可院子里的黄祖父安排的人 都被王妃支走了 连儒婆婆都应有事不在 我从床上翻了下来 最后是来府里玩的太子哥哥 因好奇院子跑进来发现了我 我这才得以捡了一条命 也是太子哥哥把这件事告诉了圣上 圣上大怒 质责了父王 才把我送到山上去养病的 好似在回忆 隔一会儿他又到 太子哥哥比我大三岁 许是瞧着我可怜吧 他待我很好 每年我从山上回来 他都跑来看我 给我讲宫中的事 还给我带许多他得到的赏赐 沈威理解的点点头 一个无依无靠寂寞孤独的孩子 有个人这般关心爱护他 可不就是他心中最温暖的一束阳光吗 原来 许有小时候还有这般的经历 真是太可怜了 难怪他对晋王府的人都没什么感情 沈威再次在心中吐槽了一下 晋王爷这个扎爹 晋王妃那是后娘 可晋王爷这可是妥妥的亲爹啊 能莫视儿子如此 真是够了 那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圣上为何要忧尽太子爷啊 沈威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按理说 废掉太子这可是大事啊 尤其是当时这位太子爷都已经十五了 都学着当差了 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失德之举 怎么说废就废呀 那位晋王后又真的是暴毙吗 为何大家对这些事都忧讳陌生 避而不谈呢 这些问题萦绕在沈威心头 让他万分的不解 又是半天的沉默 徐又道 本朝有位并肩王你知道吧 沈威点点头 是那位跟皇室翻脸带兵出走的并肩王诚意吗 这个我知道 咱们婚期推迟 不就是因为你去追查这位并肩王了吗 莫不是十年前的事 牵扯了这位并肩王 并肩王叫承义 承皇后义姓承 难道说 沈威瞪大了眼睛朝徐又望过去 迎上沈威的目光 徐又点了下头 不错 承皇后便是并肩王承义的义女 沈威闻言 眉头一簇 就因为这个 这圣上的心眼也未必太小了点吧 不对啊 承义跟皇室闹翻要早吧 圣上不还是疯了和并肩王有关系的承皇后和他所处的太子吗 怎么多年之后又翻旧账了 难道当初都是做给人看树的牌坊 那圣上也太不是东西了 为了朝局牺牲自个儿的结发妻子和长子 沈威最是瞧不起这种人了 才说靳王爷是扎爹呢 原来圣上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 真不愧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弟 瞧着沈威脸上不加掩饰的鄙夷 徐又的嘴角抽了抽 也就是他家小四敢这般理智气壮的说 圣上不是东西了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徐又的 圣上和城王后少年结发 感情特别深厚 即便并肩王跟皇室闹翻了 圣上登基后仍是顶住压力 册封了发妻长子为皇后和太子 可十年前 朝中发生了一事 东宫占世府占世 于朝堂上揭露太子哥哥与成一密谋 企图夺权篡位 并呈上了太子哥哥与成一的往来信件 那笔迹竟是真的 太子哥哥百口莫辩 圣上震怒 朝臣哗然 太子哥哥和成皇后都被软禁了起来 成皇后是为了求圣上刘太子一命 才自寻短剑的 那个詹氏府的詹氏呢 沈薇一下子就寻到了关键之处 徐又的 死了 当场就在金乱殿 处逐而亡 这手段真是不大高明啊 但十分有用 沈薇的脸上浮现嘲讽之色 你的太子哥哥是被冤枉的吧 你怎么知道 徐又微微一愣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十二 也不在京城 等我从山上回来后 用尽了法子 才见到太子哥哥一面 他说他根本就没有和并肩网友过联系 更没有写过那些书信 而我也相信 太子哥哥是被冤枉的 可我相信有什么用 大臣们不相信 圣上不相信 谁说圣上不相信啊 沈薇眼睛一翻 他若是不相信 你的太子哥哥就不是幽静 而是贬为庶民流放出去了 也许他一开始不相信 但他又不是没脑子的 事后还不能怀疑吗 即便不全信 又四五分吧 沈薇分析着 啊 怎么说 徐又问的 还有 你怎么会觉得 太子哥哥是被冤枉的 就连教导过太子的太父 都不敢替太子哥哥说一句话 跟太子哥哥素未谋面的小四 怎么就相信他是被冤枉的呢 这不是很明白着的吗 你的太子哥哥已经是太子了 只要他耐心等下去 没有大的过失 皇位早晚是他的 他用得着模反寸位吗 而且你也说了 那位并肩王只是成皇后的义父 又不是亲爹 在你太子哥哥极小的时候 就已经出走了 你太子哥哥脑子进水了 才会和这样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 又没什么感情关系的人联手 沈薇携腻着他 当时你太子哥哥多大来着 十五是吧 才刚刚大婚 若他是三十五岁 四十五岁 还有可能因为心急 而选择模反寸位 十五岁 初初踏入朝堂的小菜鸟 正撸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番 好生表现 也求让圣上看到他的才干 他会想着模反吗 还有就是那个詹士 他咋就死了呢 这不就死无对证了吗 谁知道他的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人哪 恐怕是谁的暗奇吧 毕竟他身为东宫詹士 身家性命 皆细于太子一身 太子登基了 还能少了他的荣华富贵吗 可他偏偏站出来揭露什么太子与人谋逆 这人脑子傻屈了吧 就是太子真的与人勾结 他作为东宫蜀官 正常的反应 要么是帮着遮盖 要么是慢慢的与太子疏远 他倒好 不仅当着重臣的面揭发了出来 还触驻身亡 这不是受人指使是什么 沈薇脸上的表情可精彩了 那个詹士啊 定是跟在你太子哥哥身边很久 是他很信任的人 不然他说的话谁信呢 由此可见 这个针对你太子哥哥的局部了很多年了 恐怕从并肩王跟皇室闹翻就开始了吧 啊 这么长时间的谋划 你太子哥哥拜的也不愿啊 瞧着徐佑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 沈薇佑的 圣上啊 或许是事后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 他只是把太子幽静了起来 并没有定罪 废了他的太子 也不过是为了保护他罢了 徐佑的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随即 他眼眸亮亮的望向沈飞 感叹道 微微 你可真聪明 让他这么一分析啊 当年太子哥哥所谓的谋逆案 简直是漏洞百出 沈薇嗤笑一声 旁观者轻好不好 再说了 我就不信 这满朝大臣中就没有怀疑的 不过是都瞧着圣上的态度罢了 圣上就真的全信吗 语不见得吧 不过是碍于证据确凿 不得不给朝臣们一个交代罢了 看见没 手段虽然粗糙 但管用就行 事后 你难道就没有查过吗 那詹氏要么没有加小 要么加小提前消失不见了 徐佑摸了摸鼻子 不好意思的道 确实如此 那是我第一次动用龙卫的力量 那个詹氏的家 小于半个月头就不知去向了 沈薇得意一笑 一副看吧 我没说错的样子 那些书信啊 应该都是伪造的 拿到太子和并江王的笔记 找个人模仿还不简单 别人不说 反正他就会 还有 他家苏先生这活迹干的更加娴熟 徐佑的眼睛更加明亮了 瞧着沈薇也更加热气 这样沈薇忍不住地防备起来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怪神人的 徐佑讨好一笑 贴在沈薇的耳边 轻声地说了几句什么 哀求的 好薇薇 你这么聪明能干 就帮帮为父吧 大手殷勤地给他捏起肩来 你就会给我找麻烦 沈薇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只看幕后之人能花这么长时间 去布这样一个局 就可知 此人的势力和手段 他贸贸然掺和进去 真的好吗 能者多劳呗 谁让我有个这么厉害的夫人呢 可是你说的 我只要负责貌美如花 你来负责打怪养家的 徐佑这个死不要脸的 居然连这句话都扳了出来 真该让幽明殿的太子哥哥 来瞧瞧他小兄弟 无耻的嘴脸 沈薇真想把面前这张脸 扇一边去 这就是个无赖 加老流氓啊 亏他之前还被感动得 不要不要的 想了想 沈薇才勉为其难的的 好吧 我想想法子吧 嗯 谁让我就看上了 你这张脸呢 他很忧愿地 在徐佑脸上捏着 捏着 其实 沈薇没有他表现出来的 那般不情愿 瞬间他就想了很多 庸轩帝在位的时候 徐佑圣宠正浓 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很舒心 庸轩帝之后呢 若是现任太子继位 他们应该也还可以逍遥自在 可是 他冷眼瞅着 现太子不大能干过二皇子啊 二皇子继位 这是沈薇无论如何 也不想看到的 二皇子本人是挺谦逊的 但沈薇对他身边的人 都十分的厌恶 秦相爷 那是早就结了仇的 那位张掌使呢 他也没有好感 至于淑妃娘娘 头一回见面 就对他冷嘲热讽 不提也罢 若是二皇子上位了 秦相府便是皇帝的外家 淑妃就成了太后 张掌使也跟着水掌船高 光是淑妃一个人 就能让他日子不痛快了 所以 为了他以后的日子好过 二皇子还是不要上位的好 满朝成年的皇子 扒了来扒了去 也就剩下幽冥殿那位废太子了 刚好 他跟徐佑的关系还挺好 若真要站队 那就他好了 对了 少算了一个 除了废太子徐彻 还有个三皇子徐成呢 不过 三皇子生来 腿上便带了残疾 走起路来有些微薄 没有竞争皇位的资格 两人说完了废太子的事 徐佑乔建之前 被沈薇放在桌上的书册 好奇地拿起来翻了翻 你看这个干嘛 这不是什么书籍 而是京城各家各府关系的介绍 你以为我想看啊 沈薇嘴巴一撅 啊 这是默默默提醒了我 咱不是搬过来了吗 乔建知习 怎么也得搬个宴 庆祝一下吧 别人来不来我不知道 反正我娘家跟外祖家 定是要上门的 徐佑才想起了这茬 不以为然的的 办个宴挺累的 要不就别办了吧 反正 他跟京中的各家 也没有多少交往 沈薇斜的徐佑也 哟 这人比他看得还开呢 可人生在世 太特立独行了 也不好 胡说啊 咱俩一个是郡王 一个是郡主 还都挺得圣宠的 总得给大家一个 巴结讨好送礼的机会吧 有些规矩啊 还是要守一下的 嗯 再说了 你不是想把你的太子哥哥 弄出来吗 你不和大臣们 联络联络感情 谁帮着你说话啊 徐佑一听沈薇这样说 立刻就同意了 行 那咱们就办个宴吧 哎呀 你也别看这玩意儿了 反正来的人 大多都得对你行礼 宗室中来的 约门也都是平辈 不会有人为难你的 宴席安排 你也不用担心 让默默默操持去就是了 呃 把你家大伯母 沈侯夫人请来帮忙也可 他家小四 文能安邦 武能定国 何必困在内宅小事上呢 沈薇点了点头 又补充道 哎 把二弟妹也请过来帮忙吧 请他干嘛 徐佑有些不乐意 搬离了晋王府 他恨不得能和那边撇进关系 哪里愿意请二弟妹过来 帮着操持半夜呢 沈薇对徐佑的心思 那是摸得一清而出 知道他不喜欢那边的人 便耸了下肩 说教道 你傻了吧 跟那边怎么样 咱们自个儿心里知道就行 表面上还是得维持一下的 咱们半夜 只请我娘家的人过来帮忙 而没请你家的人来帮忙 你让外头人怎么看咱们啊 你这是上赶着 给你继母送把柄呢 你再说了 你爹虽然渣 但他到底是圣上的亲弟弟 有晋王府在那儿杵着 咱们做小辈的 也能乘凉一下 有好处不占 你傻了是吧 徐佑被沈薇训得脸上善善的 一切都挺微微的 沈薇哼了一声 十分满意地把自个儿又窝进了徐佑的怀里 秦穆然的案子 还是进展艰难 季晓斯二牛子翻供之后 他又暴毙在牢里 嘴唇紫黑 双手紧抓着自己的脖子 一看就是中毒而亡的 赵承煦大发雷霆 嘴里念叨着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明知道这是秦相府的手笔 这是在向他示威呢 可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天秦相爷淤尊将贵来到大理寺 他背着手悠闲自在地走了进去 直接就找到赵承煦办公的地方 赵承煦站起身来 面无表情地说 真是稀客呀 是哪阵风把秦相爷吹来了 秦相爷拱拱手道 本乡过来是想问问赵大人 何时放犬子归家 家中老母私孙甚妾 整日啼哭 本乡身为人子 真是惭愧呀 还请赵大人告台贵手啊 抱歉 赵承煦依旧面无表情 虽然人正被毒杀 但令公子仍脱不了嫌疑 这案子没有查清 令公子恐怕是不能归家了 秦相爷身为朝廷命官 定会体谅下官的难处吧 当真不可吗 秦相爷直直地望向赵承煦 当真不可 赵承煦也坦然地迎上他的目光 无所畏惧 好 那本乡等着 秦相爷转身离开了 留下赵承煦满腹的惆怅 平郡王府艳客 来的人自然极多 有宗室 有勋贵 还有朝中的大臣 更多的是低品的文武官员 平郡王府所在这条街道 顿时拥挤了起来 把路都堵得死死的 好多人离得老远 就下车下轿下马 打发随送 把车马赶回去 自个儿不行走过去 沈薇一开始也没想到 会来这么多人 稍微一思考 便明白了 徐又是圣上的亲侄子 而且颇为受宠 宗室们总得给些面子吧 他自个儿呢 出身中我侯府 先不说他的郡主封号 就冲他祖父 勋贵和朝中大臣 也是要来的 也不都指望着 能得到什么好处 但总不能别人都来了 你不来 那不是得罪人吗 至于那些低品的 文武官员的心思 那就更好猜了 平常就是捧着礼物 想霸解平郡王 都进不了大门的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即便到不了平郡王 和嘉惠郡主跟前 好歹也能和其他的官员 搭上话呀 男兵和女眷 是分开招待的 男兵那里 有苏先生和蒋伯操持着 女眷这里呢 因为有能干的 大伯母许氏和静王府世子夫人吴氏帮忙 一切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点都没让沈未操心 她也就陪辈分比她高的几位 说说话就行了 中午侯府的几位姑奶奶也都来了 其中 沈霜挺着个大肚子 她的婆婆娄士 不错眼地盯着 沈未立刻迎上前去扶住她 猝着眉不赞同地道 二姐姐 你这都显怀了 不好伤在家里歇着 到处乱跑什么呀 妹妹我还能挑了你的礼圈 沈霜笑笑 没事 已经过了头三个月了 大夫都吩咐 要多活动活动才好 四妹妹府里的喜事 我这个做姐姐的 怎能不亲自来道贺呢 沈未瞧一瞧她凸起的肚子 目中含着担忧 二姐姐 你这还不到四个月吧 怎么这么险呢 你可别补过头了 到时候可不好生啊 这是古代 又没有剖腹产 胎儿太大生不下来 很容易造成难产 从而一失两命 沈霜闻言就抿嘴笑 一旁的娄士 也是眉开眼笑的样子 好叫郡主娘娘知道 宫里的太医已经诊断过了 双姐儿啊 这一胎怀的双胎呢 真的啊 太好了 沈未一喜 随即看见沈霜的目光 就更加不赞同了 你都怀了双胎了 就更得小心谨慎着 你若是想见我了 十个奴才送个口信 我立刻去上师傅瞧你去 你说说你 大伯母要是知道了 一定又得骂你 可不得骂吗 文讯赶恩许氏 黑着一张脸 手指须点着沈霜的额头 我的个祖宗 你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 你也就仗着你婆婆疼你 大嫂 她若是再这样不听话 你就给我拧她 眼里却是掩饰不住的担忧 那我可舍不得 楼氏爽快地笑着 眼睛却不离沈霜的身子 她愿意走动也是好事 太医说了 双胎生死本就要艰难一些 她多走动走动 身子骨强健 倒是也好生 索性我这老胳膊老腿 还能走动 多看着她一些呗 看得出来 她对这个侄女儿媳 是很喜爱的 大嫂 你就惯着她吧 瞧都把她惯成啥样了 许氏嘴上抱怨着 眼里却满是高兴 我的亲儿媳 我不惯她 我惯谁去啊 楼氏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 神威健壮 连忙道 都别站着了 赶紧进去吧 我二姐姐还是双身子呢 梨花梨花 你亲自领着大舅母和二姐姐过去 找个安静点的地方 别吵着我二姐姐 梨花小跑过来 领着沈霜和楼氏去安置了 许氏看着自个儿闺女的背影 长长地叹了口气 神威安慰她 放心吧大伯母 大舅母带二姐姐好 这不是好事吗 双胎是艰难一些 带二姐姐身子骨一向就好 到时再请了太医 在府里坐镇 肯定能够平安生下来的 季威健你急言了 许氏还很忧心 强笑了一下道 她这辈子就两个闺女 迎截儿嫁得远 她就是再担心也管不了 双截儿倒是离得近 可她还是操不完的心呢 唉 这儿女都是债呀 威健 快进去陪几位老夫人说话吧 外头有大伯母照应着呢 许氏收起脸上的担忧 对沈薇道 那就劳烦大伯母了 沈薇的脸上带着感激 她不是操持不来 而是确实不大喜欢这样的琐事 有大伯母帮忙 她清醒多了 瞧你这丫头 跟大伯母还客气什么 许氏称了沈薇一句 又脚下生风的忙去了 女眷到了一起 能说什么呢 除了家长里短 就是夸沈薇 从容貌到品性 再到有福气 沈薇这样脸皮厚的人 都觉得脸上发烫呢 这说的是她吗 是寺庙里的佛爷吧 就她这样姿意护短 又死不肯吃亏的人 怎能和贤良舒德扯上关系 这众人的眼都是瞎的吧 在座的还有两人 觉得大家的眼都瞎了 一个是秦颖颖 一个是沈雪 秦相府的秦老太君 和相爷夫人董事 对沈薇一点好感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是深无痛绝的 但到底没有正式撕破脸 也只好捏着鼻子过来了 秦颖颖更是抵触 她一点也不想上门来恭贺 奈凡扭不过她老娘 秦母是这样说的 你是要嫁入晋王府的 再怎么说 那也是你未来的大白子 和长嫂 是一家人 他们瞧前之席 你登门恭贺 外头人见了 也只有说你懂事的 至于女儿跟那位 嘉惠郡主的口角 她压根就没当回事 秦颖颖冷着脸 瞧着众人奉承沈飞 心里可鄙夷了 什么贤良淑德 什么聪明柔家 不过是个乡下 长大的破货罢了 边上的秦母健壮 忙扯了扯女儿的袖子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秦颖这才收回视线 垂下毛子 到底没有失态 这也让秦母松了口气 不由气哼哼地想 这个死妮子 她口水都浆干了 她咋就这么不懂事呢 沈雪的心情便复杂多了 经了上次的事情 她清楚地认识到 有个强势的娘家 是多么的重要 夫君亲自登门接她回府 回到府里 婆婆也对她露出了笑脸 连向来严肃的公爹 都和颜悦色地安慰了她几句 她心里明白 这都是因为 她是中午侯府的小姐 她的祖父 是圣上看重的太妇 这一回 平郡王府的乔迁之宴 不用别人催促 她自个儿就积极地 做起了准备 她是跟沈薇不对付 却又不得不借沈薇的事 她那好婆婆 可不就因为 她有个做郡主的 嫁给平郡王的姐姐 而忌惮忍让她吗 即便心里呕得要死 脸上还得做出欢喜的样子 这些道理她都明白 但真正看到 重心捧月般的沈薇时 她仍是忍不住心里犯酸 偏好友李新蕊 还不停地在她耳边嘀咕 什么阿雪 你姐姐可真漂亮啊 什么你姐姐的运气真好 不仅能封郡主 还能嫁个人人羡慕的好夫君 沈薇是越听越恨 同是一个爹的 凭什么她摊上那样的婆婆 日子过得那般艰难 而沈飞却高高在上 享受着众人的拍马逢迎 她来得早一些 先前可是亲眼瞧见 那位平郡王是怎样对待沈薇的 她的眼睛里是能溺死人的温柔和宠爱啊 而她使尽手段才嫁成了锦衣哥哥呢 待她却是一日不如一日 虽然她仍是那般温柔的语调 沈薇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的疏离 想到这里 沈薇不由地抓紧了帕子 忍不住地哼了一声 这一声特别地清晰 不仅沈薇听到了 在座的女眷都听到了 不由看了看主位上的嘉惠郡主 又看了看下头坐着的沈薇 姐妹不合吗 这是要翻脸的节奏啊 女眷们眸中闪烁着 心底隐隐有些兴奋 沈薇连个眼封都没朝沈薇那儿瞟一下 极其自然地就转换了个话题 在座的女眷没有一个是笨人 自然顺着沈薇的话题说了开去 哪怕心中再是好奇 也不敢打她呢 沈薇是根本就没把沈薇放在眼里 近日是他们的乔迁之宴 她才不会跟沈薇闹起来 让众人看了笑话呢 怎么说 他们也是亲姐妹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可是沈薇不明白 之前她看到沈薇老早就来了 还以为她长进了呢 没想到 仍是这幅扶不上墙的德行 在沈薇看来 沈薇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不理会她便蹦倒不起来 若是实在过了 她自然有的是法子收拾她 南宾那里 徐又跟朝中的大臣们打着招呼 众人受宠若惊 虽说他们都是三匹以上的高官 但以往这位平郡王可告着呢 见了他们也不过是点下头了事 现在看来 谁说这位平郡王高冷来着 瞧瞧那话说的 虽然面上表情少了点 但不也很长袖善武的吗 二皇子也来了 他一来众人纷纷上前拜见 二皇子依旧是那般 谦逊和煦的样子 尊卫快快请起 今儿本殿下和大家都一样 都是登门做客 平郡王才是主角 他虽然这般说着 但围着他的朝臣仍是有不少 尤其是那些低品级的 平日哪里得见二皇子啊 现在好不容有个机会 可不得把握住吗 二皇子对着徐又歉意地笑笑 恭贺右堂兄乔迁之喜了 心中却很是得意 徐又扯了下嘴角 面无表情地道 多谢二皇子殿下 太子没来 贺礼却是道的 由东宫詹氏送过来的 三皇子徐承 也是礼道人没道 对此大家都不奇怪 三皇子身有残疾 一向身居简出 除了皇家必要的场合 他都不会到场 中午侯府来的人挺多呀 侯爷沈红文歌仨全都来了 除此之外 小辈子沈松沈柏 几兄弟也全都到了场 沈觉小大人似的 帮着徐又招呼客人 让在场的人 都忍不住点头赞赏 中午侯府没来的男主子 除了远在西江的沈谦 就是老侯爷沈平渊了 其实老侯爷可想来了 但孙女都说 要给他在郡王府留个院子 他很想来瞧瞧 这座名气极大的清源 现在的平郡王府 更想来瞧瞧 他这乖乖孙女是胖了还是瘦了 有没有受人欺负 可想到 他若是来了 要面对朝臣谄媚的嘴脸 他立刻就兴趣缺缺了 只打发老清兵 给他孙女送了礼物 人却没到 正热闹着呢 就见蒋博匆匆匆过来 郡王爷 圣旨到了 众人 包括李贤下师的二皇子 都是一惊 近日平郡王府 半桥千宴 圣上下旨 定是赏赐的了 一时间望向 徐又的目光 充满了现眼 这位平郡王 真是圣倦浓啊 徐又也是一愣 随即便反应过来 开中门 快开中门 平郡王府的中门 徐徐拉至最开 用轩帝身边 最信重的大太监张全 乐呵呵地走得进来 手里捧着明皇的圣旨 身后还跟着一对小太监 沈薇那边也得了消息 向大伯母许氏 尚书府的娄氏 沈霜沈英等人 自然为沈薇高兴了 而其他的女眷们 则对沈薇更加羡慕 嫉妒恨 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 心情可复杂了 瞧瞧人家嘉惠郡主 还不满十六岁呢 就是正二品的郡主 嫁得夫婿也鼎鼎有出息 半个乔千宴 圣上都还有赏赐呢 再比比自己 年纪都能做家会郡主的祖母了 也不过才勉强 混个三四品的告明 一把老骨头了 还要对这个毛孩子奉着 上哪说理去啊 女眷们虽不用过去接纸 但也需要跪拜敬言 一时间 待客的厅堂里跪了一地 张全展开圣旨 大声宣读起来 众人猜测得没错 圣上下旨正是为了赏赐 听着张全嘴里念出的 一连串的贵重东西 众人再一次羡慕圣上 对平郡王的宠爱 平郡王接旨吧 咱家恭喜平郡王 瞧千之喜了 张全对着徐又公公手 把圣旨往前一地 态度放得可低了 别人不知道 他这个圣上跟前的 心服大太监 可是最清楚的 圣上对这个侄子的倚重 有时连皇子们都比不上呢 徐又恭敬地接过圣旨 对着张全也是一拱手 脸上浮上一抹淡笑 多谢张公公 里面请 喝杯薄酒吧 张全却笑笑 平郡王的心意 咱家心领了 下次吧 咱家还要回宫复旨呢 也不差这一会儿 江白 给张公公倒酒 徐又吩咐他 张全也没有再推辞 接过江白倒的酒 喝了满满的一大杯 再次恭贺平郡王 众人看得眼睛都直了 那可是张全张大太监 上上身边最得脸的大太监 连相爷阁老都得卖几分面子的张大监呢 居然对平郡王这么客气 真是 真是羡慕死个人了 大家看向徐又的目光 便更加热气了 这可是一根粗大腿啊 要是能抱上去就好了 重回到宴席上 众人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 话题人物自然就是徐又这个平郡王了 可有两个人的心思 却不在这上头 他们的目光紧追着苏先生的身影 有些魂不守舍 这两个人 便是房哥老的儿子房明和房君 二哥 那个人 是大哥吧 是他回来了吗 房君的脸上带着震惊 房明也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瞧着像 应该是吧 真的是大哥吗 那个文采斐然 精彩绝艳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大哥 是他回来了吗 房明的心情可复杂了 还是房君接领 交过一名服饰的小丝 持着不远处的身影 壮似不在意地道 哎 那位是谁啊 这位大人 是问那位穿青色衣裳的吗 那是我们府里的苏先生 小丝极有礼貌地答道 苏先生 你们府里的 房君一听姓苏啊 心就提了起来 大哥的生母可不就是姓苏吗 这位苏先生是何方人士 瞧着似乎很有学问的样子 那小丝的脸上顿时浮上骄傲的笑容 伸出大拇指赞道 这位大人可真有眼力劲 我们苏先生的学问可好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谁有了男士去寻他讨个主意 保证没错 至于说他是哪里人士 小的还真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我们郡主娘娘的先生 一直都跟在我们郡主娘娘身边的 房明和房君哥俩对视了一眼 在彼此的眼中均看到了肯定 对 这位苏先生就是他们的大哥 那个被族中除名的大哥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虽然大哥的面容变了不少 但他们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实在是大哥跟父亲太像了 也因为这位大哥带给他们的噩梦太深刻了 他回来做什么呢 报复吗 房明和房君的眼里都带上了深深的恐惧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大哥也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但知道真相的房明和房君 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心过 事情爆出来之后 人人都说精彩绝艳的状元郎 房家的玉树公子 是个品行恶劣的伪君子 不然能干出逼尖赴妾的事吗 不然正值铁面的房哥老 会把他赶出家门吗 可事实上 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母子的栽赃陷害罢了 品行高捷 如天上明月一般的大哥 怎么会是那样龌龊的人呢 房明对当年的事知道得更加清楚 因为母亲对大哥出手都是为了他呀 使他不堪承受来自大哥的压力 起于崩溃 母亲不然眼睁睁地看着他毁了 才出手对付大哥的 他和大哥不过相差两岁 免不了被人拿出来比较 孩童时期 他也曾因有个神童般的大哥而骄傲过 他也曾经那般崇拜过大哥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哥带给他的不再是荣耀而是压力 父亲失望的目光让他惭愧 外头人的冷言冷语也让他受不了 所有的人都说 瞧 那个是房锦的弟弟 虽是亲兄弟 资质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每日复习功课到半夜 可是仍比不上大哥随口拈来的诗句 大哥是那么自信而神经飞扬 他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他的脚步 于是他崩溃了 他砸了书房撕了书 开始破罐子破摔 花天酒地起来 母亲是为了他才打压大哥的 都是为了他呀 现在大哥回来了 是不是要找他算账了 房明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圣上的赏赐搬下来 不过两克钟 皇后娘娘的赏赐就到了 之后是颜贵妃 淑妃等宫中有头脸 有体面的妃子 圣上的旨意就是个风向标啊 圣上都赏赐了 夫妻一体 皇后娘娘还不得跟着赏赐吗 这皇后娘娘都赏赐了 公妃们可不得跟着做做样子 即便心中再不情愿 也不能博了皇后娘娘的面子 更何况 圣上也看着呢 后宫的妃嫔 哪个不卯足了劲 想在圣上那里刷好感 当然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赏赐的 你一名不经传的宝林美人 谁认识你是哪个啊 安分待着吧 别出去丢人了 面对着一波接着一波的赏赐 别人是现眼 沈薇跟徐佑却觉得麻烦 不过是半个乔千宴 圣上跟皇后赏赐也就罢了 你们这些妃嫔跟着凑什么热闹 还让不让人安生吃饭了 这般大的动静 让所有来的人都觉得不需此行 可以预见 京中未来半月的热门话题 就是平郡王府的乔千之言了 二皇子徐佑 从平郡王府出来 先去了宫中看她母妃 对于母妃赏赐平郡王府的行为 她还是极满意的 淑妃见儿子过来看她 也是十分高兴 吩咐左右道 快快 去把备着的醒酒汤端过来 她是知道儿子今天去了平郡王府的 母妃 不用 儿子没喝多少酒 二皇子连忙阻拦 淑妃趁了她一眼 没喝多少酒 也得用一些醒酒汤 瞧你那脸红的 还没喝多少酒 你呀 也是太实诚 酒多伤身 你就不能少喝点 淑妃可心疼了 二皇子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还是母妃疼儿子 淑妃又是一尘 傻话 母妃就生了你这么一个 不疼你 疼谁去 她看着儿子用了一碗醒酒汤 脸上才有了笑容 听儿子说起平郡王府 艳客的盛况 她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你父皇带平郡王可真好 好的都让她觉得不太对劲了 同样是侄子 也没见圣上对徐业徐严 他们怎么样啊 二皇子却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呀 不是说父皇跟平郡王的生母 有一起长大的情谊吗 而且父皇是一国之君 最是怜悯弱小的了 平郡王子又身子骨变不好 父皇多照看几分也是应当的 淑妃却不大赞同提醒道 听说起儿平郡王又去了幽民殿 他跟内卫的关系好着呢 二皇子眼睛闪了一下 这事自是在父皇那里过了明路的 母妃 您可别跟着掺和啊 被父皇知道了 还不定怎么生气呢 平郡王跟大哥的关系 好在那是众所周知的 毕竟救命之恩嘛 不过那又如何 大哥被幽禁了十年 人早就废了 而且有人比咱们更心急呢 咱们就坐在一旁 坐着等就是了 淑妃眼睛一眨 便明白儿子的意思了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二皇子又道 母妃 既然父皇对平郡王照顾有加 儿子自然是要跟他交好的 幽先生没事时 也多照照嘉惠郡主说说话 淑妃脸上的笑容 立刻就消失不见了 可别 母妃跟他八字犯冲 瞧见他就头疼 你是不知道那小贱人多嚣张 使人打了你的小舅舅不说 对母妃我也是冷嘲热讽 她呀 母妃 二皇子皱着眉头 打断了淑妃的话 无奈地道 母妃 这都多久远的事了 您还记着呢 等姬衣加入晋王府 嘉惠郡主还是她的长嫂呢 小舅舅那时更怨不着人家了 谁让小舅舅调戏人家的表妹呢 换了是我 我也不能善罢甘休 而且 上次嘉惠郡主进宫请安 明明是母妃先挑事的 母妃 别的不讲 您就当为了儿子好吧 又没什么多大仇恨 您干啥跟嘉惠郡主过不去呢 行了行了 母妃知道了 淑妃不耐烦地挥手 为了你 母妃忍总行了吧 二皇子叹了口气 母妃平时挺大气讲理的呀 怎么遇上嘉惠郡主就浮躁了呢 儿子没有让母妃忍谁 您放心 儿子会争气的 以后只有别人忍您的份 而没有您忍别人的 她望着淑妃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淑妃十分欣慰 拍着儿子的胳膊 就为了你这份心 母妃也不能拖你的后腿 你放心吧 断了一下 又到 对了 你小舅舅的事 你也尚尚心 无凭无据的 把你小舅舅扣在大牢里算什么 你外祖跟外曾祖母 眼睛都快哭瞎了 那个赵承煦 也太不是东西了 有没有把相府和本宫放在眼里 说起这事儿啊 淑妃就来气 昨日一早 老娘就进宫跟她哭诉了 她也十分气愤 别说没有证据 就是她弟弟真的抢了个姑娘进府 又能怎样呢 不过是个平民丫头 瞧上她是她的福气 还拿上瞧敢状告然哥 胆子不小 赵承煦也不是个好的 都说她正直铁面无私 依她看 不过是个不识食物的迂腐蠢物罢了 你也跟姓赵的大声招呼 赶紧把你小舅舅放了 二皇子的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 母妃 赵承煦是大理寺卿 他才是主审官 儿子虽贵为皇子 可也不能徇私妄法呀 穿到父皇耳朵里 父皇会怎么看儿子 二皇子是不大想插手这事儿的 他小舅舅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他还不明白吗 他这个当朝二皇子 都不敢强强民女 他一个身上什么功名都没有的白身 却抢得理直气壮的 正经事儿一点不做 诚实地招杀惹祸 成不了他的助力不说 还拖他后腿 这样他对他印象 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什么寻思枉法 你小舅舅是被冤枉的 淑妃不赞同的 不过是个大理寺卿 还敢搏了你的面子不扯 玉儿 那到底是你的小舅舅 你外祖父的老来子 你想想 你外祖父跟外祖母多疼你呀 这一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 淑妃对儿子打起了感情牌 二皇子心中撇嘴 宣王 依他对他那位小舅舅的了解 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是他那个顽酷小舅舅 能干出来的事 不过 转念又想到他外祖父 秦相爷和能干的大舅舅 这事啊 他还真不能不管 上次他让张长使出面 也不过是为了赌母妃的嘴 那明儿他亲自 去跟赵承煦说一声吧 好好好 儿子答应您总成了吧 二皇子壮丝无奈地妥协了 儿子明儿就去找赵大人 让他把小舅舅放出来 但母妃 您也得给外祖母说说 让他管管小舅舅 别承日遛狗斗鸡地 做些慌恼事 连对着儿子脸上也没光 淑妃这才露出满意的神情 行 但明儿母妃就跟你外祖母说说 让他好生拘束着然根 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沈薇身穿夜行衣 戴着狐狸面具闪进了行象符里 也说不上什么 沈薇心底总有一种感觉 召唤着他来这里 似乎这里有什么在等着他 这种感觉让他不安而胶着 已经好多年不曾出现过了 所以趁着徐佑被圣上召进宫中议室 他就过来了 回忆着徐佑那天带他走的路线 再加上他自己的分析判断 沈薇一点一点地靠近了 秦相爷的书房 离着院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沈薇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因为他发现这里的戒备 比别处还要森严 他没有把握不惊动暗中的人 靠近秦相爷的书房 好在沈薇有的是耐心 他左右瞧了一下 也没看到有什么合适藏身的地方 一抬头顿时有了主意 他深呼吸 提上一口气 三两下就窜上了房顶 趴下身子 整个人和屋脊融为一体 慢慢地 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远远能望进 秦相爷书房里透出的灯光 看样子 秦相爷正忙着还没睡 沈薇嘴角露出一抹技巧 也是啊 儿子还在大理寺的大牢中 做老子的怎么睡得着呢 秦木然的案子 沈薇一直使人关注着 他不仅知道 赵承煦没卖秦相爷的面子 连二皇子的面子也没给 这让他心中对赵承煦此人 生出极许敬佩 能顶住这样大的压力 坚持为民做主 伸张正义的官员 真就不多了 难怪哪怕弹劾他的折子 满天飞 圣上都无动于衷 依旧让他安稳地 待在大理寺清的位置上 敬佩的同时 沈薇还是有些担忧的 无论是秦相爷 还是二皇子 都不是擅长 尤其是二皇子 朝中诸位大臣 谁不得卖他几分面子 赵承煦这样直浪浪地拒绝他 虽然说是职责所在吧 但谁又能保证 二皇子不会恼羞成怒 继而打击报复呢 臣子之间的轻压 圣上还能公正处置 若是皇子非要跟大臣过不去 圣上对自个儿的儿子 到底会包庇几分的 即便时候训斥了二皇子 又如何呢 不痛不痒的 而臣子 可不就倒了大霉了吗 这些想法 在沈薇脑中纷纷闪过 他甚至在私存 能不能在张元娘的身上 想想办法 沈薇的大脑 在飞速地思考 身体的移动却没有停下 突然 他感觉到手 似乎按上了一个 什么柔软的东西 像是 像是人的腿 沈薇想都没想 拔下头上的簪子 就朝下扎了过去 那人一反应迅速 往边上一滚 沈薇的簪子就扎空了 他栖身在上 被那人牢牢地抓住了双手 这人也戴了个面具 同样的一身黑色夜行衣 个子 比沈薇高出半个头有欲 但要使出灵力的手段 就见那人轻声一笑 噓 朋友也是听说 相府藏有珍宝吗 都是同道中人 意气如何呀 珍宝 倒借被森严的 琴相府来偷珍宝 哼 这个刘糊弄谁呀 沈薇冷哼一声 哼 没兴趣 脚便踢了过去 两人在屋脊顶上 交起手来 因怕动作太大 引来府里的侍卫 他们都不敢 放开手脚去 一时间 竟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不说这位朋友 咱们还是别打了吧 不愿意一起就算了 我偷我的珍宝 你干你的活计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一会儿引来府里的侍卫 咱俩谁都落不着好 那人边打边当 沈薇只不理会他 闷不吭声地出着招式 谁知道这人适合来路啊 有他在一旁 他一点都不放心 要是他正干着国际的时候 他在边上捅一刀 他找谁说理去 最稳妥的办法 便是把这人给解决掉 至于惊动府里的侍卫 沈薇是一点也不在意的 惊动就惊动呗 大不了他下次再来 全身而退这点能力 他还是有的 那人被沈薇逼得手忙脚乱 心里可呕死了 这是哪来的棒锤啊 咋就听不懂人话呢 他探了好几晚上 才好不容易地 避开府里的暗哨 摸到这儿来 没想到 却遇到个棒锤 他的命怎么那么苦呢 沈薇才不管他心中的哀嚎 攻势越加的灵力起来 住手 快瞧 秦相爷推门出来了 那人往后面一跃 忽然说道 沈薇也立刻后退了一大步 戒备地看了那人一眼 哼 狐狸一把露出来了吧 还说来偷针吧 你怎么就那么笃定 出来的人是秦相爷 怕是早就盯着了吧 不过 这也让沈薇的心放下一些 虽然不知道 这人打什么主意 但只要他跟秦相爷 势敌非有 那他就高兴了 瞧这人暗戳戳的老鼠样子 估摸着也不能是有 看 秦相爷出院子了 那人又出声提醒道 好似没瞧见 沈薇的戒备似的 沈薇定睛望去 还真是啊 秦相爷正从院子里出来 身边跟着一个提灯笼的人 看他走的方向 也不是去内宅的 都这么晚了 他是要去哪里啊 沈薇眼睛一闪 身子就窜了出去 悄悄地跟在后头 那个之前跟沈薇交手的人 也不敢示弱 足下一点 也悄悄地跟了上去 沈薇一扭头 狠狠瞪了他一眼 往旁边让了让 离他远了一些 那人见状 摸摸鼻子 倒也没有凑过来 心中却吐槽 想他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人缘极好 今晚怎么就被人嫌弃如此呢 不过 这个同道中人的功夫 真的挺好的 他的眸中浮上三分兴趣 最近日子过得太平淡了 他也是很需要刺激的 哎 你说秦相爷 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那人小声说的 沈薇没有理会他 只紧盯着前面那个灯笼 还要分出两份注意力 防备身边的同行之人 他辨别了一下方向 发现秦相爷是朝着东南的方向走的 这秦相府的东南方向 是哪座院子呀 沈薇正想着呢 就听那人又小声说道 你说秦相爷会不会是夜会家人 他在府里的哪座院子里 金屋藏娇呢 一下子就把沈薇的思绪给打断了 这是哪个盖拉里冒出来的唠叨话 不说话能死吗 能死吗能死吗 也不瞧瞧现在是什么时候 惊动了人算谁的 还金屋藏娇呢 秦相爷脑子进了水 会在府里藏娇 不是这人到底是哪个盖童长大的 闭嘴 沈薇恨恨地咬牙切齿 对那人亮了亮他手里赠亮的簪子 这人若是再不识去 就别怪他帮他永远地闭嘴 那人做了个缩尖啪啪的动作 心中暗自撇嘴 哇 好凶啊 太凶了 沈薇轻巧地身子 在夜色中时影时现 不远不近地跟着前头的灯光 忽然 前头的灯光忽然灭了 沈薇心思如电 身体更是抢线一步 斜掠开来 飞快地朝府外盾去 另外一人反应也不慢呢 几乎和沈薇同时向相反的地方盾去 临去前 似乎还扔了一把什么东西 就在沈薇和那人盾去的同时 黑暗中闪出几个人 一击不中 立刻分头朝两人追去 沈薇拿出看家本领 跟追兵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若针刀石枪的队上 沈薇可能会因为不懂那家功夫 稍叙一筹 但比起逃跑和隐匿的功夫 那还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他只不过把自己的身体 横在屋檐之下 那追兵从他身前掠过 都没发现 相爷 属下无能 人 去丢了 追出去的两拨人都无功而返 灯笼已经重新点亮 请相爷白白手道 无事 下去吧 既然人家都能悄无声息地 前进他的府邸 那自然就是能全身而退的了 侍卫们没有追到人 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本以为府里的戒备已经够森严了 没想到还是不行啊 虽然 相爷没有责怪 但那个侍卫首领心中却十分惭愧 脸上火辣辣的 人家巴掌都扇到脸上来了 他不仅觉得疼 还觉得丢脸 以暗自下定决心 再加强府里的警戒 府里的防备也要重新调整 这样打脸的事 一次就足够了 等追兵走远 沈薇才从屋檐上翻了下来 他站在屋脊上静默着 没有高兴 亦不失望 对于秦相爷那样的老狐狸 他可没有指望 一次夜叹就能发现什么 事实上 今晚的收获 他已经很满意了 至少他知道 秦相府的东南方向有蹊跷 不然 秦相爷也不会大半夜地 往那个方向去 明儿跟相府的案子传个消息 让他们注意一下 那个方向都有什么 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沈薇身侧 五步开外的地方 嘿 你跑得可真快啊 是先前那个同道中人 沈薇哼了一声 回敬他一句 哼 彼死彼死 转身 拔腿就走 他是一点也不想跟着 傻去二货待在一起 他怀疑 秦相爷发现他们 就是因为这货的话太多了 哎 朋友 那人见沈薇要走 连忙喊道 沈薇回头冷冷地道 别喊我 也别跟着我 否则 哼 言语中的威胁森森的 那人抬起的脚步 立刻撤了回来 算了 这位同道中人不仅凶巴巴的 脾气似乎还不好 他就别上赶着去碰钉子了 还是回去睡大头觉吧 沈薇翻进自个儿屋子的时候 肩膀被拍了一下 他狠狠地惊了一跳 下一刻便被揽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去哪儿留的了 徐佑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沈薇紧绷的身子这才软了下来 不满地捶了徐佑一下 你差点吓死我了 顿了一下 又道 闲来无视 到秦相府转了一下 一点被抓包的心虚感都没有 想了想又添了一句 碰到了一个二货 没发现了 徐佑好看的眉皱了一下 果断的道 下次再去 我陪你一起 既然薇薇有兴趣 而他又阻止不了 那就陪着他一起冒险吧 沈薇果然高兴 踮起脚尖 朝他脸上巴唧了一下 好 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 有徐佑这位高手同行 就是再遇上奇葩 他也有信心能把他拿下 对了 上上照你干嘛 都这么晚了 怎么没有留你在宫中过夜 沈薇随口问道 问完了就知道自己说了傻话 连成年皇子都不会轻易留宿皇宫 更何况徐佑只是个侄子呢 没啥大事 就是想让我入朝帮帮他 徐佑避重就轻地说道 迟疑了一下才又道 圣上想让我总领五成兵马司 我答应了 估摸着这消息 明日早朝便会宣布 即便他不说 沈薇道士也会知道 五成兵马司 这个衙门沈薇隐约知道些 说白了就是管理治安的 什么防盗了 巡接之类的 跟现代的公安局差不多吧 圣上怎么想着让你去五成兵马司啊 让个全国最大的特务头子 去管些鸡铃狗碎的琐事 是不是有些大材小用了 徐佑抱着沈薇香软的身子 陶醉地深吸了口气 道 本朝的五成兵马司 多的是勋贵和宗室子弟 顽固的顽固 成兄斗狠的成兄斗狠 正经做事有出息的不多 别人也管不了他们 圣上早就为此头疼了 而我的身份刚好合适 徐佑解释了一番 那 永卫呢 沈薇眼睛闪了闪 想到了这个问题 还是我长着 徐佑道 沈薇等了点头 心下放心不少 虽然 他总调侃牺牲徐佑为特务头子 但手中长着隐蔚的力量 办起私活来 可方便很多呢 被庸轩帝大手一挥 就从禁军中被划落的 平郡王府的五百人 最近的日子啊 过得特别的憋屈 本来庸轩帝说 要挑一千人的 小姐妹 什么规矩组织 不过是嘴上说着好听罢了 还得看你有没有圣宠 但徐佑没有 他一个小小的郡王府 要那么多府兵干什么 养兵是要花很多银子的 而且朝中那些老学鸠们的唠叨 也很烦人呢 五百府兵 再加上四百多的少年兵 也差不多够实了 因为庸轩帝说要挑好的 徐薇就捡的好的 有能耐的挑 可有能耐的人 难免是才放矿 加之从禁军变成府兵 心理上带着落差呢 心中自然就不服了 一个个仰着脖子 眼睛望着天 压根就不把 欧阳奈这个心头领 放在眼里 欧阳奈也不恼 直接就把少年兵 拉了出来 说是让他们切磋一下 禁军们 差点没把鼻子给起完 什么切磋呀 不就是鄙视吗 让他们这些大老爷们 跟群半大孩子鄙视 这不是瞧不起他们吗 可真的交了手才知道 单打独斗 这群少年兵是敌不过他们 但他们在配合协作上 特别的出色 鬼点子一个又一个的 让人防不胜防 都一个时政过去了 他们这帮大老爷们 还是拿这群半大孩子没办法 一时间倒也战个势均力敌 欧阳奈乔这差不多了 旗子一挥便喊得停 禁军们可惭愧了 虽然没有分出胜负来 但其实他们已经输了 人家少年兵最大的 也不过十五岁 自己这边最小的 也十五六岁了 没能赢 还被人家弄得手忙脚乱的 一个个脸上都火辣辣的 觉得可丢人了 欧阳奈此时才到 不是都觉得自己挺能耐的吗 来吧 只要能剩了我手中这杆长枪 那这个首领的位子 我让给你做 若是剩不了 那就给我老实待着 禁军们虽受了打击 但雄心并未丧失 欧阳奈的话音刚落 就窜上来四个强壮的汉子 欧阳首领的话可当人 欧阳奈眉少一阳 沉声道 自然 四人对看了一眼 奇迹抱拳 那属下就先来领教了 其中 个子最高的那个就窜了上来 手中使的也是一杆长枪 只十来个回合 就被欧阳奈一枪杆拍了出去 剩下的三人一瞧不好 最左边那个使双锤的 就顶了上来 嘴里嚷嚷着 属下来领教欧阳首领的绝技 声音倒是挺大的 但他还不如上一个呢 只在欧阳奈的手底下走了七八个来回 剩下的两人对视了一眼 极有默契的一左一右 齐齐地攻向欧阳奈 来得好 欧阳奈大喝一声 手中长枪左突右击 跟游龙似的 很快就逼得那两人相行见处 再来 欧阳奈越战越勇 十分豪迈地大喊 从进军中又窜出两个人 和之前的两个人一起围攻他 欧阳奈的长枪捂得逆不透风 这四人压根就进不了他的身 反倒被他压制得施掌不开 再来 欧阳奈又大喝一声 这回上来的是四个人 八个强壮的汉子一起围攻他一个 双拳难敌四手 欧阳奈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呢 边上观战的少年兵们 都忍不住替他捏了一把汗 可欧阳奈是谁呀 他曾是西江边军中最勇武的兵王 不然怎么能到沈老侯爷身边做亲卫呢 又跟着沈薇在西凉大军中 几番杀紧杀出 早就淬炼得如一把锋利的宝剑 这几个禁军的武艺倒是挺不错的 但他们到底是没见过血 对地经验也匮乏 哪怕再来几个也一样被欧阳奈虐 而且都已经是八打一了 他们也没有脸面再上人了 两刻钟之后 欧阳奈把最后一个人一脚踹飞出去 这才收拾力枪 少年兵们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倒地的八个人慢慢地爬了起来 一蹶一拐地走过来 对着欧阳奈公公手 心悦诚服地道 欧阳首领 属下都服了 他们虽桀骜不驯 但也最佩服强者 欧阳首领一队八孩完胜他们 这让他们心中十分的福气 最刺头的几个人都搞定了 剩下那些人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齐夕对着欧阳奈行礼 臣服 欧阳奈的嘴角翘了翘 觉得他家郡主的主意真是好使啊 郡主说了 不服 那就打呗 打得他们无还手之力就服了 可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说啊 这帮子人也是贱皮子 你对他们千好万好 他们还跟你耿脖子瞪眼睛 狠狠收拾一顿 他们反倒老实听话了 你们连我都打不过 就别到郡王郡主跟前丢人现眼去了 也许你们听了外头的讹传 觉得平郡王是个娇弱无用的 可是你们都有脑子也不想想 若平郡王真是个娇弱无用的 圣上会这般看重吗 就是我们郡主手底下都是能刷上几招的 欧阳奈沉着脸说道 打过了棍子下面该给个甜枣了 欧阳奈如天兵一样站在他们面前 声音不大却铿锵有力的传遍了全场 我知道你们都是禁军中的娇子 被调到平郡王府心里难免接受不了 这一点可以理解 你们的担忧我和郡王爷郡主都是知道的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你们在禁军中什么待遇 到了平郡王府还是什么待遇 只会好不会差的 至于前程嘛 承诺的话我就不说了 咱们拭目以待就是了 欧阳奈意味深长的笑了一下 扯动脸上的长疤痕更显得吓人 禁军中有那脑子转得快聪明的 眼睛不由一亮 平庸些的也被欧阳奈这番蛊惑人心的话 说得热血沸腾 这样躲在暗处看着的沈飞不由得咋舌 他以为只有苏先生和张雄 是做思想工作的好手 没想到欧阳奈这个平日扒棍子 也打不出一个屁的硬汉子 也精通各种精髓啊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第二日早朝 众位大臣十分惊讶地 看到那位平郡王居然出现在金鸾殿上 不由心中泛起了嘀咕 跟相邻的同僚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而议论的中心人物则充耳不闻 面容平静地站立着 如一颗挺拔的苍松 坐在上头的雍轩地 把下面的情景尽收眼底 不动声色地垂下了毛子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等太监扯着尖尖的嗓音 宣布平郡王回五城兵马司指挥室时 众大臣这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这位颇受圣宠的平郡王入巢了 再想想他的职务 五城兵马司指挥室 有些人的脸上 便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有些人心中择恶去味地想 依这位动不动就病得上山休养的身子骨 能降服那群各有后台的顽固子弟吗 不过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闹来闹去的 也不过是宗室和薰贵们的事 让圣上头疼去就是了 进了六月 转眼就到了沈薇的生辰 她满十六岁了 自川来大庸朝已经过去四年了 这四年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她的日子也过得十分精彩 有时她自己都感慨 出川来时 那个面黄肌瘦病得半死的小丫头 恍惚还就在昨天 一早起来 莫莫莫和梨花几个丫鬟就笑呵呵地跟她道贺 桃花也跑过来 亲手把早就准备好的生辰礼物 献宝似的送到她手里 接着 和服的下人奴才都过来给她磕头道贺 曲海张雄等人的礼物几天头就送过来了 全是些珍惜的玩意儿 看得沈薇是两眼直冒光啊 像苏先生还颇费心思地给她画了一幅小象 画件上她穿着一身大红色衣裳 站在盛开的桃树下 满树的桃花开得灿烂 趁着她明媚的笑容 沈薇可喜欢了 可徐又脸上便有些泛酸了 若不是瞧着苏先生是真把她媳妇当闺女搬对的 哪怕明知道她媳妇会生气 她也得把那画卷弄过来销毁 就这样呢 她还不忘在沈薇耳边嘀咕 你喜欢画像怎么不早说 我也会啊 她画的也不比苏先生差呀 沈薇真是要败给徐又了 老大个人了 还这么孩子气 不过想到 徐又答应要带她出去游湖 她决定 还是要好生安抚一番这个小心眼的男人 行啊 那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晚 沈薇俏皮地眨着眼睛 凑到徐又耳边轻语了几句 那媚眼如丝的勾人模样 舍得徐又不由身体发紧 而那个点火的小妖精 则如鱼儿一般溜出了老远 歪着头笑着 走啊 走啊走啊 徐又的心情顿时如外面和煦的阳光 一下子就明媚了起来 岸边扬柳依依 白河之上停着一艘画坊 正徐徐朝岸边驶来 站在船头的是江黑江白两兄弟 沈薇知情还诧异 这两人哪儿去了 原来是被徐又知道这儿来了 请郡王和郡主上船 待画坊挺稳 黑白兄弟从上头跳到岸上 这画坊挺大的 看上去比三间房屋还要大些 仿制宫殿的样子很是奢华 沈薇坐过船 但这种画坊还真没坐过 神经中不由跃跃欲试 这座画坊价值不菲吧 你跟谁借的 沈薇扯着徐又的袖子问 徐又顺势揽着他的腰 微一用力便跃到了画坊上 特有范儿的道 什么跟谁借的 这就是咱们自己家的 不过区区一艘画坊 还需要跟别人借吗 难道在薇薇的眼里 鬼父就这么穷 连给夫人游玩的画坊都置办不起 徐又很委屈 好歹 她也是颇有盛宠的平君王啊 沈薇一听 这画坊是自家的 立刻就笑开了 迫不及待的就在画坊上跑了一圈 越看越欢喜 不错不错 跳好的时候 约上二姐姐三姐姐和福里几位妹妹 一起出来玩 肯定是惬意无比的 然后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估摸着二姐姐是出不来了 她怀着双胎呢 大舅母看得可紧了 徐又望着如一只欢乐的云雀般的沈薇 嘴角也忍不住扬了起来 和沈薇一样兴奋的 还有随后上来的丫鬟 他们这里瞧瞧 那里看看 新奇的不得了 不时地发出欢快的笑声 或是惊呼声 小桃花更是撒花了 直接就在船板上滚了起来 好在下头铺着厚厚的地毯 新奇过之后 徐又挟着沈薇的手 并肩而立 沐浴着轻柔的微风 欣赏着两岸的景致 真是舒服极了 丫鬟们也都各司其职 江黑江白兄弟 则控制着画坊的行走速度 欧阳奈则领着一宗侍卫散在周边 这便是你送我的生辰礼物 谢谢附近 沈薇心情好 说出来的话也好听 在她看来 徐又送她拆环的 还不如带她出来玩一场呢 这还是徐又第一次 听到沈薇叫她夫君呢 整颗心都酥软了 她握紧沈薇柔弱无骨的手 侧头看她 就这么高兴 沈薇猛点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 生平就两大爱好 一个是银子 一个是玩 沈薇大言不惭地说道 徐又轻笑一声 补充道 微夫觉得 微微还有一个爱好 沈薇转头 好奇地问 是什么 惹事 就有一本正经地说道 她家微微惹事的本领 也是一流的 她不过 被圣上召去宫中一会儿 她就跑到情相府 溜达了一圈 还很不小心地 打草惊了蛇 虽说最后全身而退吧 但仍是让她十分地担心呢 沈薇皱了皱鼻子 不以为然地倒 又不是我愿意的 是事情主动撞上来的 让她盯上情相府这事 若不是秦木然那死小子 跟她弟弟绝歌 结仇在心 相府打她主意在后 她才懒地理会他们呢 还有 从云州回京城途中 遇到的敏思年 若她没有心生歹意 把她掳回去 她才不会管敏思年 在通州如何作威作福呢 连那晚遇到的那个傻缺 也是自个儿撞上来的 她可没有主动招惹呀 是是是 都是事惹上巍巍的 徐佑一见沈薇掘嘴了 立刻没原则地妥协 那副欺奴嘴脸 让边上的欧阳奈那张冷脸 狠狠地抽了一下 郡王爷 您这般秀恩爱 真的好吗 这尤其是当着这一群 单身狗的面 哎呀 真的好心塞呀 徐佑指着岸边的景致 给沈薇介绍着 沈薇不时地插上两句 梨花领着两个丫鬟 送了鲜果子点心和气好的香茗过来 徐佑拿起竹签插了一块凤梨 送到沈薇嘴边 沈薇咬上一口 酸酸甜甜的汁水 顿时在口腔内酿开 唇齿生筋 不由又咬了一口 三两下的就把一块凤梨吃下了肚 徐佑见她爱吃 又忙着插了一块 就这般 一个喂 一个吃 都快闪下众人的眼睛了 哪里来的秦生啊 正吃得欢快的沈薇 站起身四下张望 看到在他们右侧 二十丈开外的地方 也有一艘画坊 秦生正是从那艘画坊上传过来的 这是谁家的画坊 秦弹挺不错的 沈薇刺耳听了听 说道 古琴她会弹 曾经弹得也不错 但许久没碰了 手都伸了 不过欣赏能力还是有的 徐佑朝右边瞥了一眼 道 谁知道呢 还吃吗 这还有一块 若是不够 让梨花再端一盘上来 一句话 顿时把沈薇的注意力 给拉了过去 她惊讶地看着 徐佑手上最后一块风梨 不是吧 这一盘风梨 少说也得有七八块 全被她给吃完了 她怎么那么能吃呢 赶忙摇头 不要了 再吃下去 她的牙齿都要酸掉了 中午他们还要在画坊上 烤肉吃呢 她得留些肚子 徐佑直接就把 最后一块风梨 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三两下就吃完了 就在此时 沈薇看到右侧的画坊 朝他们驶了过来 带还有三四丈的时候 就听了船头 站着的丫鬟模样的少女喊 请问前面是平均王爷吗 我们小姐在画坊上 沈薇立刻目光怪异地 看向徐佑 就见徐佑端着茶杯品茶 眼皮子都没撩一下 沈薇最见不得她这副死模样了 从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 找你的 说说 这是你哪位红颜知己啊 她自己都没发觉 自个儿语气里带着一股酸气 徐佑这才漫不经心地往那边瞥了一眼 立刻便收回了视线 不认识 不认识 沈薇才不相信呢 不认识 人家能指名道姓找上门啊 还有个什么小姐 瞧那丫鬟熟人的语气 怎么可能是不认识的 丫鬟再次喊 不必见过平君王爷 我们小姐姓苏 感激您上回回首相助 想要当面向您致谢 还英雄就美呢 沈薇的脸顿时冷了下来 讽刺的 扭头对着梨花吩咐 你过去问问 是谁家小姐 真的不认识 徐佑见沈薇生气了 连忙否认的 她也很委屈啊 她是真的不认识 那什么姓苏的小姐 沈薇现在正在气头上 许又说什么 她都不信 去 把江白给我喊过来 江白一天到晚跟在她身边 她不认识 江白总认识吧 江白很快就过来了 郡主 您叫奴才 那艘画坊上的丫鬟的喊话 她也听到了 正心中暗暗叫苦呢 果然 郡主使人喊她过来了 她小心地瞧了郡主的冷脸 冷汗都要流下来了 沈薇瞧了一眼 江白那谄媚的样子 下边一点 道 说说吧 那是哪家的小姐 你们主子忘记了 本郡主相信 你肯定还记得 面对着沈薇森然的目光 江白哪敢说谎啊 那不是哪家的小姐 是循环楼的苏婉姑娘 循环楼 听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 那是青楼 沈薇可诧异了 随即便愤怒地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啊你个徐友 都学会循环问柳了 江白可吓坏了 慌忙的 不是不是 郡主啊 您听奴才说完 这真不关主子的事 这还是去年的事了 主子回府的路上 遇到这位苏婉姑娘 被几个地痞围着调戏 把路都堵住了 主子心烦 便自个下车先走吧 留下奴才处理那几个地痞 真的 沈薇还是狐疑 真的真的 奴才敢拿性命发誓 江白点头如捣蒜 徐友也适时出声 早说了不认识 薇薇你还不相信我 听江白这么一说 徐友也想起这件事 他只记得路被堵了 至于什么苏婉礼婉的 谁知道是方氏员呢 只为见他们的神情不像作为 这才有些相信 这时 梨花回来了 郡主 对方说他们小姐是循环楼的苏婉小姐 去年承蒙郡王爷出手搭救 想要亲自过来道歉 沈薇一听 脸顿时又冷了三分 指着徐友 一句话没说 转身就朝里面走去 徐友赶紧去追 还不忘吩咐江白 让他们给本君王滚远点 都是那个什么苏婉 若不是他 薇薇能生气吗 薇薇 薇薇 薇夫真的是冤枉啊 真的不关薇薇的事啊 徐友紧走几步 拉住沈薇的胳膊 沈薇用力一甩 没甩开 只觉得心底有股火 蹭蹭地往外忙 不关你的事 不关你的事 人家为什么要找平君王 怎么不找我家惠君主呢 徐友 今天是我的生辰 你就这般给我庆祝啊 人为鼻子一酸 可委屈了 徐友这下可慌了 他见过嚣张的沈薇 狡黠的沈薇 甩赖皮的沈薇 唯独没见过这般的沈薇 他的心跟针扎似的疼 一抽一抽的 是是是 都是为父的错 我已经让江白赶他们离开了 薇薇 你别生气 要不你倒几下吧 他拿着沈薇的手 就往自个儿身上抽 沈薇就觉得更委屈了 你不知道自个儿这张脸 招风引蝶吗 你还下车 你就不能坐车里等着 明知道我也在花坊上 还上赶着来打谢大救之恩 这本挑衅我嘛 点个庆楼的姐都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给予我的夫君 你 你徐佑 就是这样对我好的 这是苏婉 明儿是不是就该张婉礼婉了 这日子还过什么过 干脆散火拉倒 理智商虽也知道不关徐佑的事 但沈薇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她觉得憋屈 无比的憋屈 心底有一股无名热火 灼得她十分难受 徐佑一听 沈薇连散火的话都说出来了 便知她这回是真气着了 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了 抱住沈薇就是不松手 喂 小四 千错万错都是我一负的错 你放心 我指定改 下回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绝对不下车 掉头就走 绝对不多管闲事 好不好 好不好嘛 放开 你放开 沈薇使劲挣扎 奈何徐佑把她抱得紧紧的 她一下都动弹不得 薇薇 你说你怎么才能不生气啊 只要我能办到的 什么都答应你 徐佑可心疼了 好好的一个生辰被搅和了 她已经按下决心 一定要把那个什么苏婉 给扔出京城去 这是你说的 沈薇挣扎不开 咬着牙一指河水的 跳下去 待给我一个时辰 我就原谅你 行 只要薇薇不生气 为父待上两个时辰都没关系 徐佑认真说着 一纵身就从画坊上 跳到了河水 郑王爷 江白和江黑兄弟大惊失色 侍卫们也是目瞪口呆 这也太 太听话了吧 没有梨花等丫鬟和欧阳奈 无动于衷 他们家郡主都气成那般样子了 让郡王爷到水里醒醒脑子 怎么了 欧阳奈带过来的侍卫 也有进军中的 都不用面面相取 这位嘉惠郡主的脾气可真大呀 别的夫人遇到这样的事 不是该隐忍着吗 而平郡王爷居然也任由着他这般胡闹 自个儿还真跳水里去了 这 这画风似乎有些不对呀 沈薇才不会隐忍呢 他就是要发火 怎么了 他就是无理取闹 怎么了 他就是心里不舒服 怎么了 他就是讨厌一切基于他男人的女人 怎么了 都是徐佑 都怪徐佑 今天这事啊 全都是他惹出来的 今天是他16岁生辰好不好 沈薇难过的 只想把整奏画坊都给拆了 你不好 这小姐生气 打你打你 桃花冲过来 拿起盘中的鲜果子 就朝水中的徐佑砸去 贝梨花等人连拖带拉的 弄到一边去了 主子吵嘴 他们这些做丫鬟的 还是别跟着掺和了 没见江黑江白的脸都黑了吗 郡主啊 让主子上来吧 这真不关主子的事 您若是不解气 奴才 奴才替主子到水里泡着去 江白望着这河水中 起起伏伏的主子 可心疼了 沈薇斜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没言语 江黑和江白急得拽耳挠塞的 恨不得立刻跳进水里 剃了他们主子 可郡主没发话 他们不敢呢 郡主娘娘的脾气 别人不知道 他们两兄弟可是全都瞧在眼底的 打赐婚的圣旨颁下开始 郡主就把他们主子吃得死死的 那真是予取予求啊 郡主哎 奴才求您了 赶紧让主子上来吧 主子的身子骨可不大强健啊 若是再受了粮 得了风寒 心疼的还不是您吗 您放心 以后奴才一定盯紧 别说是女人了 就是只母蚊子 也休想进主子的身 江白哀求道 枕薇又哼了一声 瞧向在水里扑腾的徐佑 徐佑见沈薇看过来 连忙回她一个惨兮兮的讨好的笑容 那狼狈的样子 让沈薇的心一下子又软了 美好气的瞪向江白 还不快把你主子弄上来 等着我动手呢 将黑江白大喜 奴在这就去 一左一右便扎进河水里 把徐佑给拖了上来 徐佑全身湿透 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 惨兮兮的喊 薇薇 想要过来 却又担心弄失她的衣裳 沈薇瞪了她一眼 往里头一直 嘴硬的淌 还不快去换衣裳 生了病别指望给你请大夫 原来薇薇这般关心我呀 徐佑傻兮兮的笑 心里可高兴了 还是江黑跟江白两兄弟 怕再惹得沈薇火起 连忙架着她往里头走 等徐佑泡过热水澡 换好衣裳出来的时候 李华已经不用吩咐的 就把熬好的姜汤端了过来 沈薇接过往徐佑面前一顿 面无表情的等 喝了 徐佑二话没说 乖乖的端起姜汤 咕嘟咕嘟的就喝下了肚 跟喝甘露似的 薇薇 徐佑厚着脸皮 往沈薇身边蹭 被沈薇推开之后继续蹭 几次之后 沈薇就游她去了 徐佑终于如愿以偿的 抱到了家人 薇薇 不生气了吧 沈薇哼了一声 指着她的鼻子的 下不为力 再有一次 她不介意让她瞧瞧 更毒辣的手段 徐佑很爽快的承诺了 都挺微微的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你让我打狗 咱就绝不碾击 侍卫们听着 前天才虐得 他们不要不要的 鹦鹉的 平俊王爷的 蒸蒸誓言 整个人 都风中凌凉的 不成样子了 遭到江白驱赶的 寻欢楼花魁 苏婉 紧紧地咬着嘴唇 长长的指甲 都掐进了掌心里 眼底是浓得 划不开的阴霾 想到刚才 平俊王身边 亲随毫不留情的斥责 苏婉的眼底 急于递出血来 其实 这真怨不着江白 就因为这个什么 寻欢楼的苏婉 郡主跟她主子 闹起了脾气 哪怕这个苏婉 再貌美如鲜 江白对她 也没有好脸色呀 屈辱 她从来没有受过 这样的屈辱 多少达官贵人 手捧千斤 只为见她一面 而今儿一个 小小的奴才 都能随意地呵斥她 让她滚远点 这样心高气傲的她 怎么接受得了啊 小姐 苏婉的贴身丫鬟 玉儿担忧地看着她 想向前 却又不敢 小姐 奴婢乔臣的画方上 嘉惠郡主也在 这也不定是 平郡王的意思 迎上小姐 骇人的目光 玉儿头皮一紧 说不下去了 我知道 就是那个嘉惠郡主 太跋扈了 她以为这样拦着 我就见不到 平郡王了吗 苏婉漂亮的眸中 闪过疯狂 离见徐郎 雾中身呢 自去年 她见过平郡王的 初臣容颜 心底就进住了 那道清雅绝伦的身影 怎么也忘不掉 作为寻欢楼的花魁 她有角色的容颜 出众的才艺 尤其弹得一首好琴 京中的权贵子弟 为了听她一曲 都能在寻欢楼 盘踞半年 所以 她是有资格骄傲的 她觉得 平郡王的正事 她做不了 做个姨娘妾室 还是绰绰有余的 只要她能进到 平郡王的身边 她就有手段 让平郡王独宠于她 那平郡王的后院 还不是她说的算吗 这可比她待在寻欢楼 或者迎来送往的日子 像一万倍啊 对于平郡王 赐婚的那位 中午侯府的沈四小姐 她是打听过的 不过是个乡下 长大的村姑 哪比得上她 有风情之趣 哪怕这位 沈四小姐 被封为郡主 她也是没把她 放在眼里的 其实她好不容易 贪知平郡王 要来白河游壶 她费了好大的心思 才说服杨妈妈 从篓子里出来 怀着一颗喜悦的芳心 想要把自己 献给清末的男子 可谁知 她想到了 无数种相见的情形 唯独没料到 平郡王会使人驱逐她 她不相信 她绝不相信 平郡王会这样绝情 那个 有着沧松一般挺拔的身姿 兴谋黑沉 亮如天上星辰的男子 绝对不会这样对她的 任何一个 见过她绝美容颜的男子 都不忍这般对她 是嘉惠郡主 是那个粗鄙的嘉惠郡主 拦着平郡王 不许见她 真是个不显的杜妇啊 她能拦得住她一次 还能次次都拦得住她吗 对平郡王 她是势在必得的 苏婉的眼底 闪着坚定的光芒 来 微微尝尝这个 徐佑殷勤地 把手中烤好的肉串 递给沈飞 刚才瞧着沈飞不高兴 她可心疼了 既是沈飞的生辰 却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惹得沈飞不开心 她心里可内疚了 沈飞省眼瞧她一下 倒是没有拒绝 那股劲过去之后啊 沈飞的理智又回来了 也知道自己刚才是 无理取闹的 但当时 她就是控制不住 自己的脾气 徐佑见沈飞愿意搭理她了 大喜 伺候得更加殷勤了 而江黑跟江白两兄弟 提日的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 也不觉得他们主子 欺奴行为碍眼了 只觉得 只要郡主不下死力 折腾他们主子就行 吃完烤肉 沈飞懒洋洋地 靠在徐佑身上 吹着轻柔的微风 浑浑欲睡 徐佑一抬手 梨花立刻送上博弹 徐佑抖开 盖在两人身上 沈飞省眼看了一下 便又再次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 均匀的呼吸声 便传入徐佑的耳朵 徐佑抱紧怀中的佳人 注视着她美丽的容颜 觉得神仙般的日子 也不过如此了 沈飞这一觉 只睡了一个多时辰 她醒来的时候 发现徐佑 仍然是之前那个姿势 她的眼睛闪了一下 舔了舔嘴唇说的 好了 我原谅你了 就知道她心软 对她用苦肉计 真不是好人 就是总体来说 我还是很高兴的 都出来大半日了 回吧 徐佑点点头 亲了沈飞的面颊一下 行 都挺微微的 杨生吩咐将黑江白兄弟 调转船头 画坊调转了头 刚行了十来账 就听到后面有人大喊 诶 徐佑 梁子 你给我停下 张印气急败坏的 谁啊 谁那么有胆 喊徐佑是病样子啊 沈飞不由好奇的 朝后面瞄了瞄 看到后头一艘画坊 正追赶上来 船头立着一个 穿月白锦衣的年轻男子 手中摇着一把折扇 这是谁啊 沈飞问徐佑